第五十一集 苏相已经想好了 等到陆藏锋给他问好 哪怕是当着皇上的面 他也绝不会给陆藏锋好脸看 将陆藏锋明白 他苏某人的不满 可惜苏相等了半天 直到陆藏锋在他对面坐下 也没有见陆藏锋给他见礼 苏相眼中闪过了一抹韵怒 他抬头看向陆藏锋 正欲出言嘲讽陆藏锋 鞠躬自傲 目中无人 自视甚高 就听到陆藏锋说 陛下 陈来向您禀报三件事 这三件事正好与苏相家有关 哦 什么事与苏相有关 皇上好奇地问道 巧了 刚刚苏相也禀报了三件 与陆藏锋有关的事 说陆藏锋与大军来往甚命 说陆藏锋出回京便动作频频 说陆藏锋在家中动有私信 眼中根本没有我这个皇帝 哼 我自是不信 但是苏相好歹是老臣 我不好拨苏相的面子 只能忍着无聊听着 现在 听到陆藏锋一上来 就对上苏相 皇上顿时来了精神 第一件事 苏家在秀天街的宅子失了火 里面有两具胶尸 是一对母子 陆藏锋知道 月宁安已经提前把那对母子送走了 但这并不妨碍他误导皇上 日后就算那对母子再出现 也可以说是苏毛芳提前把人转走的 苦毒尚且不识子 苏毛芳舍不得杀他的儿子 就拿别人的孩子做替死鬼 这也是有可能的 什么秀天街的宅子 陆将军 我苏家在秀天街没有宅子 苏相一听 脸色就变了 看陆藏锋的眼神也透着不善 秀天街那处宅子的事 只晓得人并无多 我不明白陆藏锋是怎么知道的 是月宁安告诉他的 陆藏锋 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 一个冷眼扫向苏相 苏相 本将军在向皇上禀报事情 你们闻人的规矩 就是可以随意打断他人的话 想在皇上之前开口 带皇上质问本将军吗 苏相看了皇上一眼 见皇上已经沉下脸 也不知道皇上对谁不满 心中坠坠不安 面上却不显 反倒是义正言辞的 指责陆藏锋 陆将军 你修得强词夺理 你这明明是恶意栽赃 本相辩解 有何不对 前两日 我被陆藏锋当主羞辱 我气不过 进宫求见皇上 原是想在皇上面前 告陆藏锋一状 说陆藏锋骗了我女儿的感情 却不肯娶我女儿 想请皇上收回赐婚的圣旨 却不想我才开了一个头 皇上就要暗示我 要我把儿女的事情处理干净 别给人留下把柄 还叫我早日给我儿子订门婚事 免得年纪大了把持不住 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事 我一听就知道 肯定是往儿子犯事了 当即也不敢多问 告了一声罪就回去了 回家一问 果然 我那混账东西 居然在外面养了外事 这还不算 居然还让皇上知晓了 这下别说公主下嫁 我那不无成器的女儿 能嫁给陆飞雨 都算是烧高香高攀了 我下了死命令 将那混账东西 把事情处理干净 昨天那个混账 告诉我都处理干净了 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绝不会再叫人挑出错案 可一转身 陆藏锋就知道了 还告到了皇上面前 陆藏锋太过疯了 我们两家才结亲 不说互相绑尘 居然还踩着我们苏家上位 简直是卑鄙无耻 苏相狠狠地 弯了陆藏锋一眼 警告得意味十足 陆藏锋无声冷笑 完全不将苏相放在眼里 冷言冷语地道 苏相想要辩解 自可去官府 这种案子的苦主 已准备报官了 我记得苏毛坊那处私宅 左右两侧的房契 都在越宁安手里 回头可以让他去告状 索陪 什么苦主 什么报官 陆将军 一处破宅子起火罢了 这么点小事 也闹到皇上面前来 你在边疆待久了 不知道京中的事吧 苏相这话 暗示的意味十足 就差明知告诉陆藏锋 在京中有京中的规矩 陆藏锋 行事不要太过 然而陆藏锋 从来就是软硬不吃的主 他痴笑一声 扭头 又对皇上道 陛下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臣还有事要说 前天晚上 苏相的公子 与顺天府 刑部几位官员的公子 在飘香楼饮酒作乐 闹至半夜 有结党营私之嫌 不过是志决相同的年轻人 一起吃个饭 怎么就成了结党私营了 苏相气急 猛地站起来 怒吼了一声 我算是看明白了 陆藏锋 今天就是冲着我来的 陆藏锋 这是压根就不想与我结亲 而是要跟我们苏家结仇 苏相想到这里 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这要是别人在皇上面前 告我黑状我还不怕 可这个人 偏偏是陆藏锋 皇上有多信任陆藏锋 我是知道的 陆藏锋说的话 皇上不说信十分 也要信九分 陆藏锋以前 一向是独善其身 从来不与任何人交恶 也不与任何人交好 刚不管任何人的事 怎么好端端的陆藏锋 就盯上火了 苏相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害怕 陆藏锋可不是一个好惹的 好了好了 苏相 你不要生气 藏锋也就是旧事论事 没有带偏见 你也不要着急 那几个小子 只是凑到一起吃顿饭 朕还能罚他们不成 皇上看苏相 气得青筋都爆了出来 真怕他气出一个好歹 连忙出身安慰 皇上不说还好 一说苏相更是气得喘不过气 一张老脸憋得通红 太监很有眼色地上前 扶着苏相坐下 老相爷 您可要仔细身体 皇上见状 暗暗瞪了陆藏锋一眼 以眼神道 你看看您 陆藏锋一脸淡漠 不为所动 陛下 老臣失忆了 苏相坐下 脸色渐渐平静 颤抖着手给皇上请罪 我并没有真发怒 不过是做给皇上看的 想让皇上心软 却不想 我高估了我自己 在皇上心中的分量 也低估了陆藏锋 在皇上心中的分量 先许小事 苏相不必见怀 皇上语气温和了许多 初言安慰了苏相一去 但并没有说陆藏锋一句不适 自家表弟 我能怎么办 只能宠着 藏锋一回京 就替我和企安背了一个黑锅 心里正不顺 他要拿苏相出气 别说苏相本身就不干净 就算苏家上上下下 都干干净净 叫人挑不出一丝错来 藏锋要挑刺 苏相也只能受着 安抚完苏相 皇上又看向陆藏锋 藏锋 你的事说完了吧 本集播叫 第五十二集 背着苏相 皇上暗暗地给陆藏锋使了个眼色 让他差不多就行了 只要把苏相气出一个好歹 他这个皇帝也会很麻烦的 然而陆藏锋面无表情 无视皇上的暗示 说道 陛下 还未说完 皇上一张脸 快要皱起来 语重心长地叹了一句 藏锋啊 苏相好歹是老臣 你就当给朕一个面子行吗 陆藏锋看了皇上一眼 总算是给皇上了一点面子 这第三件事 严格来说是陈家里的事 哦 什么事 皇上一下子就松了口气 苏相也稍稍放松下来 我真是怕了陆藏锋了 这就是一个滚刀肉 什么都不怕呀 陈那位四审 这三年陆续借了月宁安五六万两银子 月宁安昨天派人上门催债 并特意说了一句 陈这位四审 是受人牵连了 陆藏锋也不怕家仇外扬 毫无掩饰的道 苏相听到这里 嘴角微抽 费了好大的劲 才压下上阳的嘴角 可他很快就察觉到不对劲呢 陆藏锋说 今天的三件事都与他家有关 陆家四方不就是我那个准女婿家吗 苏相的脸一下子就黑了 陆藏锋这是闲 才我苏家还不够 连我苏家的姻亲也不放过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皇上同情地看了陆藏锋一眼 我这表弟也不容易啊 陆家四方就没有一个靠谱的 好在陆家南丁几乎都战死在沙场 没有什么长辈压在藏锋头上 不然藏锋这日子也是一地鸡谋 比我这个皇帝好不到哪里去 皇上感同身受 基于表兄弟之情 皇上好奇地问了一句 苏丰 你这四审是待谁受过了 莫不是待陆藏锋受过 不对不对 月宁安那么喜欢陆藏锋 哪里舍得怨陆藏锋啊 可若不是陆藏锋 又会是谁 皇上一脸好奇 陆藏锋慢调私理地道 月宁安名下有一家糕点铺 被人控告里面的点心吃死了人 顺天府的官差连取证都不曾 就把掌柜带走了 铺子也给砸了 顺天府 皇上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 结合陆藏锋所说的上一件事 皇上意味深长地看了苏相一眼 苏相脸色一白连忙起身 陛下 老臣不知 朕想你也不知道 顺天府的案子 自有顺天府尹去查 皇上不负先前的亲和 冷着脸警告 我执政你来 力求四海生平百姓安稳 力经图治 不敢行差半步 我手下这些人倒好 跟我反着来 是 陛下 苏相心里明白 皇上这是不会再追究了 但同时也是警告我 不许干涉此案 妨碍司法公正 不然两笔账一起算 便是我在皇上面前再有脸面 也逃不到好了 皇上见苏相拾去 点点头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苏相 你早些回去吧 藏风难得进一趟宫 必然不只是告状 定还有其他的事 就算没有其他的事 我们表兄弟也可以句一句 苏相在这里也太爱事了 妨碍我们表兄弟说话 皇上半点面子也不给苏相 随口就把苏相给打发走了 也不管苏相会不会多想 苏相虽然不甘心就此离去 留下陆藏风与皇上独处 可皇上把话说得这么明白 他实在是无法厚着脸皮留下 只能带着不安与担忧离去 离去前 苏相不忘看陆藏风一眼 陆藏风最好不要背着我 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坏话 不然 就凭陆藏风手握助兵 战功赫赫 我就可以往陆藏风身上 盖一个功高震主 已有反心的罪名 陆藏风有没有这个心思不重要 皇上现在信不信也不重要 我只是在皇上的心里 埋一颗怀疑的种子就行了 种子埋下去以后 日后我时不时地让人浇浇水 松松土 这颗种子总会发芽 冒头又长出来的一天 苏相一直以为 他那一眼很隐晦 只有陆藏风看到了 却不知皇上坐在上手 看得明明白白 见陆藏风面露讥讽 皇上面上有些挂不住 苏相走后 皇上干巴巴地解释了一句 这个老东西 越活越糊涂了 藏风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陆藏风不以为然地倒 皇上的臣子 皇上觉得好用就行 苏相这般狂妄 还不是皇上宠出来的 苏相当众没给皇上脸面 皇上自己都不介意 我介意什么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正回头好好敲打他一番 皇上想到陆藏风 刚刚说的三件事 忍不住叹息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从何时起 苏相变成这样了 又或者 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过苏相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 苏相是我一手捧起来的 其当初对我帮助颇多 只要苏相自己不作死 保苏相安稳到了 我这个皇帝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要是苏相做得太过 我这个皇帝也不会再纵着他 心里有了决定 皇上很快就丢下苏相的事 打去倒 藏风 你来找朕不单是为越宁安打抱不平吧 陈只是实话实说 陆藏风并不承认 他是在为越宁安抱不平 苏家形势张狂 一个管家都目中不诊 旁人碍于苏相的身份 不敢说给皇上听 我确实不去的 也是 皇上点点头 别说你和越宁安没有什么交集 就算你和他同住三宅 你也不可能为他抱不平 陈藏风从来都不是一个热心的人 这世间应该没有什么人 能入陈藏风的眼 更不用提入陈藏风的心了 陈藏风看了皇上一眼 沉默不语 我确实与越宁安的交集不多 但是 他的身影 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的身边 我回到京城之后 不管做什么 都逃不掉越宁安这三个字 别说一天三餐的饭食了 就是我盖的被子 用的枕头 平时用的纸笔 全都是他精心安排的 可偏偏 我觉得都很不错呀 而我一向懒得在琐事上费心 也不会为了赌气 就刻意把越宁安的影子抹掉 那三年 越宁安是真实存在于陆府 我就是把越宁安 在陆家的痕迹抹得再干净 也无法抹出他存在的事实 再说了 我与他无仇无恨 没必要堵这种无意义的气 陈藏风不想再提越宁安的事 在皇上开口前 先一步道 陛下 我让人查了这三年 送到前线的兵器 三级 脾气正事 皇上瞬间来了精神 哦 可有查出什么来 我的人查出 那些兵器出自经国公布 不过 标记都被仔细地改过了 便是公义也做了一些调整 好让人看不出来 陈藏风不带感情地说道 但他心里却是佩服越宁安的 我虽有心为越宁安遮掩 但若是他自己不争气 我也会很难办的 要知道 前线战场虽是我的一言堂 可也有存二心之人 恨不得将我拉下来 取而代之 好在 越宁安自己争气 送到前线的兵器 叫人真假难辨 那些仿得不成功的地方 也都变成了刻意遮掩 更改工艺 厨子经过 皇上顿时皱起眉头 你确定 难不成 岳宁安手中真没有提过 我手下的工匠已表示确定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我已命人从这三年收到的兵器之中 挑选百箭送到汴京 届时 皇上可以让公部的人验证一二 陈藏风不认为 他手下那两位老匠人 都无法断定的问题 公部那群半桶水的家伙 能变出个真假来 就算他们心中有所怀疑 有刘老和赵老的结论在前 亮他们也不敢轻易 说出自己的怀疑 刘老和赵老是出了名的老匠人 他们二人做出了判断 其他匠人只会跟风 便是有所怀疑 也不敢乱说 就怕说错了 徒惹外人笑话不说 还显得自己没有水平 公部那些人一个个地 把自己的官位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又怎么会在人前 暴露自己的水平不够呢 那些兵器 真不是月宁安自己打造的 皇上还是不甘心地 问了一句 臣不知道 臣只是旧事论事 查证月宁安手中 有没有铁矿 是赵王的事 启安那家伙 皇上说到赵启安 一脸不满 你说他怎么那么大的气性 不就是苏毛芳的事 没有如他的愿吗 他至于给朕脸色看 几天都不搭理朕吗 皇上又憋屈又气馁 抱怨连连 朕给他解释了无数遍 苏毛芳有私生子 只能证明他风流 私得有损 朕已经不打算 把承瑶嫁给他了 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这事闹出来 除了让苏家没脸外 再也没有旁的用处 这苏相好歹是老臣 朕多少得给他一点面子 不能让他面子里 再全丢了呀 皇上说得是 陆藏锋听完 心情莫名地好了起来 皇上这事办得漂亮 他顾全了苏相的面子 却让赵启安在 岳宁安面前丢了面子 我似乎可以想象 爱面子又傲娇的赵启安 此刻有多么的愤怒 在岳宁安面前 又是多么的心虚 我想 我可以顺便去告诉 岳宁安医生 沈家的证据 我已经递交给了顺天府 这案子 我陆藏锋一旦过问 就一定会给苦主 一个公平的裁决 至于赵启安 陆藏锋冷笑了一声 皇上没有办好苏毛方的事 赵启安跟皇上 发了好大一通火 随即人就出宫了 连这好几天都没有进宫 皇上拙人请了又请 赵启安仍旧是 一个好脸也不给 皇上心里委屈 还有那么一点憋屈 偏偏又找不到人说 刚开始皇上还觉得 赵启安太不懂事了 不理解他这个皇帝的难处 有心给赵启安几分脸色看 哪想到 赵启安有没有看到 他的脸色 他不知道 反正他是看到了 赵启安的脸色了 现在皇上已经不敢 对赵启安有半点不满了 有心拉下脸 好好的与赵启安道个歉 偏偏又寻不到人 好不容易 陆藏锋来了 既能听他抱怨 又能帮他找人 真正是再好不过 可陆藏锋不耐烦听这些事 知晓赵启安吃了个闷亏 陆藏锋心情好转 却不打算再听皇上抱怨了 可是 陆藏锋刚起身 就被皇上拉住了 哎呀 藏锋啊 你表兄我心里苦 当这个皇帝 真当成了顾家寡人了 你再不理表兄 表兄我就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啊 皇上 臣该告退了 陆藏锋 自是不会被皇上给哄了 手腕一动 就震开了皇上 震可没让你走 皇上上前一步 挡住了陆藏锋的去路 一脸不快 朕还没有说完呢 我憋了好几天呢 陆藏锋 你今天是听也得听 不听也得听 陆藏锋你不听 我找谁说去 陆藏锋你不听 谁帮我找赵启安去 陈藏出宫 去找赵王 陆藏锋冷冷开口 皇上眼前一亮 立刻侧身让路 再不挽留 藏锋 你见了启安 一定要告诉他 朕已经不怪他了 让他回宫 皇上说什么 陆藏锋反问一句 皇上移手底唇 心虚地咳了一声 那什么 你跟启安说 朕知道错了 让他别生气了 这次是朕做得不好 朕保证 没有下一次了 陛下放心 臣会将话带到 至于什么时候带到 那就看我的心情吧 陆藏锋朝皇上点点头 在皇上殷切期盼下 出宫了 陆藏锋出宫后 皇上也没有什么心情 处理国事 勉强打起精神 见了几个大臣 抽着空就问太监 大将军出宫多久了 陛下 大将军出宫半个时辰了 太监心知皇上急审了 嘴角含笑 轻轻柔柔地回了一句 唉 才半个时辰呢 皇上一声叹息 又强打起精神 继续处理国务 过了不到半个时辰 皇上又问了一遍 如此反复 陆藏锋在皇上面前说 他要去找赵启安 实则一出宫 他就打马来到岳家 岳家大门 前些日子被苏家给砸了 先已经换了两扇新大门 哪怕特意做就了 看着也与乌梁不搭 陆藏锋只看了一眼 就忍不住皱眉 打人不打脸 苏家砸了岳家的大门 就是把岳宁安的脸面 放在脚底下踩不算 还要碾上两脚 今天在皇上面前 我还是说得太轻了 苏家人仗着苏相 不是一般的张狂 陆藏锋骑马 停在岳家门口 盯着大门看了半天 没有下马 也没有离开 岳家的门房 在小门外 盯着陆藏锋看了许久 还以为陆藏锋会离开 不想 他却下了马 踏着台阶上来了 门房不敢怠慢 立刻匆匆 第五十四集 岳家这处宅子 虽然不小 但也不是什么高门大院 没有什么正门 疑门 只有两扇普通大门 平日 岳宁安进出 都是走大门 大门一开 前院的小园子 就路在人前 你们家小姐呢 陆藏锋跨过门槛 就往里走 半点不拿自己当外人 看门的仆人吓了一跳 快步追上来 大将军 请容小的进去通报一声 陆将军这也太不讲究了 咱们跟到自己家一样 招呼也不打一声 抬脚就往里走 陆藏锋没有说好 也没有说不好 只大步往前走 岳家只是个普通的宅子 并没有多复杂的路 陆藏锋来过一回 就知道怎么走 陆藏锋走得不算快 但他的腿长 步子迈得又正 一步接一步 利落干脆又快速 看门的仆人 有心想要先一步进去通报 奈何他完全跟不上 陆藏锋的步伐 根本没法先一步进去通报 而等到前院的仆人 看到陆藏锋 急步进去给月宁安通报 陆藏锋已大步流星地 出现在花厅外 花厅内 月宁安正在与沈敏说话 说是说话 其实也是安抚沈敏 告诉他 证据已经送到了 妥贴的人手里 叫他不必担心 只是 他的话还未说完 就见下人 与陆藏锋 一前一后地 出现在花厅 姑娘 下人一脸大汗 正想给月宁安通报 就见月宁安 已经站了起来 朝他摆了摆手 下人退到一旁 就见月宁安已经上前 再给陆藏锋行礼 陆大将军 月宁安双手交叠 微微躬身 竟是行了一个男子礼 陆 陆将军 神明也起身了 他身上仍穿着那身旧衣 面上已经没有了拘谨 与不自在 看上去大方多了 不过 听到月宁安的话 他仍旧惊了一条 紧张得不知所措 他没有想到 会在月家 见到陆大将军 陆大将军 不是才修了月宁安吗 怎么还会 往月宁安家里跑 这里面 莫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事 不等神闽多想 陆藏锋就抬了抬手 免礼 月宁安直起身 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爽力又大方地倒 不知陆大将军 大驾光临 有何要失 要失二字 月宁安说得极慢 尾音拖得极长 似带着一丝嘲讽 还有一丝 缠绵的意味 神明怀疑 自己想多了 然后就听到陆藏锋说 阴阳怪气的 怎么 这是对本将军不满吗 陆大将军说笑了 民女哪来的胆子呀 月宁安面上带笑 嘴上说着不敢 神情却透着戒备与谨慎 我可没有忘记 上一次你陆藏锋来找我 是为了什么 月宁安站在陆藏锋面前 嘴角带笑 一副客气有礼的样子 可却完全没有把陆藏锋 请进去的意思 他看着陆藏锋 脸上在笑 可眼中满是防备 显得脸上的笑 也公式化得让人生艳 然 陆藏锋淡淡地扫他一眼 半点也不介意 也不需要月宁安请 直接绕过月宁安 在主位上坐下 我陆藏锋想要进来 你月宁安以为能拦得住吗 我陆藏锋想要坐下 还需要你同意吗 你这女人 简直天真 是人 陆藏锋 风淡云青地 从他身边走过 却把月宁安气得不行 陆藏锋这是不拿自己 当外人了 月宁安愣了一下 气呼呼地一甩衣袖 转身 就见陆藏锋 已如主人一般 在主位上坐下 月宁安气急 面上却仍然强撑着笑 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陆藏锋右下手坐下 陆藏锋的身份摆在那里 我没法当众把人赶走 也不能给他脸色看 我人 你就是沈家那小子 陆藏锋扫了沈敏一眼 那一眼漫不经心 显然没有把沈敏太当回事 回将军的话 草民沈敏 沈敏虽然被陆藏锋的气势震住 但不知为何 他却不愿意在陆藏锋面前露出气来 尤其是当着月宁安的面 他极力压住心中的不安与紧张 拿出落落大方的气度 朝陆藏锋拱手行礼 我沈敏虽出身商户 可我行得正做得直 我坦坦荡荡 并不比谁卑贱 哼 年纪不小 却行事轻浮 不值轻重 陆藏锋半点面子不给 当面就是一通训斥 将军 沈敏心中一慌 双手微颤 狠狠咬了一下舌尖 才让自己保持冷静 草民不明白将军的意思 还请将军明示 你可知你给月宁安 带来了多大的危险 陆藏锋说话时 扫了月宁安一眼 这幸亏是我来了 要是我不来 你月宁安是不是打算 把沈敏藏在府上 草民并没有做什么 沈敏顶着陆藏锋的威压 用尽全身力气 抬头与陆藏锋对视 不肯服软 哼 不过 陆藏锋只是云淡风轻地 扫他一眼 就叫沈敏险些站不稳 晃离下神 沈敏才冷静下来 我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会想着 跟陆大将军较劲 沈敏皱着眉头 不明白自己 到底是怎么了 可是 此刻 他的脑子很清醒 李智也告诉他 他没有 与陆大将军较劲的本钱 但他心里 仍旧不愿意低头 仍旧强撑着 与陆藏锋对视 他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但他心底 有一个声音 在告诉他 如若 他这次低头了 他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是已 哪怕明知不敌 明知自己 没有与陆藏锋 对视的本钱 沈敏仍旧没有退缩 强压下心中的害怕 与陆大将军对峙 陆藏锋看到了沈敏害怕 也看到了沈敏虚张声势的怯懦 然 陆藏锋 全然没有放在眼里 他的目光 落在月宁安身上 冷哼倒 沈敏仍旧的案子一开审 你以为依沈家的狠辣 他们会放过你吗 沈家无路可走 指不定就会闹个鱼死亡 或两败俱伤 届时 不仅仅是沈敏 就是收留沈敏的月宁安你 也讨不到好处 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沈家的当家人 可从来都不是一个 会讲规矩的商人 沈敏一正 心中有些慌乱 面上却不肯示弱 大将军放心 沈家的案子开审后 我就会去 状告沈家谋害我母亲 我不会在月姑娘家里久待 不会给月姑娘带来危险 月宁安 秀眉清促 见沈敏 对陆藏锋的气势 压得满头冷汗 出声道 陆大将军 请沈大哥住下 是我的意思 与沈大哥无关 本集播讲完毕 请观看 第五十五集 月宁安 略微生气地 看着陆藏锋 暗倒 陆藏锋是不是 管得太宽了 这是我月家 不是你陆家 你陆藏锋 要当作家主 要展现你的地位 权势 就去你陆家 别在我面前碍影 怎么 你把证据 交到本将军手上 本将军 连过问都不行吗 陆藏锋的声音 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月宁安 却是半点不惧 落落大方地 迎上陆藏锋的冷谋 无视陆藏锋的威压道 陆大将军 我想你误会了 那些证据 是我托你转交的 并不是给你的 本将军是驿战吗 陆藏锋 左手放在桌面上 重重地敲了一下 熟悉他的人就知道 他这是不高兴的 月宁安知晓陆藏锋 所有显露在人前的喜好 但对陆藏锋 本人的小习惯 却是一无所知 当然 他就是知道了 也不会在意 他现在 看到陆藏锋就不痛快 陆藏锋不高兴 他才能高兴 月宁安起身 朝陆藏锋 行了一礼 是我失礼了 还请陆大将军 把证据还给我 陆藏锋的语气 越来越冷 你把本将军 当什么了 想送来就送来 想拿走就拿走 你月宁安也太任性了 我得让你明白 不是所有人 都会纵容你的任性 月宁安收起脸上的笑 一脸严肃地反问 那陆大将军 你想怎么样 证据本将军接了 沈敏 本将军带走了 陆大将军 审案的是顺天府 在您大将军的职责里 好像没有这一条 月宁安笑语盈盈 只是那笑 怎么看都套着不怀好意 陆藏锋见月宁安 得了便宜还卖乖 警告地看他一眼 月宁安 不要得寸进尺 你真以为你那点小心思 本将军不清楚吗 我把神明带走 不正是如了你的愿望 你月宁安 真当我看不明白吗 月宁安脸上笑容微僵 客气 却不失疏离地解释道 陆大将军 你想多了 我真的只是想请你 帮我将证据转交给赵大人 毕竟 我认识的最大的官 也就是你了 陆藏锋太精明了 我的小心思在他面前 好似无所遁心 不过我绝不会承认 我也存了算计陆藏锋的心思 可我要算计你陆藏锋 也得你陆藏锋配合才行 陆藏锋你自己愿意配合 现在又怪上了 真是好没意思 满身都是心眼 一身的聪明劲 全用在了算计人心上了 陆藏锋嘴里嫌弃 面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月宁安脸色一沉 一脸不快地道 陆大将军 我怎么算计人心了 我算计谁了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苏毛方有私生子的事 赵启安没有办好 到现在都不肯见皇上 可见 赵启安定是在月宁安面前 受了奚落 赵启安这人 又高傲又别扭 硬下月宁安的事没有办到 本就心虚气短 觉得失了面子 这种情况下 月宁安让我把沈家的犯罪证据 交到赵启安手上 他为了证明给月宁安看 定会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 沈家有十分罪 也能审出十二分罪的 月宁安的心哪 一点都不软 算计起人来 真是毫不客气 我清楚什么呀 对上陆藏锋 那双似能看透一切的毛子 月宁安有点心虚 面上却没有表露半分 他理直气壮地 与陆藏锋对质 陆大将军 我虽是一介商女 地位低下 但也容不得你随意污蔑 你在责骂我之前 是不是要拿出证据来 没有证据 你凭什么说我满身心眼 算计人心 我算计你了吗 我害过你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你知不知道 月宁安起初 只是做做样子 可说着说着 心里就莫名地一酸 险些落了泪 再也说不下去了 陆藏锋你知不知道 你轻飘飘的一句话 很有可能毁了我一生吗 你陆藏锋今天这话 要是传了出去 我月宁安还能在 汴京立足吗 一个满身心眼 好算计人心的女人 谁敢与我打交道 谁敢与我结交 谁敢与我做生意 没了价值 我这个月家女 要怎么活下去 陆藏锋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言语可杀人 我跟你陆藏锋 有什么仇什么怨 羞辱我一次还不告 非要将我打入尘埃 让我万劫不复 你陆藏锋才满意吗 月宁安看着陆藏锋 双手握成拳头 施甲抠着手心的伤口 只把伤口抠烂 疼得他抽气 才让他控制住 眼中的泪没有落下 陆藏锋你太过分了 我真的讨厌你陆藏锋 很讨厌 必得知你陆藏锋 得胜归来 见都不见我一面 就要羞了我 还要讨厌陆藏锋你 夫妻三载 就算没有情 也该有意吧 陆藏锋你这么待我 对得起我吗 月宁安死死咬着牙 才没有成陆藏锋吼出来 才没有哽咽出声 陆藏锋看着月宁安 一副受了天大的羞辱 恨不得杀人的凶仰 不由地冷笑 哼 怎么 本将军还不能说你了 你月宁安敢做 还怕人说吗 陆大将军说笑了 您是大将军 我不过一介伤女 自然是你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都只能受着 月宁安冷着脸 嘲弄得倒 陆大将军可知 言语可以杀人 如若有一天 我月宁安死了 必是死在陆大将军 你的口舌之箭下 月宁安原不想 与陆藏锋多言 可看陆藏锋高高在上地指责他 张嘴就往他身上灌罪名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陆藏锋 你凭什么 你这是威胁本将军吗 不敢 民女只求陆大将军 给民女一个公道 月宁安明艳的脸上 满是坚毅 冷冷地看着陆藏锋 眼中套着一股狠绝 就如同狐狼面对凶兽 带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孤绝 誓死不退 置死方休 陆藏锋看着月宁安 眼眸微不可闻的一动 月宁安身上的斗志和战意 我在男子身上都不多见 更不用提女子 在汴京这个温柔乡 居然能够养出这般凶残的女子 我该说 你月宁安 不愧是月家人吗 陆藏锋将心中的欣赏压下 并不受月宁安的气势影响 淡然地道 你要本将军 给你什么公道 你月宁安的气势很强 可惜在我面前 就像是一只刚刚脱离狼群的小奶狼 再怎么张牙舞爪 再怎么凶悍 也如同掷耳打闹 不成气候 听了陆藏锋的话号 月宁安冷声道 陆大将军 你说我满身心眼 算计人心 可有证据 陆藏锋 你想要往我身上 安罪名 可以 拿证据出来 没有证据 就等着给我低头道歉吧 陆藏锋 见眉微扬 证据 你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不明白吗 果然是一只刚断奶的小奶狼 张甲舞爪的 不过 生得好 气势也算足 倒是叫人讨厌不起来 月宁安面若冰霜 傲气凛然地 与陆藏锋对峙 我做了什么 我不明白 还请陆大将军赐教 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 我就不信你陆藏锋 拿得出证据来 月宁安 这天下没有蠢人 强词夺理是没有用的 你明白吗 你月宁安有没有算计 有没有心仰 我比谁都清楚 要是一般人 听到陆藏锋的话 必然会心虚 可月宁安是谁 月宁安半点也不心虚 他冷笑一声道 我只知道 凡事讲证据 没有证据 陆大将军便这般指责我 敢问陆大将军 我跟你有什么仇 什么怨 你要这么害我 月宁安 适可而止 这个时候还不忘跟我玩心仰 还问我要证据 真正是人精一样 这也就是我要换作任何一个男人 面对月宁安正气十足的指责 怕是要心虚气短 就像是赵贤那样 苏毛方的事没办好 他怕是要在月宁安面前 一退再退 陆大将军可知 造谣一张嘴 必咬跑断腿 陆大将军信不信 我明天就能让满汴京的人 都知道陆大将军你 好难封 月宁安突然笑得极甜 但那甜美的笑 却是渗着毒 你觉得 本将军会在意吗 陆藏风突然也笑了 我终于明白 月宁安一个姑娘家 为何能在汴京立足 又为何能入了皇上的眼 她不是普通的姑娘家 更不是那些被骄得 纸质温良公简 柔顺端庄的贵女 月宁安 是一只小奶狼 虽然幼小 却有尖牙和力兆 在我面前或许没有杀伤力 但对付其他人足够了 你 月宁安脑极 气急败坏地倒 那我让人喘你不行 随意 本将军也不在意 陆藏风面上冷意渐退 魂不在意地倒 月宁安却不觉得欢喜 她看着陆藏风定定的 好半少 月宁安才开口道 这世间 是不是找不到 能让你在意的人与事 陆藏风没有回答 只看着月宁安 平静的毛子 无声地 给了月宁安答案 我知道了 月宁安突然笑了 她朝陆藏风 拱了拱手 自嘲地倒 是我失礼了 陆大将军 我虽然不想承认 但还是要说 我不是你陆藏风的对手 月宁安 掩去心底的无力 朝陆藏风 郑重道歉 在陆藏风汉手后 才坐下 世人皆赞陆藏风 至情至性 替我看 陆藏风是天下 最无情的人 这个男人 从来就没有心 他又怎么会 在意我月宁安的死活 陆藏风 见月宁安冷静下来 才不轻不重地道 这里是月宅 这里只有你的人 你是不信你的人 还是不信他 陆藏风抬眼 用眼角余光 扫了神明一眼 月宁安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陆藏风是什么意思 嘴巴微张 有心想要解释一句 可又说不出来 对上陆藏风 凌厉的毛子 不由得有几分虚 倒是个聪明的 陆藏风 微微垂眸 眼去眼中的满意 冷冷地道 行事冲动 自己为事 本将军希望 没有下一次 知道了 月宁安脸皮厚归厚 可也不是 没有眼色的人 陆藏风什么都不在乎 像他这种 没有弱点的男人 我根本奈何不了他 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行了 人本将军带走了 陆藏风见月宁安 吃了教训 学了乖 不再多言 起身 直指沈敏 示意沈敏跟他走 沈敏没有动 而是看向月宁安 月宁安今天 一直被陆藏风压制 在陆藏风手中 一直吃亏 心里憋屈 但也知陆藏风 把沈敏带走 对他和沈敏都好 示意 沈敏看过来 月宁安也没有任何犹豫 起身道 沈大哥 你放心跟着陆大将军去吧 陆大将军 他至情至性 是当时大英雄 不会为难你的 月姑娘 你自己多保重 沈敏 关切地倒 月宁安正要回话 就见陆藏风突然走了过来 挡在月宁安面前 正好挡住了沈敏 也挡住了月宁安 看向沈敏的视线 月宁安 你还敢说你没有小心思 陆藏风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 在月宁安耳边低南 我 我没有 两人离得很近 应该是月宁安 有记忆以来 两人离得最近的一次 可是 月宁安却没有脸红心跳 局促不安 害羞期待 他只觉得压迫 只觉得压抑 陆藏风的身形太高大了 站在他面前 一瞬间就挡住了所有的光 大片的阴影 遮在头顶 让月宁安无所适从 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一动就撞到了椅子 为了不出球 只能强撑着与陆藏风对视 献媚讨好 眼中只有利益得失 为了利益连脸面都不要 月宁安 你要庆幸你没有坏心思 不然 本将军绝不会放过你 要不是如此 我怎么会高高拿起 轻轻放下 独属于陆藏风的灼热气息 扑面而来 月宁安 却没有恍惚 也没有失神 他看了陆藏风一眼 而后闭目苦笑 陆大将军 我承认我是有小心思 我承认我献媚讨好 我承认我眼中只有得失 可是 月宁安竭力 用轻松的语气道 陆大将军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是商户女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见面先陪笑 有错没错先陪礼 讨好谢妹 所有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官家子弟 不屑做的事情 我都会做 这是我的生存技能 是我的本能 不是我满心算计 我也没有想算计你什么 我唯一一次算计你陆藏风 只想算计你的心 却一败涂地 本将军 陆藏风一抹 看着月宁安 月宁安突然睁开眼 朝陆藏风笑得甜美 语气轻快地道 陆大将军你看 你那般羞辱我 我还能对你笑 视你为座上宾 本集播讲完 第五十七集 月宁安看着陆藏风笑道 陆大将军 这不是我有心眼 而是我很清楚 我得罪不起你 哪怕你们陆家当众 将我驱赶出来 将我的颜面踩在脚底 没把我当个人看 我遇见你们陆家人 还是要笑 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 因为我承受不起 得罪你们陆家的后果 也承受不起 你们陆家的报复 月宁安越说 脸上笑容越灿烂 语气越轻快 陆大将军 我跟你 跟你身边所有人 都是不一样的 我出身低下呀 我哪有清高骄傲的资本 我哪有目中无人 我行我素的资格 我哪有 够了 月宁安 陆藏风打断月宁安的话 本将军在你心中 就是那般小心眼的人吗 你讨厌本将军便讨厌 不想对本将军笑便不笑 本将军还不至于那么小气 为这种小事报复你 月宁安却笑得更大声 出身高贵的陆大将军啊 你真是不知人间极苦 你是什么人 你是天上星 空中月 是高不可攀的人物 我是什么人呢 我是地上泥 路边草 这京中 任何一个贵人都能踏上一脚 我要对你不敬 不需要你做什么 多的是人想要讨好你 想要讨好你们陆家 那些人自会对我出手 直接把我踩死 陆藏风凝眉 却没有反驳月宁安的话 我不是你嘴里所说 我是人间极苦的大哨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陆大将军 没有人天生卑贱 没有人生下来 就愿意丢掉自尊 丢掉骄傲 丢掉脸面 忍受他人的嘲讽与羞辱 如果可以 我也想要骄傲 想要清高 想要肆意放纵 如果可以 我也想要在你说 给我修书之时 狠狠地甩你一巴掌 骄傲地说 君记无情我便修 如果可以 我也想要在你堂地 把我驱赶出陆府时 带着父兄打上去 说我月宁安 不稀罕你们陆家 如果可以 我也想要做一个被人宠着 只需要操心脂粉衣裳 好不好看 能不能压人一头的 规格小姐 可是陆大将军 你说 我可以吗 月宁安说这些话时 依旧在笑 眼睛睁得大大的 甚至眼中也有笑意 你看 陆大将军 我都伤心成这个样子了 还是不敢在你面前 任性地哭闹 你就在我面前 我都不敢甩你一巴掌 陆大将军 你看 我就是这么一个满身心眼 爱算计人的商家女 我很抱歉 污了你的眼 脏了你们陆家的地 月宁安极力在笑 可脸上的伪装 终究抵不上心中的酸涩 一滴泪 从她眼角滑落 她却毫无所觉 仍旧在笑 陆大将军 如若可以 为月宁安唯愿此生 再不与你相见 再不无你的眼 再不 月宁安 我很抱歉 陆藏风打断了月宁安的话 忧深的毛字 如同身痰 让人看不出情绪 月宁安确实笑了 一脸轻松地倒 陆大将军你说笑了 你跟我说什么抱歉 这些又不是你造成的 也许 在你们这种世家子弟眼中 我很可怜 可我从来不这样想 我出身富足 又疼爱我的父兄母亲 打从出生就衣食不缺 比之那些出身贫苦 被父母当物件卖掉的姑娘 不知好了多少 她魂不在意地 抬手抹掉脸上的泪 这世间之事 想要得 先要舍 我行商骨之事 想要获利 便给人赔赔笑 献献殷勤 都是应当 也许在陆大将军眼中 我没有风骨 行卑下之事 但我从不认为自己卑贱 人不求人一样高 人若求人一样低 大家求人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献媚讨好 谁也不会比谁高贵到哪里去 月宁安并非自我安慰 她是真这么认为 她眉目疏朗 没有一丝自苦自愁 更不自哀自怜 她不自傲清高 也不懦弱谄媚 她从容自信 眉眼清正 她很平和 陆藏风一直以为 在大街上 无视生命 无视规矩 从人群中冲出来 满身是刺 尖锐逼人 一心计算得失的 月宁安 是真实的月宁安 可是 直到此刻 听到月宁安这些话 她才知道 她从来不了解月宁安 我所了解的月宁安 一直以来都是 她想让我看到的 或者应该说 我所了解的月宁安 所知道的月宁安 都是赵启安告诉我的 都说自己想象出来的 片面的 不公正的 现在的月宁安 才是真正的月宁安 一个鲜活的 聪明的小姑娘 她很聪明 聪明地超乎了我的认知 她也很好 好到 陆藏风突然明白 赵启安为何不顾兄弟情 算计她与月宁安决裂 月宁安 她值得 这般通透的 这般耀眼 却不张扬的月宁安 这般知识过 却不识过的月宁安 真的是太好了 好到让我好 陆藏风 察觉到不对 猛地压下 心中突然涌起的 复杂情绪 看着扬着小脑袋 一脸平静的月宁安 一个没忍住 伸出了手 摸了摸她的头 你很好 手心柔软 而陌生的触感 让陆藏风心中 涌出了一股 难以言语的喜悦 她忍不住 揉力一下 月宁安 没曾想 陆藏风 会摸她的头 吓得一震 她反应过来 立刻逼了一步 躲开陆藏风的手 陆大将军 你失礼了 我是赏虎出身 不是青楼出身 便是青楼出身的姑娘 也有卖意不卖身的 还请陆大将军 奉尊重一点 手心柔软的触感咒失 陆大将军 有几分怅然若失 见月宁安 面露不快 威严道理局 我不是 月宁安 根本不听 他性谋寒怒 傲气凛然地道 陆大将军 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在意 旁人也不会在意 旁人只会看你的举动 陆藏风 看着月宁安 气鼓鼓的样子 竟觉得有几分可爱 他一手底唇 低咳了一声道 抱歉 本将军 下次会注意 陆大将军放心 不会有下次了 日后 我见到陆大将军 会绕道走 不会污了 陆大将军你的眼 陆大将军 我就不送你了 月宁安 没有一丝后悔 张口就许下 绕着陆藏风 走的承诺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我该如此了 听了月宁安的话后 陆藏风眉头拧紧 月宁安 你不必如此 我什么时候说了 你月宁安在我面前 会污了我的眼 你这女人 该聪明的时候 倒是不聪明了 陆大将军 慢走 月宁安 双手交叠垂于胸前 朝陆大将军 扶了扶身 罢了 陆藏风 见月宁安一脸疏离 也不再多言 你月宁安 见了我要不要绕道走 你说了不算 我陆藏风说了才算 陆藏风大步离去 沈敏看了看陆藏风 又看了看月宁安 有心想要安慰月宁安一去 可正要开口 就见月宁安笑了笑道 沈大哥 陆大将军是可靠的人 你别看他 做我月宁安的丈夫不合格 可其他的样样都好 你跟在他身边对你有意 这话倒不是恭维 也不是讨好献媚 而是大实话 事实上 他先前那句 夸赞陆藏风的话 也没有别的意思 人人都那么夸陆藏风 我虽然觉得 陆藏风冷情无情 可是 除了对我冷情无情外 陆藏风尚对君王忠 下对属下义 终对亲有兄弟有亲 陆藏风他做臣子 做主子 做兄弟 都做得很好 只是做我月宁安的丈夫 不好吧 而这 在世人看来 不是陆藏风的错 是我月宁安的错 如若不是我这个山护女 不要脸面的高攀陆藏风 又怎么会遭陆藏风嫌弃 事宁 陆藏风没有什么不好的 也没有错 错的 一直都是我月宁安 沈敏看月宁安 强撑着笑脸 心中莫名了一痛 他很想跟月宁安说 有事就去找他 可是 想到自己的处境 想到自己的身份 沈敏 只能低落地说了一句 月姑娘 你保重身体 嗯 沈大哥你慢走 月宁安轻轻点头 脸上的笑温柔而端庄 叫人不由自主地心生好感 沈敏明知 月宁安这个笑没有任何意义 却不由自主地看迷了眼 陆藏风走到门口 回头就看到月宁安 朝沈敏笑得异常甜美 而沈敏更过分 居然看呆了 一股莫名又陌生的怒火 袭到头上 陆藏风还没有弄明白 自己在想什么 脸就先黑了 语气冰冷地喝倒 还愣着干什么 要本将军请你吗 沈敏吓了一跳 什么以泥的心思都没了 道理生歉 便快步跟上陆藏风 陆藏风心中有火 不自卖得又急又快 饶使沈敏做惯了粗活 这会儿也得小跑才行 两人走得极快 不过片刻就走出岳家 岳家的下人 极有眼色地把陆藏风的马牵来 陆藏风正要上马 忽然想起月宁安说的 那一对价值千金的赵叶玉狮子 你们府上那两匹赵叶玉狮子呢 陆藏风冷声问道 仆人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忙道 啊 回将军的话 在马厩里 陆藏风满意地点头 嗯 告诉你们家姑娘 沈家的事本将军替他料理干净 那两匹赵叶玉狮子就是酬老 让他派人赵官好 要是让本将军知道 他把本将军的马送人 本将军要他好看 啊 仆人一脸茫然 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 陆大将军这是 主动问我们家小姐要东西 这 这可真难得 这一直以来都是陆大将军 什么都不用说 我们家小姐 就将陆大将军需要的 不需要的 全都奉上 这还是陆大将军 头一回主动问我们姑娘 所要东西呢 不过 那两匹赵叶玉狮子 本来就是我们家姑娘 为陆大将军和他自己准备的 啊 什么 还不快进去禀报 陆藏锋给仆人一个冷眼 见那个仆人撒腿跑进岳府 心情这才舒畅一些 扫了沈敏一眼 见沈敏孤身站着 陆藏锋还问了一句 沈敏会不会骑马 得知沈敏不会骑马 陆藏锋把暗卫叫了出来 把他送去军营 陆藏锋虽然把沈敏带走了 可从来没有想过 把他安顿在陆家 我陆藏锋的家 不是什么人都能住住的 我会把沈敏带走 安顿在军营 已经是给了越宁安面子 沈敏只想要一个安全的地方 待在哪里并没有意见 而且他也不是没有眼色的人 他明显看得出来 陆大将军对他很不满 根本不敢有异议 老老实实地跟着暗卫走了 沈敏走后 陆藏锋这才上马 正欲打马离去 突然想起他来找越宁安 不是说沈敏的事 可现在 陆藏锋看了一眼 越家紧闭的大门摇了摇头 本将军居然也会有 主次不分忘了来意的一天 越宁安那个女人 真是刻鸽呀 陆藏锋走后 越宁安就瘫坐在椅子上 双手握成拳头 放在腿上 眼神呆呆地看着前方 好半天都没有动一下 他倒不是伤感伤怀什么的 纯粹是累的 陆藏锋是个极聪明的人 而跟聪明人打交道 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刚刚那一番交锋 越宁安真的是累倒了 现在一动都不想动 好半少 越宁安才重重吐了口气 脸色稍缓几分 跟陆藏锋打交道 比跟商界那些老油条谈判 还要累 要是陆藏锋多来几次 我估计得少活好多年 绕着他走也好 省得他又找我麻烦 爱忘了 铁矿的事还没有解决 陆藏锋肯定还要找我麻烦 真是讨人厌 越宁安累的 连抬手都懒得抬 暗暗地抱怨两句 郑玉强撑着起身 就见外院的仆人 一脸惊慌地跑进来 姑 姑娘 怎么了 越宁安忍不住皱眉 我岳家虽是小门小户 可也是有规矩的人家 先前陆藏锋进来 仆人没来得及通报 我就不说什么了 陆藏锋那人 不是一般人能拦得住的 可现在又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外院的男仆 也能跑到我面前来了 越宁安面露不悦 带着三分冷笑 竟是不怒自威 那男仆吓得一哆嗦 连忙弯下腰道 回 回姑娘的话 是 是陆大将军说 沈家的事她料理了 要您拿两皮赵业玉狮子 做酬劳 还说 说不能有一点闪失 要你派人照料好 月宁安气笑了 陆大将军 这是公然向我所惠 男仆吓得脸色一白 身子直哆嗦 月宁安知道仆人冒逝 是陆藏锋之故 也无意为难人 抬了抬手道 行了 我知道了 你退下吧 夏姑娘 男仆 第五十九集 月宁安心气不顺 只觉得一阵头痛 抬手想要按一按太阳穴 却见手心一片血肉模糊 月宁安拧眉 再次将手握紧 以拳头抵在额头 用力按了两下 稍稍地舒缓一二 又让人把管家找来 姑娘 管家很快就来了 恭敬地 给月宁安行了一礼 让人催一催瘸子六 快点把陆家的债 给我要回来 不过 他要是能把事情 闹得再大一点 我可以再少要一程 陆藏锋不是说 他不介意外界的言语吗 那我月宁安就看看 是不是陆家上下都不在意 不过 当月宁安想到 对他铺好的陆二夫人 与陆三夫人时 面上又闪过了一抹犹豫 在管家 跨出门槛时 又把管家叫住 要点名 是陆家四房 别把其他三房带进去 陆家二姑娘与三姑娘 年岁不小了 先前婚事一直不顺 现在陆藏锋回来了 陆家的声望 更上一层楼 想必婚事也好说 陆家那两位姑娘 性格内敛又温厚 平时对我也颇为亲近 那三年 在陆家帮了我不少 我着实做不到 不顾忌他们的名声 往陆家二房与三房泼脏水 小的明白 请姑娘放心 管家一点也不意外 应了一声便退下来 糟心事一件接一件 月宁安仍旧坐在椅子上 没有起身 用拳头 有一下没一下地按着头 面上带着几分疲倦 她按着按着 居然就这么 在椅子上睡着了 等到下人发现不对 过来查看时 月宁安已经在椅子上 睡了大半个时辰 月宁安被仆人叫醒时 只觉得脑子昏昏沉沉 难受得紧 她起身 全身又酸又痛 一点力气也使不上 月宁安 只当是没有休息好 让下人扶着她 回房补觉 月宁安这一睡 就一直没醒 到了傍晚 婢女觉得不对劲 进去看了一眼 就见月宁安满脸通红 全身发热 丫鬟上前摸了摸 月宁安的额头 竟是烫得吓人 丫鬟吓了一跳 连忙跑出去找老者 老太爷 不好了 姑娘全身滚烫 烧起来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端端的 烧了起来 老头正在屋里摆棋局 听到丫鬟的话 手中的棋子都摔在了地上 老头也顾不着捡 控制着轮椅 就朝月宁安的院子走去 路上又叫丫鬟 把事情说一遍 奴婢也不知 姑娘先前说累了 要回房补觉 姑娘休息 做事的时候 一向不喜人近身 奴婢 奴婢也不敢多问 可到了傍晚 也不见姑娘起身 奴婢怕姑娘睡太久 晚上睡不好 就想着 去把姑娘叫醒 奴婢在外面换了数声 也不见姑娘回应 这才进去 一进去 就听到姑娘难受得很好 奴婢掌灯一看 就见姑娘烧得通红 丫鬟带着哭腔 却有条不紊地说道 这是早就病了 你们是怎么伺候姑娘的 姑娘不舒服 你们居然才发现 老头一听顿时恼火了 狠狠地瞪了丫鬟一眼 别看老头平时窝在轮椅上 一副将行旧木的样子 这一眼却是气势十足 把小丫鬟吓得双腿一软 就跪下来 老头却没有管她 控制着轮椅 来到了月宁安的院子 好在院子里的管事嬷嬷 还算顶事 得知月宁安发热 立刻让人打来凉水 给月宁安冷敷 又急急地 让人去请大夫 老太爷 管事的嬷嬷 进老头过来 忙上前给老头行礼 不等老头询问 就主动道 老太爷 姑娘烧得厉害 人都烧糊涂了 看姑娘难受的样子 应是烧了不短的时间 我已经让人去请大夫了 大夫很快就来了 哎呀 这孩子 真是叫人不省心哪 老头听到管事嬷嬷的话 并没有放下心来 执意要去屋内 看一眼月宁安 月宁安一张小脸 烧得通红 人早就没了意识 嘴里难难地念着什么 声音太小 即使凑得再近 也听不真切 老头上前 看月宁安虚弱地躺在床上 心里就鲜难受起来 可当老头看到 月宁安嘴里念念有词 大概能通过唇语 猜出月宁安在说什么 顿时又怒其不争 这孩子真是 哎呀 气死个人哪 老头很不想搭理月宁安 可看月宁安可怜兮兮的样子 又狠不下心来 老头又是心疼 又是生气 狠狠地朝月宁安的眉心 点了一下 我怎么就 交出了你这么一个 自信眼的徒弟 你说你 这辈子 真是就在他手里了 小哥哥 小哥哥 小哥哥我害怕 小哥哥 你为什么不理宁安 宁安害怕 月宁安嘴里喊的是 他的小哥哥 那个十年前 带着他父兄的尸首回来 初言安慰他 给他鼓励的小哥哥 陆藏锋 月宁安嘴上 说放下了陆藏锋 这两天 面上也没有露出一丝伤怀 让老头以为 月宁安被陆藏锋伤透了心 真的放下了 可这一病 老头就知道 月宁安还是没有放下 或者说 月宁安放下了 对陆藏锋的执念 却没有放下 对他心目中的 小哥哥的执念 哎呀 死心眼的孩子 老头听着月宁安 做一句小哥哥 又一句小哥哥 心里难受得不行 我知道 月宁安那时 能那么快 从父兄横死 家破 母又改嫁的悲伤中 走出来 陆藏锋功不可没 我心里 也感激 陆藏锋出现的及时 让月宁安 把对父兄的羁绊 转移到了他身上 让月宁安 不至于悲伤过度 可是 这么多年 月宁安为陆藏锋 做得够多了 足够偿还 十年前的那份情了 人家都忘了你 你还惦记着 人家干嘛呀 老头嘴上满是埋怨 可月宁安 额头的枕筋一热 他就立刻给换上了新的 比一旁的下人 还要仔细 突然 老头的手 被月宁安抱住了 也不知 月宁安哪儿来的习惯 不是握老者的手 而是用胳膊环抱 两手还握成拳 叫人正也正不开 老头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可不等他把手抽回来 就听到月宁安 带着哭腔开口 哥哥 我好害怕 你和爹 别不要我 老头一听 眼睛瞬间就红了 月宁安 不再喊陆藏锋 可这两个人 却比陆藏锋 还要叫他心疼 这下 他宁可月宁安 还惦记着陆藏锋 至少陆藏锋 是个大活人 还有希望 月宁安的父兄 却是再也不可能相见 本集播讲完咯 请进入我的主页 第六十集 月宁安 整个人都稍糊涂了 他抱着老头的手 喊完了父兄 又哭着道 娘 娘 对不起 我没有骗你的话 我还是要回庆州 娘 宁儿不孝 娘 老头眼中的泪 终是没有忍住 落了下来 月宁安是月家唯一的主子 在人前 总是一副从容不迫 自信独立的样子 好似没有什么 他解决不了的事 便是天塌下来 他也能扛得住 便是被休 被迫要去青州 跟范家争 也不见他 露出一丝软弱 就好像这些都是小事一般 以至于让人忽视了他的年龄 忽视了他的性别 他才十八岁 他还是个姑娘 在那些大户人家 十八岁的姑娘 还在规格 被父母宠着 交养着 可是 他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 本不该他这个年纪经历的事 也承受了太多太多 不该他这个年纪承受的压力 多到让人忘了 他还是个小姑娘啊 老头 见月宁安 只有在生病时 才敢表露出心中的软弱 与无处 心疼地拧了起来 好孩子 等你醒来后 我帮你去打 启安那浑小子一顿 叫他不行事 叫他欺负人 可惜 不等老头多做保证 管事的嬷嬷 就把大夫带了进来 老太爷 大夫来了 哎呀大夫 你快来看看 看看我孙女怎么了 老头一听大夫来了 连忙把手抽出来 给大夫让位 好让大夫诊断 大夫上前 看到月宁安 烧得一脸通红 面上就凝重了几分 他坐下来 给月宁安诊脉 片刻后说 正是外伤引起的炎症 演发了新火 外伤 老头听到大夫的话 看向管事的嬷嬷 姑娘受了伤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 姑娘身上 没看见伤啊 管事嬷嬷摇了摇头 又看了看月宁安 完全没有看出 他哪里受伤了 去吧 老头正要命人 去把照顾月宁安的 丫鬟带来 就见大夫 掰开月宁安的手指 露出手心 血肉模糊的伤口 这 这伤 这一眼 老头就知道月宁安的伤是怎么来的 也知道月宁安刚刚为什么是抱着他的胳膊 而不是抓着他的手 也明白了月宁安为何一直握着拳头不松开 这傻孩子 都什么时候了 还顾着脸面强撑 这得多伤心多愤怒 才能将手抠成这样而一声不吭 哎呀 这得多小心 多不想让人知道 才会在烧迷糊了 还不肯松手啊 大夫也是有眼力见儿的 一看这伤就知道 是病人自己造成的 也不多问 只打开药箱给月宁安清理伤口 月宁安手心的伤并不重 只是他反复抠烂 这才看着严重 大夫给月宁安上好了药 用绷带反复缠了数层 又交代道 姑娘家肌肤娇难 且不可再伤着了 这几天最好一直包着手 别沾水 更别染上什么僧物 要是烂了 磕就不好了 大夫就是京城的人 前两日 陆藏锋修起月宁安的事 闹得满城皆知 大夫来到月宅看诊 不用问 也能猜到月宁安的身份 好好 我们会小心照亮 老头这下 再也舍不得 说月宁安半句 看到月宁安手心的伤 老头的心 疼得一抽一抽的 恨不得把罪魁祸首 陆藏锋给宰了 我原不是这么心软的人 以前我调教弟子时 便是打傻了也不眨眼 赵启安脸上那道 深可见骨的伤 就是我下的手 那时候 赵启安还是个孩子 小小的一团 浴血可爱 我却毫不手软呢 可不知为何 我对所有人都狠得下心 独独对月宁安 狠不下来心 看到这小姑娘 受钉点伤 都心疼得不行 更不用提 看到月宁安自残了 老头心中杀鸡已起 面上却是不显 客气地把大夫送走的 又在屋内守着月宁安半少 直到紫叶才回院子 回到院子 在人前 一副普通老人模样的老头 突然像是变了一张脸 他控制着轮椅 来到了内室 拆开床板 从床板下 取出了一个盒子打开 盒子里 装着一枚黑色雕龙令牌 和三枚信号弹 老头看着盒子里的物件 没了片刻 随即毫不犹豫地 拿出令牌 和一枚信号弹 老头将剩下两枚信号弹 放回原处 拿着令牌与信号弹 走到院外 看着头顶漆黑的夜幕 老头嘴角清扯 露出了一抹斜力的笑 陆藏风啊 我的弟子 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老头拿出信号弹 没有一丝迟疑 可就在老人 欲点燃信号弹的刹那 月宁安的院子 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 老头听到月宁安 院子里的动静 吓了一大跳 当下再没有心思 去放信号弹 召集救部了 他将手中信号弹 随意往怀里一塞 就控制着轮椅 匆匆来到月宁安的院子 宁安怎么了 老头一进来 就看到匆忙跑出来的下人 着急地学问道 老太爷 姑娘吐血了 嬷嬷看到老头进来 如同找到了主心骨 忙稳定心神 吐血 老头惊了一跳 立刻控制着轮椅进屋 过门槛的时候 甚至都没有让下人帮忙 老头进来时 屋内的血已经收拾干净 月宁安也换好了干净的衣服出来 月宁安的脸上 还泛着不正常的红韵 身上穿着一件白色寝衣 整个人都套着一股病态 看上去柔弱又单薄 不过人倒是清醒了 看到老头进来 月宁安未雨先笑 故作轻松地倒 老头 你怎么来了 这些人也真是的 一点小事也大惊小怪的 我没事 你吐血了 老头气得咬牙 你才十八岁 你知道少年吐血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会折瘦啊 我就没有见过像月宁安 这么不把自己的身体 当回事的孩子 这孩子太叫人操心了 这时要我死都不能放心了 这叫我怎么敢放心去死呢 嘿呀 这倒霉孩子 雨血而已 吐出来对身体有好处的 月宁安并不知怎么一回事 但这不妨碍他安抚老头 他不顾身体的不适 笑得灿烂明媚 撒娇道 你就别瞎操心啊 我这么大的人 还能照顾不好自己 月宁安不知道 吐血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他只知道 他心里不痛快 一直堵着一口气 憋屈又难受 这口血吐出来 倒是叫他轻松了不少 本集播讲完毕 想关注主播的更多日常吗 第六十一集 老头看着月宁安道 你要能照顾好自己 我早就放心地去死了 这两年我这么死撑着 拖着一身病也要活着 不就是放心不下你月宁安吗 本以为熬上几年 等到陆藏锋回来 就算陆藏锋不喜欢你月宁安 依着陆藏锋的责任心 陆家的权势 也能保你月宁安一世安稳 却不想陆藏锋半点靠不住啊 想到这里 老头更觉得陆藏锋该死 老头眼眸一沉 显然已起杀心 不过只一瞬就脸了下去 屋内其他人没有发现 但月宁安看到了 他心中一惊 扫了一眼屋内的下人说道 嬷嬷 我饿了 我想喝糖水 还想喝白米粥 姑娘你终于有胃口了 谢天谢地 我这就去给你做 管事的嬷嬷一听 脸上顿时一喜 双手合十败了败 就急不出去了 月宁安又顺手 把丫鬟也打发走了 去 给我拿血液膏来 重新上药 丫鬟走后 屋内就剩下月宁安 与老头两人 老头又不傻 一看月宁安的动作 就叹了口气 丫头 你想做什么呀 老头 应该是我问你 你想做什么 月宁安还发着烧 身上软绵无力 他靠着床梁 有气无力地倒 我有分寸 你别管 老头就知道 月宁安冰雪聪明 必是猜到一二 怕月宁安阻止 老头并不想说 只含糊地带过 然而 月宁安虽然烧得厉害 脑子却没有变蠢 他并没有逼问 也没有劝说什么 只委屈地倒 老头 你说过 你不喜欢以前的生活 你说过 你受了我为弟子 就跟过去斩断了 以后你就只是我月宁安的师父 老头 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你做事前 先想想我好不好 许是病了的原因 月宁安的声音 少了一丝中气与清冷 多了一丝嘶哑与无处 老头一叹就主动道 我没想干什么 只是想给陆藏锋 一个小小的教训 我倒是想给陆藏锋 一个大教训 可陆藏锋身边有十二亲位 本人也不是吃素的 我手上剩下的人不多 恐怕 也只能让陆藏锋 憋屈一段时日 我生病 你教训陆藏锋干嘛 又不是陆藏锋 让我生病的 老头 你这是在谦怒 月宁安嘴上这么说 脸上却带着笑 显然很高兴 老头不讲道理的护短 你生病与他无关 那你手心的伤呢 老头却不容月宁安逃避 你月宁安是我亲手教出来的 你以为你能瞒得过我 这个呀 月宁安伸出被包成猪蹄的双手 一时间也想不到好的说辞 只含糊地说了一句 嗯 不过是苦肉计罢了 苦肉计 老头面露诧异 月宁安高热未退 脑子还有一些迷糊 此刻也没空想太多 只想尽快地安抚老头 张口就扯了一个理由 当然了 陆藏锋刚回京 得知我这三年为他做的事 正觉得亏欠了我呢 要是让他知道 我为他自残受伤 依他的性格 定会多照顾我一二 月宁安说着说着 自己都信了 语气越发笃定 老头你也看到了 我一离开陆家 外面那些人就随意践踏我 不把我当个人看 先前苏家那事 要不是陆藏锋 为我撑了一回腰 你觉得 我能完好的回来 能拿到赔偿吗 月宁安说到这里 忍不住苦笑 自嘲得倒 老头 我算是看明白了 京中这地界 权贵如云 就不是咱们这种 小老百姓 该待的地方 以后 我们肯定还要回汴境 想要在京中立足 没有人庇护 是不行的 旁的人我不认识 就算认识 人家也不会 无缘无故地帮我 陆藏锋不同 我和他 好歹夫妻一场 趁现在 加深陆藏锋 对我的愧疚 拐他给我们当靠山 我们的日子 会好过很多 老头一脸怀疑 宁安啊 你是认真的 伤了自己 只是为了 加深陆藏锋 对你的愧疚 月宁安说得很有道理 面上也没有一丝慌乱 可老头还是不信 你别以为我没听到 你月宁安 烧得没了意识 还在喊陆藏锋 最初不是 最初 确实是心里难过 不想在人前示弱 就用疼痛 就用疼痛来提醒自己 不过 后来就真的是这么想了 不管是不是 为了让老头安心 现在都必须是 老头你知道我的 我这人从来不吃亏 明的没法 向陆藏锋讨回公道 暗地里 还不让我讨回一个公道 我肯定会憋屈死 左右我的手都受了伤 要不拿这伤换点好处 我实在不甘心 不管先前怎么想 月宁安告诉自己 为了打消老头 联系旧部 重回原来的生活 她现在都必须 只能是这样 只是月宁安越想 越觉得自己傻 我月宁安 居然有一天 换到要靠自残 来换取利益 真正是 越活越回去了 可为了打消老头的杀心 我不得不一傻到底 月宁安说得有理有据 到最后 都把自己给说服了 老头一时间 也分不清楚真假 不过 老头也没有再深究 深究下去 也没有意义 月宁安的性子 她太清楚了 不管她先前怎么想 既然她把话说出来了 日后就一定会这么办 人道伤人奸诈 而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却不知 但凡能成为大伤者 无一不是守信 众诺之辈 月宁安一直以来 都是以大伤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重信守诺 言出必行 这是月宁安 对自己的一贯要求 哪怕那些在世人看来 不过是玩笑一般的话 但月宁安在说出那一刻 她就当真了 不过 世人惯爱 以己度人 自己做不到 也认为旁人也做不到 老头心疼月宁安 看月宁安 看月宁安虚弱的都坐不住 还强撑着跟她解释 老头就算猜到 这是月宁安临时想出来安抚自己的说辞 可她还是当真了 为了不让月宁安 我好歹是你的亲传弟子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把你跟旧部联系的方法交给我 我不怕老头你去找陆藏丰麻烦 我只是担心 老头你好不容易走出过去 为了我又陷入泥潭 不得自由 我的亲人 为我牺牲太多了 我不想老头你也如此 本集播讲 第六十二集 听了月宁安的话后 老头道 你想什么呢 你要的糖水和粥 很快就到了 好好喝吧你 老头见月宁安确实无事 他不打扰她休息 交代一声就走了 我为什么要说我想吃东西啊 月宁安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忍不住哀嚎了一声 可自己说出去的话 跪着也要做完 事已哪怕半点胃口也没有 月宁安还是强迫自己 把下人送来的糖水与白粥喝了 而后又让丫鬟给他换药 一番折腾直到天快亮了 才迷迷糊糊糊的睡着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月宁安平日里忙进忙出 活力十足 怎么看都是个健康的 可这一病 却把他折腾得够呛 光是退热就花了三天时间 苦药汁一碗接一碗地喝 只把自己喝得快要失去味觉了 热度才退了下去 不再发烧了 月宁安软绵的四肢终于恢复了些许力气 并瞒着老头去书房处理堆积的杂物 偌大的月家就他一个人 一大家子还指望养他 他真的病不起 把这两日积压的账目看完 月宁安就招来下人 问道 糕点铺子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审 回姑娘的话 顺天府定的是三日后 月宁安平时都是只抓大方向 具体事物都交由手下的人办 事已 他虽然病倒了 可月家的下人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并没有受到影响 人证物证都找齐了吗 确定那些人会为我们作证吗 月宁安先前把糕点铺盘了一遍 将糕点铺所有进出货物都列了出来 并联系上糕点用料的供应商 和那几日的买家 月宁安原是想亲自上门劝说 请他们为糕点铺作证 但他只做了一半 后面就因为生病 不得不把事情交给下人去办 姑娘放心 事情已经办好了 而且出乎意料地顺利 我们上门一说 人家就同意了 像给我们供应鲜花的煤迹 更是不等我们说完 就满口答应了 保证会为我们作证 还主动提出 可以让官差去他们家花田查看 下人说到这个事 就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自古以来 民都怕官 更怕惹上官司 一般人遇到官司 尤其是人命官司 只要事不关己 必是能躲则躲 尤其是商人 绝不会愿意 为人命官司作证 这种事 一个不好 就惹一身心 且月宁安 名下那家糕点铺出事 明眼人都知道 是有人在针对月宁安 这种事 谁掺和谁倒霉 那些买了糕点的老客人 不介意出来说一句 他们哪天去买了糕点 毕竟 街上这么多人都看到了 官府要传他们问话 他们也拒绝不了 更无法撒谎 而给铺子供料的商人 却是不同 就算有往来账本登记 可以证明他们哪天 给糕点铺送了什么原料 送了多少份量 可是 谁敢保证 这铺子做出的糕点 全是用他们家的原料做的 尤其是 糕点铺吃死了人 那些供货的商骨 为了撇清关系 不踩月宁安一脚 就是好的 绝不可能站出来 为他作证 要知道 这个事一个不好 就会引火上身 要是月宁安为了脱身 倒打一耙 说他们的原料有问题 那他们就惨了 月宁安也知道 要请那些顾货商 作证很难 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 他也想好了预备的方案 可是 他病了三天起来 他手下的人却告诉他 事情办成了不说 还很顺利 这简直违背常理 月宁安不是仆人 他想得远比仆人深远 考虑的也更周全 遇到这种事 他高兴不起来 他第一反应是防备 是担忧 事出反常必有妖 莫不是有人算计我 月宁安当即沉下脸来 你这两天什么也不要做 立刻去打听 梅记的老板 最近见了什么人 什么事 不管大小 我都要知道 除了梅记 答应给我们作证的 另外几户商家 你也要打听清楚 无论大小的事 我都要知道 人遇到了事 尤其是突发的事件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都会不自觉地显露出来 哪怕是再喜怒 不形于色的人 不经意间 也会露出一些痕迹来 月宁安知道 他的人要打听到内情很难 但要打听一些旁之末节 却不难 而有了这些旁之末节的小事 他虽然不能百分百 猜出发生了什么事 但多少能看出一些门道来 就算是看不出什么来 事态有益 他多打听一些 都知道一些 也是好的 商场如战场 商场上的事 顺息万变 消息比什么都重要 月宁安 一直很注意 收集各方的消息 哪怕再不起眼的细节 也不肯错过 就怕有朝一日会用上 旁人只当月宁安 天生擅长经商 好似做什么 都能轻松地赚钱 却不知 他为了人钱的从容有余 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高点铺的案子 异常顺利 所有相关的人都愿意 为月宁安作证 而且态度非常好 事情顺利的 让月宁安很是不好 很明显 这件事背后 有人操控 旁的人不说 那几个大的供货商 有多难缠 月宁安是知道的 而且 这些大供货商背后 都有靠山 别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就算他还是陆府的大夫人 那些人 也不一定会给他面子 谁有那么大能耐 能让这些人听话呢 月宁安派人 将几个大供货商 这三天遇到的人与事 都查了一遍 发现他们最近 都搭上了京中的贵人 打开了不少新的渠道 而这些贵人 看似一点联系也没有 月宁安让仆人 去找那几个贵人府上的下人 打听消息 可惜 大把银子洒出去 却没有半点收获 时间太短了 且那几个贵人 又是老牌熏贵 不是他能接触到的 不过 有这些消息 足够让月宁安放心下来 那几家老牌熏贵 绝不是苏相可以说动的 而且 看那几个供货商 对他的热切态度 月宁安可以肯定 对方是有非敌 不会是赵启安吧 不怪月宁安这么想 实在是除了赵启安 他想不出别的人选 陆藏风 肯定是不可能的 陆藏风那天回去后 人就从京城消失了 据我听到的消息 说是出城了 具体去做什么 就没有人知道了 不过 我也不关心 陆藏风去哪里 去做什么 关我什么事 有这个闲工夫 我还不如赶紧 把手上的产业处理干净 把京中的关系稳固一下 免得我去一趟青州 便经这些人就忘了我 以后要做生意 又要重新开始 高点铺子的事 打听清楚了 月宁安心中的大石也落下了 月宁安也不着急 拖着病体 不紧不慢地 处理手上积压的事物 忙活了一个时辰 便决定先休息一下 不想刚放下账本 丫鬟就急急来报 姑娘 姑娘 不好了 丫鬟一脸焦急 面上还带着一丝惊慌 月宁安叹气问道 又怎么了 鹿 鹿家那位小爷 带人打上门来了 你说什么 鹿飞宇 月宁安头一歪 诧异地道 鹿飞宇 她事情教训不够吧 居然还敢打上门 奴婢也不知 奴婢听他们叫什么飞爷的 鹿飞宇还真是 我先前顾忌她姓鹿 不好对她怎么着 她自己倒是撞上来了 行了 不就是一个傻喘的小年轻吗 怕什么 扶我出去 苏家带人打上来 她还会忌惮两分 她太清楚苏相那人了 苏相她做事不择手段 心狠手辣 当然这些 都不是月宁安 忌惮苏相的原因 月宁安真正忌惮的 是苏相权势大 手腕高 便是纵着仆人 把她打死了 凭苏相的身份 与手腕 也能轻易地 把事情摆平 她要落到苏相的手里 死在苏相手里 那也是白死 陆飞宇不同 陆飞宇就是一个 被陆家宠坏的少年 便是带人打上门 也只是面子上 占一点便宜 她还真的不在意 月宁安大病 还未痊愈 身体虚弱得很 走了两步发现 还是很累 索性不着急 让人抬软轿来 前院发生那么大的事 仆人都吓坏了 听到月宁安要软轿 仆人飞快地跑过来 抬着月宁安就去了前院 刚走过中间小花园 月宁安就听到了 乒乒通通的打杂声 还有陆飞宇 飞扬跋扈的叫嚷声 杂 全都给我杂了 有什么事 非掩我兜着 你们不能杂 不能杂 你们不能杂呀 别杂了 月家的仆人 带着哭腔大喊 很快就被陆飞宇的声音 盖过来 一个破落的商户 还敢算计我陆家 今天要是不给他一点教训 他还真当自己 是一品夫人了 砸 假山也给砸了 门 窗 都砸了 全部都不要留 砸个干干净净 人就不要动了 我们陆家 虽然不好欺负 但也不是仗势欺人之辈 月宁安要不是惹恼了我 我也不至于砸他的家 陆飞宇身上的伤 还没有好 由小兵搀扶着 站在正中央 如同指挥大军进攻的将军 挥斥方求 毫不气派 月宁安坐在软轿上 由仆人抬着过来 他歪着头 左手支着脑袋 看到了前院 一片狼藉 陆飞宇带来的人 如同恶狼般 疯狂地打砸前院 面上笑了 我倒是谁 原来是陆小公子 许久不见 陆小公子可好 月宁安还带着病态 语气轻轻柔柔 没有一丝火气 打砸得正欢的小兵 听到月宁安的话 抬头看了月宁安一眼 见他笑容满面 高高在上地坐着 手上动作一顿 不知为何 竟是砸不下去了 月宁安 你终于出来了 陆飞宇见到月宁安 脸上愤怒 有如实质 看到月宁安的眼神 像是要吃了他一样 月宁安没有搭理他 而是对仆人道 放我下来 再去搬把椅子过来 是 下人原先 也是吓了一跳 可见 月宁安沉稳如常 也定下心来 前院被陆飞宇的人 赶到一旁 瑟瑟发抖 却不敢动的仆人 见到月宁安出来 也纷纷围了上来 像是找到了主心谷 姑娘 你可来了 多大点事 不用慌 月宁安安抚的一笑 转头 又对一旁将住的小兵道 砸呀 怎么不砸了 我听得正高兴呢 啊 将在原地的小兵 一时之间 竟是没有反应过来 月家这位姑娘 是不是气疯了 月宁安 你疯了吧 陆飞宇想到 自家被搬空的宅子 怒火震望 恨不得扑上钱 把月宁安给撕了 可听到月宁安的话 她反倒不动了 月宁安想干什么呀 月宁安没有看她 眼眸微合 又催促了一句 咋呀 你们来 不是咋我家的吗 这才哪儿到哪儿 接着砸呀 停下来干嘛 月宁安 语气温柔 像是闲话家常 可是 打砸的小兵 却不知为何 莫名感到了一丝寒意 举起的木棒 怎么也砸不下去了 还不快砸 月宁安的声音 突然一冷 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 不知是谁 竟然吓得手一抖 把一扇琉璃窗户 给砸碎了 陆飞宇脸上涨红 怒吼 不许砸 我的人凭什么 要听月宁安的命令 可一说完 陆飞宇又惊觉 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补了一句 我让你们砸了吗 飞爷 这 这不是你让我们砸的吗 小兵听到陆飞宇的话 委屈地嘀咕了一句 给我闭嘴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 陆飞宇恶狠狠地 瞪了小兵一眼 面上又羞又恼 一群鱼目脑袋 居然连听谁的命令 都分不清 我怎么就带了一群 这么蠢的人来 要是我四哥那十二亲位 一定不会这么没有颜色 可惜我四哥不在 他戒不到人 不对啊 要是我四哥在 想到陆藏风 陆飞宇一个哆嗦 只觉得屁股上的伤 更痛了 连忙摇了摇头 不敢再往下想 他暗暗呼了口气 再度看向月宁安 又是那个 跋扈飞扬的陆家小爷 他一脸凶向地 朝月宁安吼道 月宁安 你今天跟我说 什么都没用 找谁来都不清 今天你非野我 不把你这破家给砸了 我就不姓陆 是吗 那非野你请自便 人手不够 要不要我借几个人给你 月宁安 看也不看陆飞宇 抬手示意下人 扶他起来 款款走上前 在下人搬来的椅子上坐下 月宁安一落座 下人就知理地 把软轿抬了下去 免得挡路 陆飞宇被月宁安 不按理出牌的举动 气得扬倒 他咬牙切齿地道 你 你以为我不敢吗 咋呀 又没有人拦你 月宁安坐下后 又对下人招了招手 只取一碟点心 和茶水来 你 你什么意思 月宁安 我可是真的要 把你家给砸了 陆飞宇气得不行 他带来的小兵 拿着木棍 也是一脸无措 见月家下人 齐齐看向他们 一个个竞缺地别扭极了 先前我们打杂的时候 月家的下人也在看着我们 那时我们只觉得得意 现在 第六十四集 听了陆飞宇的话后 月宁安道 非爷自便 我月宁安要是拦一下 就把月字倒过来写 月宁安笑得云淡风轻 配上他虚弱的外表 竟是有几分岁月静好的平淡 可是 现在的情况是 陆飞宇正带着人打砸他的家 他不生气就算了 还敬什么好吧 陆飞宇莫明觉得不对 不敢再叫人砸 对上月宁安平静的表情 一时间竟有些气短心慌 月宁安 你 你就这么让我砸 月宁安这么好说话 先前在陆家 月宁安可是凶得很 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主 还有这次让人上门讨债 把我陆家搬空了不说 他害得我陆家四房名声 扫地人人嘲讽 幸亏我这两天一直在家里养伤 不然一出门 指定没人嘲笑死 我妹妹最近就不敢出门了 说是没脸 一出门就被小姐妹们嘲笑 月宁安见陆飞宇 蠢得问出这么白痴的问题笑了 他缓缓起身 直指正门口 被陆飞宇的人打烂的大门 好脾气的道 前几日苏府的管家砸了我家的大门 一扇门板赔了我十万两 我月家的大门值二十万两 苏相是认可了的 飞爷回去后 气得让人把银子送过来 一块破门板 你跟我说值十万两 月宁安 你怎么不去抢啊 陆飞宇一听 顿时就慌了 张红着脸大骂 他现在一听到银子就害怕 先前月宁安让人上门讨债 他不肯还 之后月宁安就没有别的动作 他还以为月宁安怕了 这事过去了 却不想 第二天下午 就有一群泼皮无赖 坐在他家门外 敲锣打鼓地说 他欠钱不还 这还不算 那群泼皮无赖 还拉了一块长条白布 上面写着欠债还钱四个血字 他让护院上前驱赶 可还没碰到他们 那群泼皮就大喊大叫 说他陆家少爷 仗势欺人 欠债不还 还打人 他气得不行 让人去求四哥 四哥不肯管 他又去找官府的人来 本以为官府的人来了 肯定能把那群泼皮赶走 可是 人确实赶走了 他们却在大街上 拉着血字白布 大喊大骂 他再去找官府 官府派了官差来 却是一脸为难地说 这个陆少爷 人家是正经的讨债 手中有贵府主子 亲手写的欠条 还有那地界是大街上 小人无权驱赶 他气得差点 从床上摔下来 伤口都崩开了 他痛得不行 等到大夫处理完 听说事情已经闹大了 整个汴京城的人都在传 说他娘欠债不还 让他陆家少爷仗势欺人 欺压百姓 他气得险些吐血 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能再去求他四哥 他四哥就一句 让他把欠的银子还了 可他家哪来的银子 而且 他也不认为 月宁安真有那么大胆 敢跟他们陆家作对 他又拖了两日 想让月宁安知难而退 不想外面越传越难听 最后陆二夫人与陆三夫人出面 座主把他们四房的库房打开 想取银子还债 结果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只有一些不值钱的家具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把他们四房院子里的摆件 和产业卖了 东拼西凑 凑出五万两银子 把钱还上了 这么一来 他们四房也彻底地掏空了 陆飞雨气得不行 月宁安害得他颜面尽尸 又把他们四房掏空 他现在连给苏家的聘礼 都凑不齐 在家养了两天 勉强能下床 打听到陆藏风不在府上 陆飞雨就忍不住 带人打上门了 月宁安害得我颜面尽尸不说 还害得我家产全空 我又不给月宁安一个教训 往后在汴京城 还有谁把我飞爷放在眼里 陆飞雨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愤怒 恶狠狠地瞪向月宁安 月宁安 你怕是想钱想风了吧 一扇破门 你居然说值十万两 你去抢吧你 抢是犯法的 而且 抢钱 没有这个来钱快啊 月宁安 看着陆飞雨那怂样 就忍不住笑了 用缠成猪蹄的手 指了一纸旁边的石头 太湖的石头 我当时买了一船 连同运费一起七千五百两 琉璃窗 我买的是周家出的 周家专供皇室 窗户大小的琉璃 就得要五百两 飞爷 你的人 砸了我多少块琉璃窗 我砸了就砸了 怎么着 你还敢让我赔不上 陆飞雨听到月宁安 张嘴就是几百几千两的 突然感觉双腿发软 月宁安不会真的要我赔吧 我不会的 我可是陆家的小少爷 月宁安一个商户女 哪里来的胆子 敢要我陆飞雨来赔银子 哪里来的胆子敢得罪我 月宁安肯定就是吓唬我的 我是绝对不会上当的 苏家的人砸了我的门 都要赔我银子 飞爷 你觉得你比你岳父 还要嚣张吗 月宁安笑得温温柔柔 陆飞雨却是渗得慌 月宁安这人有点邪气啊 陆飞雨突然后悔了 后悔带人来砸月家 更后悔砸的时候 没有提前想好理由 平白让月宁安捉住了错 可后悔归后悔 陆飞雨仍旧是嘴硬的道 月宁安 我今天就把话撂这里了 你家我砸了银子 我没有 想让我赔 没门 月宁安一点也不生气 笑得依旧很好看 陆小少爷 这是我月家 不是你陆家 在我这里 可没有人纵着你 没钱 你带人来砸什么宅子啊 不赔 陆小少爷 你第一天认识我吗 陆飞雨 是闲在我手上栽的跟头 还不够狠吧 看样子 我得再教教陆飞雨 这位不知人间疾苦的小少爷 做人的道理 不然 一次又一次的砸上门 没完没了 月宁安 我就不信 你敢拿我怎么样 陆飞雨心里发虚 嘴上却很硬气 不肯在月宁安面前示弱 陆小少爷说的是 我是不能拿你怎样 但是 这世间有的是人 能收拾你 月宁安摇了摇头 同情地看着陆飞雨 你知道 你和苏寒烟的赐婚圣旨 是怎么来的吗 蠢成这样 得亏你会投胎 投生在陆家 有人护着 要投胎到别家 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你总不会告诉我 是你求来的吧 陆飞雨不知月宁安 怎么突然提起她 与寒烟的婚事 可这没有关系 并不影响她嘲讽月宁安 哪想到 月宁安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真的很不幸 你猜对了 你觉得我会信吗 陆飞雨美好气地 携了月宁安一眼 本集播讲完毕 请过 第六十五集 陆飞雨鄙视地 看着月宁安 心道 我是觉得你月宁安 邪门不好者 可我又不蠢 你月宁安什么身份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你哪来的脸 你说我和寒烟的婚事 是你求来的圣旨 脸真大 你想想 除了我 还有谁 会把你们这对 痴男怨女 凑成一对 月宁安说话的时候 又退回椅子旁 重新坐了下去 陆飞雨又不是陆藏夫 我不需要给陆飞雨尊重 这蠢小子 根本就不值得 陆飞雨一正 竟是找不到话反驳 可他实在是无法接受 这个事实 连连摇头 我不信 不需要你信 我只想告诉你 我能让皇上赐婚 就能让皇上 收回赐婚的圣旨 你信不信 陆藏风不是说 我满身心眼 爱算计人心吗 我现在就算计 给陆藏风看 我奈何不了陆藏风 还奈何不了 陆藏风的蠢堂帝 你 不可能 陆飞雨咬牙 心里却已经动摇了 屁股上的伤 也越来越痛了 叫她险些站不住 月宁安看她这样 不由地摇头 你 还想娶苏寒烟 当然想 我三年前 在边疆见到寒烟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她了 哪怕 苏寒烟喜欢的人 是陆藏风 你也不后悔吗 月宁安看着陆飞雨 目光却没有焦点 像是透过陆飞雨 在看别人 这世间 总是不缺愚蠢的痴情者 月宁安 你少挑不理见 寒烟喜欢的人是我 我跟寒烟有三年的感情 不是你两句话 就能挑拨的 陆飞雨 自信十足地说道 月宁安淡淡汉手 既然如此 我就成全你 愿你与苏寒烟 有情人终成眷属 陆飞雨这种人 真的蠢得叫人 喜欢不起来 蠢得让我 连话都懒得说 说了陆飞雨也听不懂 月宁安身体还很虚弱 说了两句话 人就犯懒了 他靠在椅背上 左手肘 是在扶手上 撑着脑袋 慵懒得道 陆小爷 你不是带人来砸我家吗 还要不要继续砸呀 不砸 我就让人把清单列给你了 什么清单 陆飞雨眼神闪烁 心中也有猜测 刚压下去的回忆 又涌了出来 我觉得我上了 月宁安的当啊 现在总还来得及吗 砸了我的家 你真当你说不赔 就能不赔的吗 陆飞雨 你真当自己 是天王老子呢 我便是不赔 你奈我何 陆飞雨滚刀肉一样 不怕死地挺了挺胸膛 嘴硬地道 陆大将军 打的是你的脑子 不是你的屁股吧 月宁安 扫了一眼 陆飞雨的下身 陆飞雨本能地绷紧身体 摆出了一副 强壮的样子 你说我没有带脑子出门 你总算听明白人话了 行了 陆小爷 我若说得委婉 怕你听不明白 那我就直说了 你陆小爷出身高贵 你陆家全大势大 你要砸我家 我没胆子阻拦你 你随便砸 只要你陆小爷高兴就好 陆飞雨听到月宁安这番话 面上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哼 你砸了我的家就得赔 这里就是说到皇上面前我也不怕 我 陆飞雨气炸了 可他才说了一个字 就被月宁安打断了 别急着说你没银子 你不赔 陆小爷 你没听到我的话吗 我有办法说动皇上 为你和苏寒烟赐婚 就能说动皇上收回成命 你若想娶苏寒烟 就老老实实地赔钱 少一个童子 我都让你取不成苏寒烟 一再被月宁安威胁 陆飞雨气疯了 月宁安你以为你是谁 一介商女 连皇宫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还说动皇上赐婚 牛皮也吹得太大了 月宁安一定是在吹牛 一定是在吓我 我才不信 陆小爷 看样子 讨债的那些人手段太温和了 没让你吃够教训 月宁安倾笑 抬了抬手 示意管家上前 管家 算一算陆小爷 现在砸了多少银子 是 姑娘 管家取下挂在腰间的小算盘 当着陆飞雨的面 一边拨算盘 一边报数字 大门砸坏一扇十万两 太湖的骑石七千五百两 琉璃窗户九块四千五百两 苏州运来的橙青树三棵 三百六十五两 管家 噼里啪啦地拨动算盘 算盘珠子来回撞击 发出一声声脆响 好听得紧 可陆飞雨听到耳朵里 却觉得像是索命的符咒 直觉告诉陆飞雨 绝不能让岳家的管家 把总术报出来 只要一报出来 他铁定要赔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走 陆飞雨也顾不得什么面子里子了 招呼一声呆滞的小兵 就带着人落荒而逃 走走走快走 陆飞雨带来的小兵 听到陆飞雨的话 将手中木棍一丢 跑得飞快 一眨眼的功夫 人就不见了 哦 一共是 管家正要报数字出来 就看到陆飞雨一群人 像是身后有恶鬼在追一样 一个个跑得飞快 小姐 这 管家拨算盘的手一顿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陆家的小爷 这么怂啊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砸了我家 跑就没事了 这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陆飞雨以为 跑了就没事了 把我家砸成这样 拍拍屁股就可以走 陆飞雨把我悦宁安 想得太善良了 也太好欺负了 去 报官 就说 让官府派人过来看现场 你再把清单给我整理好 送到城外的军营 让他们把清单交给陆大将军 陆家四房是什么情况 月宁安 比任何人都清楚 陆飞雨顶着陆小爷的名头 听着响亮 实际上 就是一个穷鬼 被瘸子六炸了一遍 陆家四房 怕是连一百两都凑不齐 他压根就没想过 让陆飞雨赔偿 他的目标是陆藏锋 陆藏锋不是说我心思多吗 我就多给陆藏锋看 陆藏锋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想要我的赵夜御狮子 做梦 姑娘 万一他们不肯帮我们转交怎么办 陆大将军身边的人呢 对我们可没有好脸色 没关系 不是还有官府吗 等官府的人来了 让他们做份记录 把我们家被砸的物件 全部登记好 万一没人帮咱们转交 就让官府的人帮我们交 月宁安满不在乎的道 第六十六集 月宁安扮演双眸 将眼中的思绪遮住 旁的人我没有信心 但给陆藏锋送东西 我有一千种办法 送到陆藏锋面前 我就是不乐意 对陆藏锋用手段吧 管家总觉得 这两条路都行不通 可他劝说了一句 月宁安没有听 管家不敢多言 只得按月宁安交代的办 月家这处宅子 就在皇城脚下 一报官 官府马上就派官差过来 官差看到月家被砸得破破烂烂的宅子 吓了一大跳 哎哟 这是剑贼了 这大白天的也太嚣张了 哎呀 陆家那位小飞爷 心气不顺 带人来砸的 好好的院子呀 全给砸了 管家也不怕丢人 如实说道 这事儿瞒不了 陆飞与带人闯进来时 所有的邻居都看到了 我们就是想要脸面 把这事儿压下去 也没有那个能耐咯 更何况 陆小少爷带人打上门 欺压普通百姓 丢脸的是陆家呀 我们家要瞒什么 我们月家本来就不如陆家 被欺负了 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哎呀 你们还真是 官差摇里摇头 同情地看着管家小声道 这算是私事 不用报官吧 嘿哟 差爷放心 我们哪 不为难你们 我们姑娘的意思是 请差爷来现场看一眼 好为我们做个见证 确定我们月家的损失 旁的呀 我们自己会解决的 这有用吗 哎呀 差爷放心嘛 陆大将军 一向公正无私 定会给我们月家 一个公道 嗯 也是 有陆将军在呢 差爷一听就明白了 月家的打算 虽然他们心里 并不认同月家的做法 面上却没有多说 这月家与陆家的关系 复杂着呢 我们这些外人 还是少掺和得好 官差按管家的意思 在现场看了一遍 记录了月家的损失 那份记录 与管家所列清单一样 只是官差的记录上 并没有金额 一是两份 你们留存一份 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就签字画鸭了 官差记录完 又抄录了一份 让管家签字 多谢差爷 管家看完 当场签字画鸭 官差也落了一个印 而后留存一份 一份给了管家 事情办完 官差也不久留 当即就走了 连赏银都没有要 这月家不到半个月 大门被人砸了两回 已经够惨了 这银子呀 我们拿着烫手 管家把官差送走后 就带着清单 与官府落了印的记录出城 去城外大营了 管家也不知 陆藏锋在不在大营 只是陆府没有人 他们只能把东西 送到城外大营 管家心里没有抱什么希望 不过是听从了 月宁安的命令 跑一趟罢了 不想他一表明身份 说明来意 小兵就让他等着 而后没多久 就有人请他去见陆大将军 哎呦 竟然这么顺利 陆将军就在军营 还肯见我 管家晕晕乎乎的 直到见到陆藏锋 才回过神 管家恭敬行礼 不等陆藏锋多言 就把自己来意说了一遍 并且呈上官府出具的记录 和他那张写有价格的清单 陆将军 这是飞羽公子 砸坏的物件 小人已报了官了 官府做了记录 陆将军 您可以去查 另外 这张清单 是我们月家开出来的 上面标明了 被飞羽公子 砸坏的物件的价钱 还请飞羽公子 尽快核实 如无异议 请赵家赔偿 管家也算是见过世面的 可在陆藏锋面前 说这些话时 却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我来之前呢 根本没想到陆将军 会召见我 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 也不知有没有说错话 管家说完 垂着头 心中暗暗后悔 没有信他们姑娘的话 没有提前做好准备 你们家姑娘呢 陆藏锋扫了一眼清单 面上看不出喜怒 哦 我们家姑娘 在家休养 管家脑子有些晕 还没有想明白 就回答了 休养 是 我们家姑娘 前些日子病了 管家也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晕晕乎乎地答道 病了 什么时候的事 管家终于回神 可他前面 说得太多了 这个时候 不说也不行 且月宁安生病的事 也不是秘密 陆藏锋问起 管家就如实答了 回将军的话 我家姑娘病了快五天了 前些天一直高热不退 这两天才好些了 五天 就是我去找月年的那天 她就已经生病了 我当时看她中期时速 不想生病 莫不是 被我下病了 行了 告诉你们姑娘 陆家会招架赔 管家一时没反应过来 等反应过来 人又晕乎了 哦 小的明白了 刚刚陆大将军说 要招架赔 那可是十多万两银子呀 这也亏的呀 陆飞雨带来的人 只砸了一扇门 要是两扇门都砸了 按我们姑娘开的架 那就是二十万两 我们家姑娘 摆明了是敲诈 陆将军明明知道 怎么还同意陪城啊 管家一头雾水 直到走出营地 回到城内 给月宁安赴命 管家还是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陆将军这么好说话 倒是月宁安 听到管家的话 一点也不意外 那天 我跟陆藏锋说了那么多 陆藏锋便是铁石心肠 也会有所触动 而且 这事本就是陆飞雨理亏 陆家理亏 陆藏锋答应赔偿 不是应该的吗 打发走管家 月宁安 举起自己包成粽子的双手 笑了 自残的伤 终于派上用场了 我没有骗老头 月宁安准备好了苦肉计 只等陆藏锋上门 可不曾想 他没有等到陆藏锋 却等来了赵启安 赵启安和上次一样 突兀地出现在 月宁安的书房 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 不同的是 他上次衣着整洁 从容不迫 这一次 却是风尘仆仆 满身都透着疲累 身上衣服 更是像晒干的咸菜一样 馋在身上 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那味道很难形容 像是汗臭味 混着血腥和粪土的味道 似乎还有湿臭味 也不知赵启安去了哪 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月宁安看着 突然出现的赵启安 眉头微凝 却没有表露出咸雾之色 月宁安 有没有吃的呀 赵启安在月宁安对面坐下 动作随意 半点架子也没有拿 就像是在老友家一般 本集播讲完 第六十七集 赵启安脸上的面具 有些暗淡 声音沙哑 一副泪狠了的样子 月宁安错愕地 看着对方 赵大人 我们没有那么熟吧 本座去了一趟甘林寺 赵启安嘴唇干裂 还有血块 他舔了舔唇说道 你 月宁安猛地站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赵启安 赵启安点点头 如你所想 本座找到了你娘的尸首 把你娘的尸首带了回来 换一顿饭月宁安你还行 我可是为了你 差点把小命都交代在甘林寺 这一瞬 月宁安就冷静下来 他坐了回去 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背挺地笔直 冷静 却不失强势地看着赵启安 赵大人 你想要什么 想要得 先要舍 月宁安一直都清楚 这世间不会有天上 掉馅饼的好事 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好 赵启安他付出这么大 所图必不会小 不过 为了换回他娘的尸首 只要不触及他的底线 什么代价他都愿意付 你觉得本座 想要什么呢 赵启安突然作证 周身气息陡然一变 瞬间变得暴力很辣 他阴冷地看着月宁安 高傲地开口 月宁安 你身上还有什么 值得本座费心思的 我费了这么大的心力 想要让月宁安你高兴 你月宁安就是这么回报我 这个女人 还真是懂得 怎么才能激怒 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 值得赵大人图谋 还请赵大人明示 月宁安 不知赵启安 为何突然变脸 不过 想到他与赵启安的几次见面 赵启安都是这般喜怒无常 月宁安也就习惯了 赵启安气急 他学着月宁安 将双手交叠 放自说前 上身却往前倾 以极具压迫性的姿态 看着月宁安 阴狠地道 如果本座说 本座要你 要我 月宁安 面色不变地拒绝道 月家不卖女儿 赵启安 你这个要求 我办不到 那就没得谈 赵启安猛地往后一靠 双手一摊 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月宁安秀眉微宁 强压下心中的反感道 赵大人 你是认真的 本座什么时候 跟你开过玩笑 赵启安 斜靠在椅子上 双脚交叠 架在书桌上 脚尖时不时地晃动一下 要我的人 还是身体 月宁安 仍旧没有变脸 冷静得好像 不是在谈他一样 你这个人 本来就是本座的 至于你的身体 把衣服脱了 先让本座 验验祸 赵启安 一副浪子的风流样 嘴里满是轻条的话 显然是没把 月宁安当回事 毫不掩饰地 羞辱月宁安 月宁安 仍旧没有一丝情绪起伏 就好像 被赵启安 用言语羞辱的人 不是他一样 甚至月宁安 还平静地站了起来 说了一句 好 我知道赵启安 你在激怒我 我怎么可能会上当 在这里可以吗 月宁安问了一句 不等赵启安回答 就开始解外衣上的盘扣 你 赵启安气得快要炸了 你这个女人 居然宁可被我羞辱 也不肯低头 明明你可以去求陆仓锋 为什么就不能求我 明明你在陆仓锋面前 会哭会笑会闹 为什么在我面前 永远是这副 冷静自食的样子 我比陆仓锋差在哪儿 我都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你为什么不生气 为什么不骂我 为什么不跟我吵 为什么还能冷静地 跟我谈判呢 赵启安气炸了 可当他看到月宁安 缠着绷带的双手 他所有的怒火与不满 一刹那就消退了 他猛地跳起来 指着月宁安的手 你的手怎么了 明明担心得不行 可话从赵启安嘴里说出来 却是凶恶与不满 手啊 受了点小伤 月宁安举起双手 晃了一下 怎么会伤到手 赵启安冷着脸逼问 闲得没事 自己弄的 自残 月宁安 你居然蠢成这样 是啊 月宁安毫不否认 拆开 赵启安不用问都知道 月宁安必是为陆藏锋自残 气死我了 我为月宁安你拼命的时候 月宁安你居然为了陆藏锋自残 如你所愿 赵大人 月宁安先前虽然硬得干脆 可他根本没有想过 在赵启安面前宽衣解带 他还是有羞耻心的 现在见赵启安的注意力落在他手上 没有再提脱衣服的事 月宁安暗暗松了口气 对赵启安的要求也极力配合 让我解绷带 总比解衣服的好吧 只是 月宁安两只手都缠了绷带 截起来有些笨手笨脚 赵启安站在月宁安对面 见他解了半天 也没有把绷带解开 心中着急 故作不耐烦地走上前 凶巴巴地抓住月宁安的手 连个绷带都不会解 你还会干什么 月宁安的手腕 被赵启安抓得生疼 却没有动 他看得出来 赵启安的状态很不好 浑身都散发着不耐烦的气息 此时惹怒他 明显是不治 赵启安的动作很快 说话间 就将月宁安手上绷带解开了 露出他手心早已结痂 快要看不出来的伤口 气得想要揍人 你骗我 赵启安猛地甩开月宁安的手 阴冷地看着他 月宁安你这个女人简直过分 诶 居然好了 赵大人果然是神人啊 我这伤见到你都自动痊愈了 月宁安却不敢呼通 他举起他的双手 夸张地大喊 月宁安早就知道 他的伤口好得差不多了 毕竟天天用血浴膏抹着 那么点伤口 养了三五天 还能不好吗 他之所以还包着绷带 不过是为了等陆藏锋 好叫陆藏锋知道 他为他自残受伤 他哪里会知道 陆藏锋没有上门 赵启安反倒上门了 还要他拆开绷带 不过比起解衣服 他觉得拆绷带挺好的 哪怕赵启安会生气 可生气了才好啊 生气了才会忘记 先前谈的条件 不是吗 月宁安一脸夸张地 看着赵启安 眼里还闪着崇拜与佩服 漂亮的毛子里 全是赵启安的影子 赵启安明明知道 月宁安是装的 可是看着近在咫尺 笑叶如花 满心满眼 都是他的月宁安 赵启安一点气 也生不起来 我真的是败给你月宁安了 你月宁安刻 把我刻得死死了 你这个女人 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 赵启安的心 已经软了下来 嘴上还是十分地冷硬 月宁安你这么骗我 我绝不请你原谅 我一定要你月宁安求我 听了赵启安的话后 月宁安道 赵大人 我说的是真的 早上我才上过药 那时还红红的一片 养得厉害 不想大人您一回来 这伤他就好了 月宁安一边说 一边暗暗观察 赵启安的情绪变化 他不知哪句话 戳中了赵启安的心窝 见赵启安眼中的狂风 暴雨消散 周身的暴力渐消 暗暗松了口气 原来赵启安想听好话 想被人当英雄崇拜 没有问题 我成全你 作为伤后女 月宁安一向拿得起架子 也放得下身段 只要能把这位哄高兴 哄得他忘了先前的条件 哄得他将他母亲的尸骨拿出来 他不介意再谄媚一点 发痒就是再好 赵启安没好气得到 你别告诉本作你不知道 我很少受伤 真不知道 月宁安睁大眼睛 看着赵启安 不闪不闭 以此证明他没有撒谎 没有心虚 也顺便满足一下赵启安 想要被人崇拜的心情 就像他对陆藏锋所说的那样 作为伤女 哄人开心是他的本能 他的喜好并不重要 赵启安被月宁安 看得一点脾气也没有 转念想到月宁安手心的伤 虽然好了 可先前确实受了伤 心里的那点被欺骗的小不满 也就消失了 他的目光再度落在月宁安手上 就看到月宁安手腕处 一圈醒目的青子 赵启安将注 这伤好像是我弄伤的 不是故意的 月宁安会不会原谅我 赵启安心生愧疚 可他说不出道歉的话 便当作没有看到 冷着脸问道 陆藏锋他做的什么 让你不惜自残呢 没什么 就是他那个堂弟 带人把我家砸了 见赵启安不追究了 月宁安便坐了回去 他不想离赵启安太近 这个男人极具侵略性 他一出现 他就忍不住防备 更不用提靠近了 陆飞宇 他砸了你家 赵启安不是一个讲规矩的 他一个转身 坐在了书桌上 侧身躺下去 以手支着脑袋 隔着面具 与月宁安面对面 这个距离 近得让月宁安心生反感 这个姿势 随意地让月宁安暴躁 偏偏这个男人 就是一个神经病 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而且手上 又有他母亲的尸骨 他根本得罪不起 月宁安极力忽视 赵启安的存在 说道 陆小爷丢了脸 奈何不了旁人 拿我出气 很正常 柿子挑软的捏 很不幸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真的就是一颗软柿子 要不要本座出手 帮你教训呢 赵启安看着月宁安 等月宁安开口 不想月宁安 像是没有听到一般 忽然道 赵大人不是饿了吗 要不要吃东西 你 赵启安被月宁安 转移话题的本事 气到了 依你的聪明 你明明有更好的手段 转移我的注意力 为什么非要这么声音 让我不想 看出来都不行 吃吗 月宁安又问 吃 你陪本座一起 赵启安很想有骨气地说不吃 可是看着月宁安 张张合合的红唇 他突然想吃了 赵大人有什么忌口吗 月宁安站起来 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总算与这个死变态 拉开了距离 凑得那么近 眼神那么凶 面具那么冷 说的话那么怪 我真的有点怕 这男人喜怒不定 下手狠辣 我琢磨不透他的心思 我的病才好 没精力跟他周旋 我的手腕 现在还痛着呢 陆藏锋爱吃的 本座都不爱吃 赵启安赌气地说道 见月宁安起身 赵启安也坐起来 不过 他仍旧坐在桌子上 随手拿起桌上毛笔 在手里转来转去 月宁安嘴角微抽 看了一眼 阴晴不定的赵启安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任命地 去为赵启安准备吃食 赵启安看着月宁安 离去的身影 想到月宁安 亲手为他准备吃食 心情好了起来 可是一想到 陆藏锋现在的一日三餐 还是月宁安精心准备的 赵启安的脸色 又阴了下来 手中的毛笔 应声而断 陆藏锋 赵启安将手中断笔 重重地砸了出去 啪的一声 断笔砸向一侧的薄骨架 摆在上面的陶瓷百剑 硬声落下 碎了一地 赵启安看着地上的碎片 脸上闪过了一抹不自在 随即 赵启安飞快地跃下桌子 大步走到薄骨架前 趁着没有人注意 将地上碎片收了起来 又撕了一角一摆 将碎片包起来 悄悄地藏到月宁安的书桌下 这还不够 赵启安还悄悄地 把角落里的一个陶瓷百剑 放到原来的位置 以免空出一块 让月宁安看出异常 本座果然极致 收拾好了 赵启安又后退两步 盯着薄骨架看了两遍 确定看不出异常 这才满意地点头 大人 饭食好了 门外 响起了月宁安的声音 赵启安装作 什么也没有发生 飞快地在书桌前坐下 矜持而冷傲地道 进来 大人 请用 赵启安的身份 见不得光 饭食是月宁安 亲自端进来的 分量不少 反正月宁安的手腕 都酸了 一放下 月宁安就忍不住 揉了揉手腕 赵启安看了一眼 月宁安揉得正是 被他掐紫的地方 别开眼 假装没有看到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 月宁安的手腕 是我弄上了 月宁安给赵启安 端来的饭食不少 可并没有陪赵启安 一起吃的打算 我刚刚为了讨好赵启安 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我怕对着赵启安吃东西 会忍不住吐出来 赵启安刚刚做了坏事 心里有那么一点小心虚 再加上他着实饿得慌 也就没有要求 月宁安陪他一起吃 这个点 月宁安肯定是 刚用过晚上没多久 再吃也确实是勉强的 赵启安自以为体贴 在月宁安的陪伴下 优雅却不时迅速地 将月宁安端来的饭菜 全部吃完了 吃撑了的赵启安 十分满足 有那么一刻都不想动呢 他靠在椅子上 手里捧着月宁安 为他准备的消食茶 就像是一只 被人顺了毛的大猫 慵懒而惬意 神情透着一股眼足 要是此刻 他摘下面具 定能看到面具下的他 脸上有多么欢喜 月宁安坐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赵启安 等着他开口 赵启安把我娘的尸骨带来了 肯定是有所图 先前说什么要我 要我脱衣服 不过是为了激怒我 绝不是赵启安的真正目的 第六十九集 月宁安看着赵启安暗倒 只要赵启安肯开口 只要这事能谈 我就没有什么好担心 没让月宁安等太久 赵启安把手上的茶喝完 放下茶杯就到 月宁安 我们好好谈谈 好 月宁安见赵启安 终于正常了 不再发疯了 心底也松了口气 先前 赵启安 赵启安癫狂肆意的样子 着实惹人讨厌 赵启安吃饱喝足 心情大好 神情疏懒得到 我记得 你手上有两匹 价值千金的赵叶玉狮子 对不对 赵启安 一想到月宁安与陆藏风 并驻驾而行的画面 就觉得刺目 再想到月宁安 花大价钱买了两匹赵叶玉狮子 就是为了与陆藏风共骑 赵启安就更不高兴了 月宁安我吗 那两匹赵叶玉狮子我也要 赵大人 你来晚了一步 那两匹马 现在已经是陆大将军的 月宁安就不明白了 这两匹马 他又不是今年才买的 先前一直没有人问过 怎么这两天 都盯上了他的马呢 你送给了他 赵启安的声音 一下子就冷了 隔着面具 月宁安都能感觉到 他的音质与不满 月宁安倒是不怕 只觉得烦躁 任谁 也不愿意天天面对 这么一个喜怒无常 说变脸就变脸的神经病啊 月宁安心里烦归烦 面上却不显露半分 依旧是笑着道 大人说笑了 我是什么人啊 哪有资格 给陆大将军送礼 月宁安自嘲了一句 不等赵启安询问 又道 前几日 我收集了沈家的犯罪证据 却又不知如何联系大人 那些证据 虽不是顶重要 可要是提前 让沈家知道了消息 我就白忙一场了 我想着陆大将军 乃是当事英雄 证人君子 就想托他 把证据转交给大人 不想 陆大将军 竟是十分有心 直接揽下了此事 陆大将军 帮了我一个这么大的忙 事后提出 要拿两匹赵叶玉狮子 作为报酬 我也不好拒绝 岳宁安 严谨一概地 将事情经过 说了一遍 虽然他小小地 坑了陆藏锋一把 可他 也没有扭曲事实 事宜 岳宁安毫不心虚 你说 你原本是想找本座的 赵启安的声音 一下子 就由寒冬的风霜 转为春秋的暖风 赵大人是我的主子 我拿到了沈家的犯罪证据 自然是交给赵大人你了 岳宁安不知道 他哪句话 让赵启安满意了 不过 想到赵启安 喜欢听恭维的话 也就不管自己 会不会恶心了 先把人哄高兴了再说 赵启安心中愉悦 面上却是矜持地道 你做得很对 下次啊 这样的事 你不用找陆藏锋转家 你直接去天下茶楼 找佟掌柜的 他是可信之人 岳宁安难得主动找我 陆藏锋那小人 居然给我打下了 这笔仗我记下你 赵启安在心里 给陆藏锋记上了一笔 嘴上却是大度地道 这事陆大将军出了力 既然他开了口 要那两匹赵叶玉狮子作为报酬 给他就是 左右不过是两匹马 价值千金的赵叶玉狮子 只要不是月宁安送给陆藏锋的 留着与陆藏锋一人齐一匹 在我赵启安眼中 就屁都不值 我赵启安会学好马 不过是两匹赵叶玉狮子 罢了 我想要吩咐下去 什么好马没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陆大将军帮了我一个这么大的忙 他想要两匹好马 而我正好有 给他也无妨 原先那两匹赵叶玉狮子 寄托了我对陆藏锋的少女情怀 寄托了我对陆藏锋的期待 现在 我放不下 也得放下 只是 我先前应下了 要把其中一匹送给陆十二 现在却被陆藏锋拿走了 看样子 我得再选一匹给陆十二 没办法 我不喜欢失信离人 那种感觉不舒服 嗯 你做得很好 赵启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郑玉再交代月宁安两句 突然想起皇兄交代给他的任务 赵启安心中一叹 说不出的郁闷 他知道 他一旦开口 月宁安必会不高兴 甚至还会怨恨他 可是 早死晚死都是死 先前他已经给了月宁安一次机会 是月宁安自己没有把握住 事宜 赵启安虽然不乐意 但还是开口道 月宁安 我们来谈谈 你母亲尸骨的事 终于来了 月宁安一点也不意外 他压下心中的激动 神色平静地道 大人想要什么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要冷静 不能被赵启安带着走 舍不得牺牲你自己 那就 拿你手中的铁矿来换 别说美 我知道你手中一定有铁矿 你骗不了我 赵启安还是没有忍住 把自己的私心夹在里面 给了月宁安一个选择 他原本是想偷偷地 独自一个人去拿回 月宁安母亲的尸骨 行哄月宁安高兴 可这事被他皇兄发现了 最后月宁安母亲的尸骨 落到了他皇兄手里 他皇兄说了 月宁安想要取回 他母亲的尸骨 就必须拿铁矿来换 他倒是不想答应 跟他皇兄争一争 又怕皇兄发现他的心思 进而阻止他与月宁安接触 是已 哪怕明知月宁安会不高兴 还是开口的 他也不想的 可尸骨在他皇兄手里 他能怎么地呢 他也很委屈的 虽然月宁安早就猜到 赵启安所图不小 此刻为言 心中还是咯噔一跳 只面上不动声色地道 大人 我没有必要骗你 我手上确实没有铁矿 果然 最终的目的 还是铁矿 皇上这是认定了 我手上一定有铁矿了 月宁安 现在主动把铁矿交出来 交给本座 你还有一条活路 等到本座查出来 你该知道后果 赵启安的心里 本就不痛快 见月宁安 半点也不体谅他 又摆出一副冷脸对他 语气 也带着几分冷力 这件事 我为月宁安争取过 你月宁安 真是不识好人心 月宁安 轻扯嘴角 无力地道 赵大人 我手上要是有铁矿 早就给你了 我真的没有 我不会承认的 打死我也不会承认 无论是陆苍峰 还是赵启安 谁来问我都一样 我月宁安 不会为男色所迷惑 也不会为 权势利益所诱惑 我手上没有铁矿 就是没有 赵启安很清楚 月宁安手上 有没有铁矿 哪怕他手上 没有任何证据 还是深信 月宁安手中 确有一座铁矿 只是他藏得很深 本集播讲完咯 请进入我的主页 第七十集 赵启安见月宁安 一再拒绝他的好意 一再推开他给的机会 赵启安也没了耐心 不快地道 月宁安 你非要一条路走到黑吗 赵大人 我没有铁矿 你要我交什么 一再被人逼问 月宁安也烦了 这些人没完没了 是吧 一个个的 都欺负我这个孤女 有意思吗 赵启安谋色微臣 威胁道 月宁安 你的两个仆人 你不想要他们的命 月宁安 你现在主动 把铁矿交出 我在皇兄面前 还能为你月宁安 多美言几句 看在你月宁安这三年 为前线战士 所做的功绩 皇兄铁定 不会计较你月宁安的错 但是等到这事过去 你月宁安再把铁矿上交 或者被我查出来 那月宁安你就死定了 青州家主之争 赵大人不想我参加了 威胁 我也会的 你赵启安真以为 我服了软 就是没了脾气吗 我退让 只是不想像刺猬一样 见人救诈 得罪人而不自知 更不想多添事端 但这并不表示我怕事 你赵启安非要闹 那大家一起闹好了 左右就是撕破脸皮 反正 我这人脸皮厚 就算是撕破了脸 我也可以当作 什么也没有发生 不参加 赵启安 声音一冷 突然放缓语调 阴森森地道 月宁安 本作再跟你说上一遍 不要威胁本作 也不要试图 跟本作谈条件 你还不够格 刚刚还乖顺了 怎么突然就尖锐了起来 女人都这么反复无常吗 月宁安不说话 用沉默来表示她的不满 赵启安也没有说话 就这么看着她 就在月宁安以为 他们这次的谈判 会就此打住 不欢而散时 赵启安突然笑了 好似刚刚 什么也没有发生 调笑得到 算了 你这个女人哪 不见棺材不掉泪 要你承认手上有铁矿 比杀了你很难 这样好了 月宁安 你亲本作一下 本作 就让你去祭拜你的母亲 如何呀 这就是赵启安 阴晴不定 心思百变 前一秒正正经经的 后一秒就胡来 让人永远也弄不明白 他到底什么时候是认真的 什么时候是耍人玩的 月宁安先前有心力 陪赵启安周旋 是因为他母亲的尸骨 在他的手上 是因为赵启安的目的 还没有暴露 现在月宁安知道 想要拿回母亲的尸体 就得拿出铁矿 月宁安第一时间就放弃了 拿回母亲的尸骨很重要 但是对他来说 活着的人更重要 既然知晓 自己做不到 月宁安就没有心思 与赵启安虚语威仪 听到赵启安的话 月宁安没有像之前那般配合 而是冷着脸 指着他身后的门道 出门左走 到了大街 往北走三里 就是春怀楼 赵大人 慢走不送 陆藏锋说得没错 他这个人现实得很 有利可图时 他可以不要脸面地讨好人 一旦见无利可图 虽不至于翻脸不认人 但也绝不会委屈讨好人 比如 他先前对赵启安的讨好 比如 他此刻对赵启安的冷漠 月宁安 你要本座去召计 赵启安生气了 很生气 月宁安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又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人 月宁安你知不知道 我这是背着我皇兄 在给你机会 不就是亲吻一下 亲吻一下很难吗 我脸上还戴着面具 月宁安你又不会吃什么亏的 就不能退让一步妥协一下 先前不是挺配合的吗 怎么这会又倔起来了 那是大人你的自由 我无权过问 我只是提供一个地方罢了 你赵启安要不要去 去了要不要赵记 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看月宁安冷冷清清的样子 赵启安气炸了 你 很好 月宁安 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你母亲的尸骨 赵启安猛地站起 丢下一句狠话 转身就走 砰 书房的门被重重打开 又被重重地关上 月宁安坐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 好半赏才低下头 双手虎之脸 无力地闭上眼 我不知道 我做得对不对 但我知道 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赵启安这人 深不可测 我根本不敢在赵启安面前 暴露我的弱点 我怕赵启安发现后 会将我啃得尸骨不剩 月宁安独自一个人 在书房待了很久 直到子时 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房休息 赵启安在月宁安的书房外 站了很久 他一直在等月宁安 出来给他道歉 他告诉自己 只要月宁安出来 只要月宁安叫他一句大人 他就原谅月宁安的出言不逊 就给月宁安一次机会 带他去他母亲的棺果前 可是直到他离去 他也没有等到月宁安出来 赵启安气得不行 眼睛不争气得红了 他很想问月宁安 这要是陆藏风 你还会叫他去照记吗 可惜的是 他没有机会问 有机会他也问不出口 月宁安独自一人 在书房待了许久 实在熬不住 才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卧室 时间不早了 下去休息吧 月宁安随口打发走了丫头 一个人不紧不慢地梳洗 而后宽衣躺在床上 只是 他一直睁着眼 迟迟不敢和尚 出身伤户的他 一向清楚该怎么选择 才能利益最大化 活着的人远比死去的人重要 在他母亲的尸骨 与活着的月家仆人中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他知道 他的选择是对的 可是 他心里仍旧难受 他躺在床上 身体累极困极 却不敢合眼 他怕自己一合眼 就看到他娘指责与不满的音容 他怕自己一睡着 他娘就入梦来责怪他不孝 娘 我对不起你 月宁安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看着床顶 泪珠一颗颗从眼角落下 他心里难受 比当日得知鹿藏风 修了他还要难受 他心里疼 宁紧地疼 一抽一抽地 让他快要喘不过气来 可是 如果重来一回 他仍旧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可他无法不难受 他就这么一直睁着眼睛 直到天明 晨光微息 当第一缕阳光 透过玻璃窗 折射进屋内 洒在月宁安的身上 月宁安就掀开了身上的被子 缓缓起身 一夜未睡 他的脸色苍白吓人 尤其是双眼 暗淡无神 眼眶下 清黑一片 昭显着主人的疲累 月宁安的动作 有些缓慢 他按了按 昏沉的脑袋 轻叹了口气 果然是老了 才一夜未睡 便感觉身体沉重 疲倦无比 本集播讲完毕 想关注主播的更多日常吗 第七十一集 事后月宁安的下人 听到屋内有动静 在门口轻唤了一声 确定月宁安醒了 便端着干净的水进来 好方便月宁安洗漱 丫鬟放下水 上前服侍月宁安 见他一脸憔悴 惊呼了一声 姑娘 你昨晚没睡好吗 别嚷嚷 别让老太爷知道了 是 姑娘 丫鬟不敢吭声 轻手轻脚地 服侍月宁安梳洗 月宁安 看着镜中憔悴的自己 忍不住一叹 给我泡一杯山茶 再让厨房煮一份 红糖小米粥 你稍后拿汁粉来 给我上妆 把眼下的青黑遮住 今天 顺天府要开审 糕点铺的案子 我这个东家 得上堂 我要顶着这副鬼样子 去顺天府 那不是未战先妾 让人以为我心虚吗 而且 就算我不用去顺天府 也不能这样出门 老头精灵得很 一看我没睡好 肯定会逼问我 出了什么事 我有自信 可以瞒过老头 但我不想骗老头 也不想让老头 为我担心 有些事 能自己扛 就别给别人添麻烦 而且 我就是说了 除了让老头 也跟着担心外 我心里的难受 也不会减一份 我已经不痛苦了 又何必让老头 也跟着不痛快 月宁安吃过早饭 就让下人 为他上了一个 明艳的妆容 用脂粉 将脸上苍白 与虚弱 掩盖住 再用眉笔 清扫眉眼 将眼角往上提 好显得精神一些 丫鬟听到 月宁安的需求 细细地 为月宁安上妆 半晌后 轻声道了一句 姑娘 好了 月宁安 轻轻点头 睁开眼 对着同镜 看了一眼 眼眸微动 一瞬间 镜子里的人 便鲜活了起来 神采飞扬 顾盼生辉 显得精神极了 那双美目 也耀眼极了 让人一不开眼 月宁安 满意地点头 嗯 很好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我月宁安 不是弱者 不需要用凄惨 苍白的面容 来博人同情 别说今天这一场官司 我必胜无疑 便是要输 我也要骄傲地抬起头 让人看到我月宁安 赢得起 也输得起 月宁安又重新换了一件 样式大方 颜色明艳的裙子 好与脸上的妆容相衬 月宁安装扮好 走出来的刹那 服侍她的丫鬟都看呆了 姑娘 你真好看 月宁安轻轻一笑 没有说话 缓步朝门口走去 只要门打开 一束光打在月宁安头顶 光尘在她的四周浮动 刺目的光模糊了她的五官 也模糊了她的身形 衬得她如同仙女下凡尘 整个人都有些不真实 月宁安却毫无所觉 她在原地站了片刻 待适应了屋外的光线后 就朝前院走去 前院 老头正在花厅等她 看到明艳动人的月宁安 逆光步入花厅 老头笑着打去了一句 这哪里来的神仙妃子呀 好看吗 月宁安走进来 在老头面前转了一圈 笑得没有一丝阴霾 就好像因为难过一夜未睡的人 不是她一般 这就是月宁安 能自己扛的 绝不让人为她担忧 蛟龙成锦 斗凤纹 芙蓉为带 十六群 小宁安啊 你这一件十六群 穿出了圣堂的风华 杨贵妃在世 也不过如此 老头毫不吝啬地称赞道 月宁安展颜大笑 丝毫不顾会不会踩脏裙子 在老头身侧蹲了下来 俏皮地道 瞎说什么大实话 咱们自家人随便夸夸夸就好了 行行行 我随便夸夸 回头啊 你让铺子里的人 多准备一点石榴红的锦布 我可以肯定地说 你今天出去后 汴京的小娘子们 必定人手一条石榴群啊 我们家宁安 就是有这个本事 只要他愿意 就能引领汴京的潮流啊 毕竟啊 有银子 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老头你放心好了 我早就准备好了 要不然 我今天也不会穿这一身 这裙子我早就做好了 本想等着 月宁安一顿 随即魂不在意地摆摆手 一脸嫌弃的道 算了 不提也罢 我这条裙子 很早就做好了 原是为了陪陆藏锋 出席宴会准备的 我原想着 陆藏锋得胜归来 我作为陆藏锋的妻子 必然要陪陆藏锋 参加一些宴会 我不想给陆藏锋丢脸 怎么着也要打扮得 漂漂亮亮才行 而且 我穿得漂亮 引人注目 还能顺便引起一回潮流 好高价 把铺子里的十六红颜布 给卖了 但是 我把什么都想好了 独独没想到 我根本没有机会 以陆夫人的身份 陪在陆藏锋左右 好在 我还可以有能力 把我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不至于真让我自己 像个弃妇一般 月宁安随意地摆了摆手 语气没有变 脸上的笑容也没有变 好似再说一件 无关紧要的事 老头却从他一闪而逝的 僵硬中捕捉到了 他的伤怀与落寞 可老头也知道 月宁安没有脆弱到 需要人安慰 才能活下去 而且月宁安明显 不愿意多提 老头自是不会惹他伤心 老头只当时没有发现 拍了拍月宁安的肩膀 丫头啊 今天咱们 漂漂亮亮的上堂 漂漂亮亮的赢 让那些混蛋明白 咱们小宁安 不是好惹的 老头说的混蛋中 明显还有陆藏丰 那个混蛋 月宁安一脸轻松地道 物证我早就准备好了 人证也凑齐了 老头你只管在家 等我的好消息 别说有人插手 帮了我一把 就是没有 我也不会说 那些想要看我笑话的人 那些想要借此事 打压我的人 恐怕要落空了 那行 丫头 你快去 我在家 等你的好消息 老头拍了拍 月宁安的胳膊 催促他快点走 嗯 我走了 月宁安看了看时辰 没有再耽搁 跟老头告了别 就起身 带着丫鬟往外走 月宁安 没有一丝 大家闺秀 该有的娇弱 他步子迈得很快 每一步都很有力 风风火火 充满活力与朝气 而随着他雷厉风行的步伐 十六红的裙摆 不断飞舞翻滚 如同火烧云 美得让人一步开眼 老头看着渐行渐远的月宁安 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 诗人只知 陆藏风是当世大英雄 是威名赫赫的长盛大将军 却不知在属于月宁安的战场上 他做的一点也不比陆藏风差 只是诗人眼拙 或者说诗人自命清高 不肯承认女人比他们优秀 更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如一个伤女 本集播讲完毕 请 第七十二集 月宅外 马车早已在等 见到月宁安出来 车夫忙上前行礼 姑娘 不客气了 走吧 月宁安也不用押换搀扶 一脚踏在凳子上 一个月起就登上马车 红色的衣摆随即飞扬而起 在月宁安身后 扬起了一道完美的弧度 而后又啪的一声落下 如同孔雀开屏 瞬间就吸引了路人的视线 诶 刚刚你看到没有 那小娘子的裙子真好看啊 正巧 旁边有一户人家的姑娘出门 那姑娘没有看到月宁安的正眼 只看到月宁安美丽而耀眼的背影 只看到月宁安身上飞扬的红裙 那姑娘的丫鬟扫了一眼 忙到 看到了看到了 你姑娘穿得真好看 不过叫奴婢说呀 姑娘 您穿得更好看 姑娘您长得端端霸气 肤色有白 那红裙最趁你不过了 是吗 那咱们去锦绣阁看看 要是有合适的颈部 就买回一身来做裙子 那姑娘闻言 面上矜持 故作不在意 实则眉眼都是飞扬的得意 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呢 月宁安还不知 她还没有在人前亮相 就已经引得变惊的小娘子 想要买布来做十六裙了 车夫驾着马车 直奔顺天府 驶出大街之后 街上的人多 马车也多 月家只是普通人家 马车也是再普通不过的 轻油布车 在街上 但凡遇见达官贵人的马车 都得闭上 事已 哪怕月宁安出来得早 等他赶到顺天府 也只是堪堪好 正好踩在开堂之前 此时 顺天府引刘泽已经到了 状告高点铺的农家人也到了 高点铺的掌柜 也跪在了公堂之上 公堂外 还有不少看热闹的百姓 事关人命 这桩案子影响不小 且背后牵扯的人与事也多 前来打招呼的人不知反几 甚至还将福尹的公子 给牵扯了进去 一桩小小的案子 却惊动了汴京大大小小的贵人 福尹刘泽 得知这桩案子的内情不简单后 便决定公开审理 以昭显顺天府的公证 反正他是不接受任何人打招呼的 就是皇上也不行 在开堂审理前 一身十六红裙的月宁安 就这样突兀地闯入众人视线 狠狠地把众人给惊艳了一把 就是坐在上手的刘大人 看到月宁安亦是感觉眼前一亮 当然他也没有别的意思 纯粹是看到美丽的人与事惊艳罢了 抱歉大人 我来晚了 月宁安步入大堂 朝刘大人微微点头 刘大人眉头一皱 看着月宁安 突然想到 书密院的人曾过来打招呼 又想到皇上特意找他问过此案 还特意询问他儿子 与苏相公子的事 顿时心中不悦 这个月宁安是有多心虚啊 才会找权贵给我施压 让我添想他 我刘泽自认当父义三年 从没有冤枉过任何一个好人 也没有向任何人妥协过 并是月宁安手眼通天 找再多人向我施压 也没用 这么一想 刘大人看月宁安 就更不顺眼了 再看他一介女子 出席公堂 却穿得这般招眼 更觉得碍眼 刘大人一拍惊目立贺 大胆妇人 还不跪下 我今日就让这位月家的当家人明白 是非曲折 自有定外 不是权贵可以干预的 区区一个商人 便是手眼通天 在我这里也行不通 我不吃那一套 啊 月宁安错愕地 看向刘大人 不理解刘大人 突如其来的敌意 是从哪里来的 他不解地问道 刘大人 你刚刚说什么 这是公堂 还不跪下 刘大人见月宁安装傻 又重复了一遍 他以前就听闻过 这位月室的名声 据说他手腕颇高 虽是一介女子 却与各部的官员都有交情 可是 他却是急不喜的 一介商女 凭着有几个钱 与各部官员搭上线 其目的不言而喻 这种人 要是落到他手上 他必要好好地审一审 把他犯的错 一一查出来 好好惩治一番 好叫他日后学得安分些 别再仗着有几个臭钱 就自以为本事通天 能摆平所有事 刘大人 我想 你是不是弄错什么了 月宁安可以肯定 这位刘大人 对他不满 我不知是苏相的原因 还是旁的 左右这是公开审理 只要我拿出有力的证据 便是刘大人不满 也不可能当众动手脚 本官弄错了什么 啊 月室 你还不快快跪下 否则 休怪本官 以扰乱公堂之罪处置你 刘大人见月宁安 站在公堂 见到他这个福尹 不跪不说 在他提醒后 还再三拒绝 脸更黑了 他最讨厌 仗着有关系 就目中无人 狂妄自大 无视律法 扰乱公堂之人 这个月宁安 当我不敢处置他吗 刘大人对月宁安的不满 毫不掩饰 公堂之上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姑娘 跪在地上的掌柜 眉眼满是担心 忍不住低声换了一句 他这几天 虽然在牢里 可没有吃什么苦 拆牙对他多有照顾 他从拆牙嘴里 知道是他们家姑娘 打点了 心里也暗自松了口气 他们家姑娘 还能打点到顺天府 可见这个案子 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严重 开堂前 看到月宁安出现 掌柜的 也是狠狠松了口气 看他们姑娘这气色 那是胜券在握 胸有成竹 他还怕什么呢 可还不等他高兴 他们家姑娘 在案子还没有开审前 就先把顺天府尹 给得罪了 这不是要命吗 与掌柜的愁苦相反 状告高点铺的那家人 见状则是暗自生喜 心里恨不得 月宁安再狂妄一些 在汴京 谁人不知顺天府尹 刘泽 铁面无私 六亲不认 围观清廉 公正不阿 最是讲规矩 月宁安在公堂上 这般放肆 只会让刘大人不喜 月宁安却魂不在意 他回头 给了掌柜 一个安抚的眼神 没事 月宁安的声音不大 可此刻 公堂上一片安静 他这两个字 就显得异常响亮了 刘大人也不客气了 怒拍惊目 来人 将这扰乱公堂的月室 给本官拖出去 官差不敢有意 快步上前 刚要动手 就见月宁安右手一扬 冷着脸说 刘大人 我并没有扰乱公堂 另外 此刻你不仅没有资格 叫我跪下 还得给我夹张椅子才是 我敢开口 自然是有备而来的 这些人怎么就不想一想 我是那种看不清 自己分量的蠢货吗 本集集 听了月宁安的话后 刘大人怒急返笑 嘲讽地开口 你 你说什么 你要本官在宫堂上 给你加张椅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月宁安却是笑容不变 顺势回了一句 一品将军夫人 有资格吗 你说什么 刘大人脸色微变 握经木的手 微微一颤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刘大人 我身上还有一品将军夫人的告命 你确定要我跪吗 世人总爱先路为主 自以为是 我本以为 这位公正不恶的刘大人 会与众不同 现在看来 也不过如此 见我是一个商家女 想先路为主地认为 我身份低贱 甚至都不问一句 劈头盖力 就是一通斥责 在宫堂上 民建官确实要跪 可一来我是女子 二来 我是被告的东家 但凡宽容一点的父母官 都不会叫我跪下 只会叫我站在一旁听 我本以为 这位处事公正 不像任何恶势力 低头的刘大人 也是一位好父母官 但很显然 我想太多了 既如此 那我也没必要 委屈我自己 跪是不可能跪的 我现在 不仅不会跪 还得提醒刘大人 按规矩 给我应有的待遇 你 你身上的告命 还未收回 刘大人听到这话 颇为惊讶 这都多少天了 陆将军修了月宁安 居然还没有 奏请礼部 将月宁安身上的 告命收回 这 陆将军 这是忘了吧 真的抱歉了 刘大人 我身上的告命仍在 要我去取告命 给你看吗 月宁安 态度依旧 并没有因此而得意 他迎迎一拜 笑着提醒 刘大人 您看 是不是要给我 加一张椅子 月宁安 并不张狂俱傲 可刘大人 此刻的心情 却像是 吞了一只苍蝇 那么难受 哪怕月宁安 眼神清明 并无一丝嘲讽之意 刘大人 仍觉得难堪 不自在 不过 刘大人 到底是个 有原则的人 他虽然不喜 月宁安的某些行为 但也不至于 刻意给他难堪 甚至 要是月宁安 不那么手眼通天 找那么多人 来打招呼 他带月宁安 还会客气几分 事宁 哪怕心里不痛快 刘大人 还是按照规矩 让人给月宁安 加了一张椅子 有错就改 有错必究 刘大人 仍旧不喜月宁安 但知道自己 错了之后 还是第一时间 向月宁安道歉 是本官失察 还请夫人见谅 大人言重了 大人事先也不知 月宁安见刘大人 居然当众给他道歉 心里对刘大人的评判 瞬间就高了起来 我错了 刘大人不是先入为主 对我不公 这是一位有原则 也讲原则的好官员 要知道 这世间 会向女子道歉的男人 着实不多 便是自知有错 要道歉 那也只是在私下 极少有男人 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向一个女子道歉 刘大人 堂堂三品十权官员 能在公堂上 向我这个徒有虚名的 一品将军夫人道歉 可不是一般的难得 旁人不知 刘大人却是很清楚 我这个一品将军夫人的告命 根本就没有任何用途 甚至礼部 很快就会收回 便是不收回去 一个没有丈夫的告命夫人 也没有任何价值 女子的告命 是因丈夫的官职而受封 没有做一品将军的 丈夫撑腰 一品将军夫人 算什么东西啊 错便是错 与知语不知无关 刘大人公正不阿地 说了一句 待月宁安坐下 问了他一句 确定他没有别的要求 便一拍惊目 宣告开堂 而这时 不管是底下 状告糕点铺的农家男子 还是跪在地上 心中坠坠不安的掌柜 心里都是百折千回 被月宁安这一首 惊得不知所措 就连在外面 看热闹的百姓 听到月宁安的话 也是惊得不行 一个个忍不住地 交头接耳起来 这位月室 不是被陆将军修了吗 怎么还是将军夫人 我不是陆将军的修书无用 普通百姓 对告命并不了解 他们只当女人 嫁入夫家 就跟着夫家的官职走 你再夫家 你才是这家的夫人 却不知 有些夫人嫁入高门 夫家不给她上表 请风告命 她可能一辈子 也只是某夫人 而没有朝廷的告命 没有品级 当然 也不是嫁给一品大将军 上表后 就能得到 一品将军夫人的告命 向陆藏风 她已为我月宁安请风过 如若她再取济世 济世的品级 按规矩 就会降一级 要是陆藏风 对新夫人十分喜爱 执意为她请风 一品将军夫人 皇上定然不会阻止 左右 告命夫人又没有实权 与朝廷而言 一品与二品的差别 不过每年多一些心俸罢了 岳宁安想到这里 微微垂眸 脸去眼中一闪而逝的落寞 这桩农家汉子 状告糕点铺的点心 吃死人的案子 并不复杂 农家汉子拿出来的证据 也简单 一是一包 已经发了霉的糕点 另一则 是她死去母亲的尸体 她母亲 吃了糕点铺的点心 毒发身亡 尸体停放在一桩 顺天府的武作查验过 死者确实中毒而亡 而那包发霉的点心 也确实有问题 顺天府引刘泽 一拍惊目 说了开堂后 状告糕点铺的农家汉子 就将状纸呈了上来 并且条理清晰地 叙述了她母亲死前的详细经过 那农家汉子十分蛮横 一口咬定 是铺子里的点心有问题 她娘就是吃了铺子里的点心 好好的一个人 说没就没了 那汉子说到动情中 还想去打月宁安 幸亏官差早有防备 先一步把人拉住 速将 速将 刘大人也吓了一跳 连拍惊目 提醒那汉子 那汉子不愤地挣扎 双手被侍卫扣住 就拼命地用脚灯 见根本踹不到月宁安 就大喊大骂 大人 这奸商坏了良心 铺子里卖有毒的点心 为了银子 连人命都敢害 大人 这奸商他该死 该死啊 那汉子骂了一句还不够 见挣扎不过 打不到月宁安 就朝月宁安所在的方向 吐了口口水 呸 奸商 你去死 你怎么不去死 你赔我娘的命来 月宁安坐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 笑语盈盈地 看着那汉子 看着对方 愤怒地挣扎 猙獰的怒骂 全然没有把对方的辱骂 当回事 看着 还真的很像汉子口中 不把人命 当回事的奸商 刘大人坐在上手 见月宁安 这般模样 不由得凝眉 果然无间不成伤啊 这位女伤人 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人家死了母亲 伤心成这样了 第七十四集 那农家汉子 见月宁安对着他笑 不知为何 突然来了力气 一把正开拆牙 扑向月宁安 奸商 你去死 你去死啊 快 拦住他 刘大人 虽然不喜月宁安的冷漠 但也不想在宫堂上闹事 见到汉子扑向月宁安 气得大叫 可惜 为时已晚 哼 一声巨响 那汉子 在扑向月宁安的刹那 突然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 动弹不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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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我这是怎么了 汉子跪在地上 整个人都是懵的 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什么 怎么回事啊 外面看热闹的百姓 震惊地不敢相信 自己所看到的 官差则是一脸庆幸 哭不得想那么多 快步上前 将那汉子扣住 你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 我起不来了 那汉子额头满是冷汗 他惊恐地看着月宁安 眼中闪过了一抹惧怕 他双手撑在地上 挣扎着要起来 可下半身 像是粘在地上 怎么也动不了 月宁安 仍旧坐在椅子上 没有动 外面看热闹的人 看不真切 还以为 他被吓着了 可刘大人 却看得分明 月宁安 根本没有把这个汉子 放在眼里 就像这样 那汉子跪在月宁安面前 惊恐地大喊 月宁安 却没有理会他 而是对上手的 刘大人道 刘大人 扰乱公堂 你不依法处罚他吗 这 刘大人还以为 月宁安 会以受到惊吓为由 要他处罚那汉子 他都已经想好了 怎么拒绝月宁安 不想月宁安 竟是拿这个汉子 扰乱公堂来说事 这倒是叫他 无法说了 怎么 扰乱公堂 不用受罚吗 那我刚刚 只是没有跪下 大人就要将我拖出去 现在 月宁安 脸上笑容见尸 看向刘大人的眼神 也陡然变得伶俐 四在无声地说 刘大人 你的公正不恶呢 剑伤 剑伤 你这剑伤 害人性命 本就该死 我就要打死你 赔我娘的命来 跪在地上的汉子 见月宁安 居然要刘大人罚他 顿时破口大骂 掌柜的跪在地上 不知所措 他抬头看了月宁安一眼 却看到月宁安 朝他摆了摆手 掌柜见状 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刘大人见月宁安 不依不饶 那汉子又不肯退让 不由得皱眉 但还是为那汉子 说了一句话 啊 夫人 这郭三十乃是原告 我要是把他给拖走了 那这案子 可就没办法审了 剑伤啊 剑伤 你害我娘性命 你还我娘命来 那汉子也就是郭三十 听到刘大人为他说话 顿时底气十足 狂暴大喊 要不是官差压着他 怕是早就扑到 月宁安的面前 月宁安 仍旧是没有把他当回事 直到 大人 扰乱公堂 只有拖下去一种处罚吗 夫人 这是公堂 休得虎脚蛮缠 我虎脚蛮缠 大人你在说笑吗 先前我还没有扰乱公堂 大人 就要按扰乱公堂之罪罚我 现在 这人明显就是扰乱公堂 大人却不肯处罚 莫非 大人的公正不恶 只针对我这种有钱无事的弱女子 夫人 这是公堂 怎么实案有本大人说了算 刘大人面上微脑 气急败坏地道 这奸商着实可恶 偏偏行事滴水不漏 叫人抓不到把柄 哦 我明白了 月宁安那一声嗷 拖着长长的尾音 似笑非笑地 看着刘大人 月宁安 刘大人自认为自己处事公平 并没有错 可是 被月宁安这么一看 心里 却莫名地恼怒 有一种被人看透的心虚 大人的公正言明 果真是可笑 月宁安 却不给刘大人面子 他猛地站起来 脸若寒霜 性谋微瞪 嘲讽地道 大人 你见他是一农家汉子 母亲又丧命了 便觉得他可怜 要为他伸张正义 处处照顾 便是他犯了错 也假装无事 相反 你见我有钱 见我有事 哪怕我什么也没有做 便认定我为父不仁 认定我已是压人 还不曾审案 就先给我定上一层罪名 便是没有犯错 也能挑出错来 要处罚我 大人 你这么做 真的是公正不恶吗 真的对我公正吗 刘大人确实有原则 也确实知错就改 可也不过如此 月宁安 你休得胡搅蛮缠 本官一向公正 绝对没有偏向任何一个人 刘大人不认为自己有错 像月宁安这种有权有势的 要是不压着他 普通百姓哪来的活路 就像这郭三十 要不是我这个福音公正不恶 要不是这是天子脚下 哪有可能告得了月宁安呢 大人 你确定 你没有偏向任何一个人 公正不恶 不应该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吗 我虽为父 他虽为平 可我们同样生而为人 大人要是公正不恶 就该公平一视同仁 公平对待我们二人 我们二人同样都是扰乱公堂 凭什么我就得被拖出去 他却可以无视 还能在这里辱骂我 大人 这就是你提的公正 你这样做 对我 真的是公正吗 什么狗屁的公正无私 还不是一样的故宫 靠着财富乳贵 你招显自己的高贵 往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是 这样的官员 在普通百姓眼中 那是青天大老爷 不管是对是错 都先站在他们那一边 站在弱小的那一边 可是 身为朝廷路官 他不应该一视同仁 对所有人都一样吗 凭什么 就因为我有钱 就要受到歧视 我有钱 是我的错吗 我不够可怜 不够弱小 是我的错吗 凭什么骑士有钱人 骑士我不够弱 说得对 同样生而为人 刘大人为何不能 一视同仁 公平对待 公堂上的每一个人 人群后 一道冷酷的男声响起 而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围在公堂外 看热闹的百姓 顿时惊呼 不需要命令 纷纷退至两侧 把中间的路 给让了出来 是陆将军 是陆大将军来了 陆将军 看热闹的百姓 一个个兴奋地大叫 恨不得扑上去 可是 他们没有机会 陆藏锋的话音 刚落下 就看到十二个 身着军装的男子 快步上前 挡在人群两侧 给陆藏锋轻路 也挡住了普通人 接近陆藏锋的机会 人人生而平等 但之后 却不可能平等 就比如此刻 就比如 陆藏锋与两侧的百姓 他们怎么可能平等 又怎么可能 让人一视同仁呢 第七十五集 轻微轻了路 陆藏锋 这才从人群后方 走出来 朝宫堂走来 陆藏锋一出现 便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不管是宫堂外 看热闹的百姓 还是宫堂内的人 都齐齐看向陆藏锋 就连被官差 压着跪下的郭三石 也不例外 他也伸长着脖子 往外探 想要一睹 陆大将军的风采 唯有月宁安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没有回头 陆将军 他怎么会来啊 宫堂上 刘大人吓了一跳 他虽然不知 陆藏锋为何而来 还是第一时间起身 走到堂下相迎 月宁安健壮 倾笑了一声 公正无私 一视同仁 这世间哪儿来的 公正无私 一视同仁 人生来就有喜悟 偏向自己喜欢的 推开自己讨厌的 这是人的天性 非要压抑天性 强调无私 真正是可笑 像刘大人这种 仇富恨贵 不管对错 相互只看似弱势的人 在许多人眼中 就是公正不恶 可在月宁安看来 这算什么公正不恶呀 这不过是孤名调狱 真正的公正不恶 应该是没有贫贱 富贵 男女之分 也没有强弱 出身的骑士 很显然 刘大人 做不到这一点 陆将军 刘大人脚步飞快 可陆藏锋的步子更快 根本没给刘大人 出堂相迎的机会 人就步入公堂 刘大人 打扰了 本将军只是来旁听 刘大人不必管本将军 自去审案便是 陆藏锋 神情疏离 言语冷漠 并没有因为刘大人的身份 就对他客气 月宁安 微微垂首 眼去眼中的笑意 就我说 陆藏锋才是真正的 公正不恶 一视同仁 他眼中 从来就没有身份 男女 贵妇的差别 甚至也没有亲书 他的眼中 没有任何人 陆将军 这 刘大人听到陆藏锋的话 为难了 怎么 公开审理的案子 本将军不能旁听吗 陆藏锋脚步一顿 一个冷刀子 甩向刘大人 刘大人脸一白 连连摇头 不不不 陆将军可以听 刘大人 审案吧 本将军和外面那些百姓一样 只是旁听审案 刘大人不必关本将军 陆藏锋 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 大步步入宫堂 而后 就在月宁安身后的位置上坐下 月宁安一回头 就看到陆藏锋 占了他的位置 威风八面地 坐在他的位置上 见到他看过来 还示威似地回视了一眼 月宁安憋着气 但还是笑了一声 朝陆藏锋扶了扶身 见过陆将军 很久以后 月宁安才知道 陆藏锋 示威的眼神 其实是惊艳 一品将军夫人 很显然 陆藏锋早就来了 甚至很有可能 听了一个全程 他此刻 看着月宁安 神色淡漠 眼中没有喜怒 但奇异的是 月宁安却明了他的意思 月宁安 没好气地道 一品将军 并不止将军一个 话落 月宁安不等陆藏锋说话 就直起腰身 走到另一侧 与陆藏锋 拉开距离 这是公堂 我没有办法绕着你陆藏锋 我离陆藏锋 你远一点 行了吧 夫人 陆藏锋的轻卫 也跟着进来 一一排列 整齐地站在陆藏锋身后 陆十二走在最后 看到月宁安 高兴地唤了一声 夫人 你今天真好看 这裙子漂亮 你也漂亮 谢谢夸奖 但是 月宁安脚步一顿 摇头轻笑 我姓月 陆十二灵光一闪喊道 月夫人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月宁安一想不到此 来形容陆十二的跳脱 这位跟陆藏锋的画风 真的很不搭 跟陆藏锋其他的亲位 也很不搭 太活泼了 那个 那个月姑娘 你别生气啊 我这不是叫习惯了吗 你放心 我下次肯定不会叫错 陆十二尴尬地摸了摸头 不过 你今天真好看 比那天在大街上 拦下将军的时候 还要好看 还要精神 这孩子 月宁安觉得 他心眼要再小一点 一定会忍不住抽刀 砍陆十二一刀 可是 看到陆十二眼中 单纯的惊艳与欢喜 月宁安却没法生他的气 我这么大的人了 跟个小孩子计较什么 月宁安摇了摇头 想到先前 应承陆十二的事 犹豫了一下 还是主动提了一句 陆十二 下次你见着我 要是没有叫错 我送你一匹 你想要的宝马 不行不行 那昭夜玉狮子 那是 那是 陆十二的眼神 还时不时地 看向陆藏锋 一副很害怕的样子了 而陆藏锋 也没有让陆十二失望 浑身都散发着 生人物尽的气息 脸黑沉沉的 看着吓人极了 但不管是月宁安 还是陆十二 都没有关注陆藏锋分毫 根本没有人发现 他还在生气 月宁安更是连看 都没有看陆藏锋一眼 只对陆十二道 不是赵夜玉狮子 是乌锥马 喜欢吗 赵夜玉狮子 何其难寻 月宁安去哪里找第三匹 就算是能找到 他也没有心力去寻 赵夜玉狮子 于他而言 就如同身上 这套石榴裙 都是他不愿意 提及的伤痛 当初 他怀着 怎样的期待与欢喜 去赵夜玉狮子 来做这条石榴裙 现在 就有想将 这一切抹去 乌锥马 何区那边出的马 陆十二双眼一亮 何区马 既是尚好的军马 其中 乌锥马 又是各中之罪 当然价格 也叫人望而却步 反正 就是把他给卖了 他也买不起的那种 是的 何区的乌锥马 月宁安 见陆十二喜欢 刘大人 也没有打断 便多说了一句 我给你寻的是乌锥马 与西楚霸王 项羽的乌云踏雪 是同一个品种 绝不会比赵夜玉狮子差 陆十二顿时高兴坏了 天哪 跟乌云踏雪是一个品种 那我可不可以给他取个名字 叫乌云踏月 月宁安点点头 当然可以 你的马你做主 一匹马而已 我先前订了你陆十二 就一定会给你寻 更不用提 你陆十二人很有意思 为你寻匹好马 我也不觉得是个麻烦事 左右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是钱多 多得没有地方花 没办法 我打小学的是怎么赚银子 这些年 除了给陆藏锋花银子 还真没怎么大手笔花过银子 要赶在去青州前 把手上的银子花光 对我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 本集播讲 第七十六集 听了月宁安的话后 陆十二抓起月宁安的手 激动地大喊大叫 夫人 你真是太好了 我太太太高兴了 真的太太太谢谢你了 坐在一旁的陆藏锋 脸色顿时就黑了 陆藏锋倾咳一声 语气森冷地道 刘大人 还不开始审案吗 开始开始 下官这就开始 刘大人正诧异 为什么陆将军的亲卫 与月宁安的关系这般好 还没来得及想明白 就被陆藏锋一声冷喝 吓得哆嗦了 刘大人连忙收敛心神 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上手 整了整官袍 端足了架子才坐下 惊目一拍 刘大人威严十足地道 月师 被告郭三十 装刚你卖的糕点吃死了人 你可有什么话要说 刘大人刻意不提 郭三十险些伤了月宁安的事 明摆着就是要护着郭三十 月宁安其实也没有什么想法 他早就知道 刘大人就是这么连贫爱弱之人 而且他已经出手给了郭三十一个教训 看郭三十现在还跪在那里 动不了呢 但是听到刘大人开口 就把罪名往他身上推 月宁安就无法不反驳了 刘大人 您要不要看一下壮指 郭三十他告的是我 还是我家的铺子 刘大人真的太过分了 就算觉得我为父不仁 也不能这么直接地挖坑给我跳板 幸亏我的脑子清醒 要是我硬一伙 岂不是要认罪了 刘大人面上闪过了一抹不自然 扫了一眼壮指 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又问了一遍 月师啊 郭三十状告你名下的铺子 卖出的糕点吃死了人 你可有话要说 当然有 月宁安并没有着急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证据 而是问道 大人 我想问一下 你们可有查 郭三十手上的那包点心 那包点心 确实是出自我家的铺子吗 那包点心 果真有毒吗 查了 刘大人见月宁安 终于不再胡搅蛮缠 而是愿意配合审案的刘成 不知为何 竟觉得有些松了口气 怕月宁安右腰 刘大人连忙道 那包点心 可以确定是出自你家的铺子 你们家的掌柜也承认了 点心本身没有毒 但是 用来做点心的材料发了没 这才致人死亡 刘大人声音颇大 语气也十分凝重 站在公堂外 观看审案的百姓 听到刘大人这话 纷纷怒了 这女人果然是个奸商 对 居然用发霉的材料来做铁铁铁 这要吃了就算不死也得病吧 这女人真是该死了 刚刚那汉子怎么不打死她呀 这样的商家太无良了 我以后再也不去他们家铺子买东西 姓月啊 她姓月 她家的铺子都是意外邪悦的标志 大家可认识了 千万别去她家买东西了 别让这无良的商人赚钱 真是坏了良心 这入口的东西 怎么能用发霉的材料去 外面看热闹的百姓声音不小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堂秩序 刘大人倒也公正 拍了拍惊悦 连喊了两声肃静 把百姓的议论压下去 这才问道 月师 你可有话要说 有 月宁安也听到了百姓的议论 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如若是他 得知自己常买的店家 用发霉的材料做点心 他也会生气 外面那些百姓并没有错 入口的东西 用发霉的原料来做 确实是坏了良心 被骂是活该的 大人 这是我家糕点铺的账本 从开业至今的每一笔账都在 为了方便你查阅 我整理了我们月家糕点铺 连续三个月的原料 进出数量与凭证 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 这三个月 我们从各大供货商 进了多少原料 每天又用了多少 月宁安这才拿出 他事先整理好的证据 乘到刘大人面前 月宁安放下证据 还不忘提醒一句 大人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我们月家糕点铺 每天都要购买新鲜的原料 所有的糕点 都是当天做当天卖 绝不会放到第二天 而做糕点的原料 我们也从来不存 冬天原料存放时间 不超过两天 夏天都是当天用 当天送 绝不留到第二天 月宁安说完 又乘上另一张表 大人 这是这七天以来 我们家糕点铺子 每一盒糕点的去向 上面 我详细地标明了 购买糕点的人 以及购买时间 上面还有他们的画押 大人要是不信 可以找他们来作证 月宁安准备得十分充足 刘大人一张张地看过去 好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尤其是看到最后一张 月家糕点铺 每天剩下的糕点的去向 更是惊呆了 刘大人看到每日卖盛的 糕点去向 盯着看了好半赏 才抬头问道 你上面写的 都是真的 大人可以去查 有一条是假的 我立刻关铺子 再也不在汴京卖糕点 月宁安对自己拿出的证据 很有信心 他上面所列的每一条 都是真的 但是他也怕有人使坏 事已他没把话说死 而是给自己留下了足够的余地 旁人有没有发现 陆藏锋不知道 但陆藏锋明了月宁安的小心思 月宁安的心窑 还真不是一般的多 一般人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但奇异的是 我竟然不觉得讨厌 陆藏锋摇里摇头 没有在想 而是安静地看着月宁安 一步步地将刘泽 引进他事先挖好的坑里 我可以肯定 此案了结之后 刘泽怕是要对月宁安 另眼相看了 甚至 日后还可能会 照顾月宁安一二 月宁安这个女人 就是有本事让每一个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喜欢他 不分男女 你 你家铺子的糕点 确定从来不留过夜 刘大人仍旧不信 又问了一遍 月宁安名乡那家糕点铺 在汴京都十分有名 据说那铺子里面的糕点味道极好 是一次就叫人无法忘怀 刘大人之所以说是据说 是因为那铺子里的糕点 最便宜的都要五两银子一盒 他买不起 他女儿曾经想吃 他也应下给女儿买 可等到他到了糕点铺 看到最便宜的一盒点心 也要五两银子 便捂着荷包默默地离开了 他一个月的月缝 也不过十两银子 这一盒糕点 就要花掉他一半的月缝 他根本舍不得买 也正是因此 刘大人才觉得月宁安是个奸商 本集播讲完咯 请进入我的主页 第七十七集 当刘泽细细地查看了月宁安 所列的原料以及价格后 他突然觉得 五两银子一盒的桂花糕 似乎也不贵 不不不 不是不贵 应该是物有所值 月宁安好像 和我想象中的奸商不一样 大人 我们家的铺子 做的就是口碑 我家那间铺子 在汴京开了五年 你可以派人去打听打听 我家从来不卖隔夜的点心 月宁安半点不切 落落大方地道 余下的点心 全都送往了郊外的恩养堂 这也是真的 这就是刘大人震惊的地方 月宁安家的点心多贵呀 可是月宁安却大手笔地 每天都往恩养堂 送五六盒点心 最多的时候 甚至有数十盒 每天余下这么多点心 月宁安完全可以让人少做些 可是月宁安没有这么做 他家的点心铺子 每天至少会余下午合 大人 这些你也可以去恩养堂查 我也做不得假 我不仅有来往的凭证 还有人证 且不止一个 我不怕你游大人查 就怕你游大人查都不查 就先定我的罪 我曾听说 你家铺子里的点心 十分抢手 去晚了都买不着 怎么每天都有五六盒余下 这种事做不得假 刘大人相信月宁安没有撒谎 只是这一点 却让刘大人不解 如若真抢手 又怎么每天有剩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因为 月宁安抿着唇 一脸失落地道 只有说是卖不掉的 要丢掉的 恩养堂的人才会要 我要说特意给他们留下的 他们会要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刚刚翻了高顶铺五年前的账本 发现月宁安从开铺子起 就每天往恩养堂送点心 持续了整整五年 没有一天见得过 因为 月宁安顿了一下 才滴滴地道 我没有父母可养 他们没有子女公养 抱歉 下官失礼了 刘大人一正 连忙起身 双手作衣 郑重地朝月宁安致倩 月宁安眼中流露出淡淡的伤怀 轻轻地摇里摇头 刘大人言中了 果然 五年的付出不是没用的 我给恩养堂送点心 并没有旁的想法 真的只是为了寻一份寄托 只是 当这件事 能派上用场 能为我带来好名声 我也不介意用上你用 陆藏锋说的没有错 我这人心思不纯 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 我也不想做什么好人 好人要求太高 我达不到 我只想像现在这样 在能力有余的情况 帮我自己愿意帮的人 比如 给恩养堂的老人 送几盒点心 刘大人却没有罢休 他又朝月宁安坐衣 拱手道 夫人高颖 下官先前多有势力 还请夫人见谅 刘大人言中了 不过是举手之狼 当不得刘大人夸赞 月宁安必退一步 并没有受刘大人的礼 面上也是一派淡漠 并没有觉得 此事有多了不起 此举让刘大人 对月宁安的印象更好了 岳氏心中有大爱 默默付出 却不求回报 这明明就是商骨典范 我怎么会把岳氏 当作奸商呢 着实是心存偏见了 公堂内 刘大人对月宁安的印象 大大改观 看月宁安的眼神 一下子亲切多了 公堂外 看热闹的百姓 一个个都懵了 不解地看向身旁的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不是在审案子吗 这刘大人怎么给月宁做医啊 这刘大人是怎么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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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像听到恩养堂 莫不是这个女商人 还跟恩养堂有什么关系 刘大人刚刚给她做了两衣 这刘大人一项刚正不恶 从不叫玄贵地陶 刘大人给一个小娘子行礼 这我怎么看不懂啊 我刚刚好像听到 说是那月宁每天将卖不掉的点心 送到郊外的恩养堂 可这件事跟审案有什么关系啊 看刘大人怎么说 我相信刘大人 他不会偏向那些却贵的 是啊是啊 他不会的 他们呢 相信刘大人 刘大人怎么审这个案子 是是是 因刘大人一再给月宁安行礼 令得宫堂外的百姓 对月宁安少了几分敌意 一个个都满心期盼 接下来的案件进程 刘大人也很期盼 他自是相信月宁安的 糕点铺五年的账 不可能是假的 月宁安敢乘上来 必然是没有假的 毕竟 账本上记录的一切 都是能找到人证的 月宁安能收买自己铺子里的下人 可收买不了账本上那些人 可是 断案有断案的流程 不是刘大人一句相信 月宁安城上的证据 就能成为证据 孤证不利 月宁安上面所写的 但凡涉及到人证的 他都要宣人来问话 便是宣布到人来问话 也得派人核实才行 刘大人当即就决定 此案押后再审 等他核实了月宁安提交的证据 真假再说 哪想到他此言一出 郭三十与月宁安都不同意 郭三十的理由十分充分 大人 那糕点铺用的什么材料 有没有卖隔夜的糕点 有没有给恩养堂送糕点 跟草民告他们 有什么关系 草民的娘 是吃了他家铺子的点心才死的 他们得为我娘偿命啊 郭三十生怕自己说慢了 刘大人就不会收回决定 说得又快又急 他想到自己遭了月宁安的算计 突然跪在地上起不来 心念一转又大声嚎道 大人 这奸商不知对草民做了什么 草民到现在都爬不起来 大人 您千万不能信这奸商 这奸商事先做了准备 肯定用银子收买了证人 大人 您不能信他呀 郭三十边说 边给刘大人磕头 不多时 地上就一片血红 大人 这奸商有钱有势 如若大人 你都不肯为草民做主 草民一家 就只有去死了 大人 快 拦住他 别让他再磕了 刘大人看到郭三十的惨状 心里顿时不是滋味 刚刚因月宁安的一举 而对月宁安产生的好感 也消退了不少 官差上前 扣住郭三十 郭三十拼命挣扎 硬要磕头 大人 你要为草民做主啊 草民的娘 死得好惨啊 草民的娘 苦了一辈子 临到老 都没有想到儿女的福 就这么活生生地被毒死了 草民的娘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 这奸商 草奸人命 卖有毒的点心 吃死了人 不可认罪不说 还装出一副高义的样子 大人 大人 你千万不要被那奸商给骗了 大人 你看啊 这奸商害死了草民的娘 还不够 还要害草民 郭三十又哭又喊 毫不悲弃 本集播剿完咯 请进入我的主页 第七十八集 公堂外看热闹的人 听到郭三十这么一喊 纷纷道 这郭三十说得没错呀 给恩养堂送点心 跟点心吃死人有什么关系啊 是 他指不定啊 就是他们家点心不好 卖不出去 别人不稀罕 只有恩养堂那些 没有人照料的老人才吃 也不知那些恩养堂的老人 吃了他们家的点心 有没有吃死 这事得好好查查 绝不能让这些奸商 效用法外 一时间 公堂内外都是吵闹声 刘大人头痛不已 手上惊木 拍得啪啪作响 连叫了两遍宿镜 也没有用后 刘大人发火了 谁在喧哗 统统关机大牢 这话 比拍一百遍惊木还有用 刘大人的话一落下 众人就不敢再说话了 便是郭三十也闭嘴了 不敢再嚎 只仰着他那张有黑染血的脸 悲悲气气地看着刘大人 眼中邪满恳求 刘大人看他这样 叹了口气 无权无事的百姓 苦啊 我要再不为他们做主 还指望谁为他们做主呢 他心中有了决断 一脸肃穆的道 岳氏 你对郭三十做了什么 他为何一直跪在地上起不来 我什么也没有做 岳宁安一直很安静 看热闹的百姓骂他 他没有吭声 看热闹的百姓倒向他 他也没有得意 甚至刘大人的态度转变 也没有影响到他 他一直很稳 陆藏锋看他一眼 随即收回目光 扫向跪在地上的郭三十 眼中闪过了一抹笑意 这小坏蛋 明明坑了郭三十一把 还装得比谁都无辜 那为何他无法起身 岳宁安扫了郭三十一眼 那就得问他自己了 大人 你看这奸商 他倒是到达一耙 你亲眼看到的 是他还得小人 突然跪下 一直站不起来 大人 你看 郭三十为了证明 自己所言不假 借着官差的力 就想要站起来 结果 我 我可以站起来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脸色大变 冷汗一瞬间就冒了出来 不 不 一定不能让刘大人知道 我可以起来了 情急之下 郭三十别无他侧 在站起来的刹那 便又跪了下来 装作一副 用尽全部力气的样子 大人 您看 您看啊 我根本 起不来 郭三十表情 猙獰 满头大汗 一副拼了命的样子 官差也帮忙 用力拉着 他的胳膊 却发现 郭三十的胳膊 十分沉 不停地往下坠 官差 一脸不解 正要给刘大人 说一声 就听到刘大人说 月事 你可还有话要说 我无话可说 有本事 他就在这里跪一辈子 看看他的双腿 能不能生根 月宁安 高傲地别开脸 一副不想多理的样子 大人 你看 你看 他 他心虚了 自己心虚的郭三十 为了证实他没有说谎 急着证明 却不知 他此举 引起了官差的不满 官差松开郭三十 转而朝刘大人拱了拱手 大人 这郭三十 陆二 去 把他的双腿剁了 一直坐着旁观的陆藏风 突然开口 打断了拆牙的话 陆将军 刘大人懵了 不敢相信他听到的 是 将军 陆二 第一时间领命而出 冷着一张脸 朝郭三十走去 郭三十一下子就慌了 陆将军 不 不不 大人 他们要谋害草民 大人 救命啊 郭三十不停地告诉自己 不能起来 不能动 这人肯定是吓唬他的 他一动就露馅了 可是看着一身煞气 拔刀朝他走来的陆二 郭三十还是控制不住心中的巨异 在陆二举刀的刹那 终是没忍住 猛地爬起来 就要往外跑 救命啊 救命啊 杀人了 他的动作快 陆二动作更快 郭三十刚起身 堪堪跑了一步 就被陆二制服 碰 陆二一个过肩摔 将人摔在地上 反捡双手 担心压在 郭三十背上 将人压制得死死的 老实点 不准动 大人 大人 救命 郭三十重重摔在地上 脸着地 他一张脸满是血 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子 他痛得大喊大叫 可惜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这人 极恶呀 公堂外 看热闹的百姓 一个个嘴巴瞪得大大的 不敢相信 人能坏到这个地步 居然当着刘大人的面 诬陷人 这世间怎么会有 这么恶毒的人啊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陆十二更是忍不住 气急败坏地跳出来 这人太坏了 居然故意装作启布兰 诬陷月姑娘害她 这世间怎么能有 这么坏的人 居然诬陷月姑娘 长得这么好看的人呢 月宁安起初还绷着脸 听到陆十二的话 到底忍不住笑了出来 陆十二真是一个活宝 这人陆藏锋 是从哪里找来的 陆藏锋那么严谨的人 居然会受一个 这么跳脱的人当轻位 还真是闷嫂 月宁安怕笑得太张扬 会招人恨 强忍着笑意 把眼泪都憋出来了 陆藏锋看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就黑了 合着我让陆二出手 最后好人 却让陆十二给做了 陆藏锋一个冷刀子 甩向陆十二 可陆十二是个心大的 根本没有察觉到异常 他听到月宁安的声音 扭头 见月宁安眼角带泪 还以为他气哭了 顿时更生气了 陆十二不管不顾 撸起袖子 指着郭三十就到 刘大人 你看月姑娘都气哭了 你一定要严惩这个坏东西 不能让它好过 我气哭了 月宁安张着嘴 发不出声音 陆十二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我服了 草民没有 大人明见 草民是冤枉的 郭三十被陆二压在地上 动弹不得 他又惊又惧 又害怕刘大人真去查 顾不得脸上的疼 扯着嗓子大喊 陆藏锋 见月宁安的眼里 只有陆十二 神色不善地说了一句 谢了他的下巴 是 将军 陆二手腕一动 郭三十惨叫一声 就再也发不出声音 公堂外的百姓 看到陆二这一手 不仅没有被吓到 还一个个两眼放光 崇拜地看着陆二 我的天哪 这就是从战场回来的兵 这一身的煞气 好吓人啊 月宁安也看了陆二一眼 虽然没有说话 但从他微瞪的毛子 可以看出 他也是欣赏的 陆藏锋 虽然感觉很烦躁 不过 令他更烦躁的 还在后面 本集播讲完毕 想关注主播的 更多日常吗 七十九集 陆十二 完全不懂得察言观色 见月宁安 受了这么大委屈 却一声不吭 当即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为他主持公道 陆十二指着 郭三十气愤地道 刘大人 你一定要好好查一查 这个叫郭三十的人 我觉得这么坏的人 他娘的死 肯定另有隐情 他肯定是诬陷月姑娘的 月姑娘那么好的人 怎么可能会卖发霉的点心 为了证明月宁安 真是好人 陆十二想了想 又补了一句 而且月姑娘又不差钱 刘大人你看 我跟月姑娘都不熟 就因为我夸月姑娘好看 价值万金的宝马 月姑娘说送我就送我了 月姑娘这么大方 怎么可能为了一点小钱 害人性命 他说到这里 隐隐有一丝小得意 语气陡然变得轻快起来 月姑娘这么好看 这么大方的人 怎么可能害死她娘 一定是这个烂了心肠的人 诬陷月姑娘 她当着刘大人你的面 就敢诬陷月姑娘 谁知背后会做什么 刘大人 你可要为月姑娘做主 不能叫她平白受冤吗 陆十二还是少年的嗓音 清阳悦耳 他说得又快又急 可却叫人无法讨厌 至少刘大人并没有打断他的话 而其他人听到陆十二的话 也是连连附和 跟着点头 他们觉得这个小哥说得很对 而且他还是陆将军的人 他一定是好人 唯有郭三十趴在地上 下巴被卸 动弹不得 又发不出任何声音 听到陆十二的话 只能急得乱拱 不想他一动 陆十二又指着他得意地道 你看你看 太心虚了吧 月宁安站在一旁 被陆十二这一通骚操作 惊得嘴巴都合不上 趁陆十二可真是一个人才 那匹乌锥马送得不亏 还在公堂上 月宁安不好当众说什么 只暗暗朝陆十二竖起大拇指 无声地对他说了一句 干得漂亮 陆十二看到了 要是有尾巴 他这会儿 尾巴肯定要翘起来 他朝月宁安眨眨眼 又比了一个放心的手势 扭头就像打了胜仗的小公鸡 催促刘大人 好好的审一审过三十 陆藏锋坐在一旁 看着月宁安与陆十二眉来眼去 心里说不出的心塞 你是不是谢错人了 我才是处理的正主好不好 郭三十的事 本官会去查 刘大人看着郭三十 被人拆穿了还不认错 叹息了一声 我先前一直很同情郭三十 一心想着为郭三十 伸张正义 可现在 我开始怀疑 我以为的正义 不过是郭三十的诬陷 一瞬间 刘大人有些倦怠 当下 也没有心情继续审案了 对月宁安安府地说了一句 月室 今日之事是本官失查 这桩案子 本官会重审 你放心 本官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大人 你要得人证就在外面 大人也不必重审了 只要把证人传唤进来即可 月宁安对刘大人的态度如初 仍旧是恭敬而又疏离 并不因为刘大人的认可而感动 也不因为刘大人的偏向而生气 更不因刘大人的愧疚而得意 在旁人看来 月宁安这是喜怒不形于色 陆藏锋却是知道 月宁安 他是从来没有寄希望于刘大人 没有希望过 就不会有失望 自然也就不会伤怀 证人在外面 你上面所列的证人 都在外面 刘大人听到月宁安的话 惊了一跳 月宁安呈上来的证据 相关的证人有数十人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大商家 这些人论地位比月宁安 只高不低 他们怎么可能 会来为月宁安作证呢 要知道 但凡大商骨 谁背后没有靠山啊 远的不说 就说月宁安列在守卫的梅济老板 背后靠的可是宫里的柜人 别说是月宁安 就是我这个顺天浮衍 也不一定能把他们宣找来 还得上门去求证 是 他们怎么会 说到一半 刘大人才惊绝不合适 慢慢地消音了 转而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让官差去把等候在外的证人 一一传进来 最先进来的 就是给月宁安提供鲜花的梅济老板 只见此人年约四十 十分富台 一身绸缎缠在身上 随着他行走 不时发出扑扑声 就像是有人一直在放屁一样 旁人听到这个声音 虽然觉得好笑 却没有一个人敢笑出来 陆十二却没有那么多顾忌 哭哧一声就笑出来了 笑了也就算了 偏偏陆十二还去补救 忙捂住嘴 连连白手解释道 那个那个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 我不是笑你 真的我不是在笑你 月宁安真没见过 比陆十二还要不靠谱的人 不过 想到陆十二刚刚还站出来 给他撑腰 把他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全说了出来 月宁安就没有办法再生他的气 月宁安暗中瞪了陆十二一眼 随即换上笑脸 上前朝梅济胖老板扶了扶身 陪着笑脸道 没缘万 家里的小孩子不懂事 还请梅老板大人有大量 别跟个小孩一般见识 这是你家的孩子 梅老板的脸 本来就阴沉了下来 听到月宁安的话 稍稍的好看了几许 月宁 陆十二见月宁安 为了给他人陪笑脸 心里感动之余 又十分难受 想要站出来 为月宁安说话 可他刚开口 就被月宁安用眼神制止了 月宁安仍旧陪着笑脸 说着好话 家里的小孩不懂事 被宠坏了 不比没缘外加的公子 那可是人中龙凤 谁提起梅公子 不赞一句 除凤轻于老凤生啊 我那小子也没啥 就是会读两本书 不比月姑娘你点识成金 我那小子 要是有你的本事 我就不用担心 我这家业没有人继承了 梅老板听到月宁安的话 乐得哈哈大笑 梅元外 你这是笑话我呢 我不过是讨一口辛苦饭吃 拿比得上梅公子 明年大比之年 梅公子肯定榜上有名 到时候 还请梅元外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去沾沾喜气 月宁安 不仅把好话说了 也暗示梅老板 第八十集 听了月宁安的话 梅庄老板道 好说好说 随即 梅老板呵呵一笑 一张肥腻的脸挤成一团 绿豆大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月姑娘 今天这事 我可算是给你面子了 你回头要处理什么产业 可别忘了我呀 先前 月宁安处理产业 我半点便宜没有占到 我现在想起来 还觉得亏动 我就怕梅元外宁 看不上我那点小产业 你看上了什么 尽管开口 我要小气了 你就骂我 梅老板摆明了 要占便宜 月宁安看得分明 却仍旧大方地许诺 我能怎么办 我不是陆藏夫 也不是一品将军夫人了 你这糕点铺子可真不错呀 我家那闺女像我 就好一口吃的 每天不吃就馋得慌 你关铺子的这几天 我闺女都饿瘦了 梅老板一点也不客气 张嘴就到 月姑娘你 陆十二一听就急了 闭嘴 月宁安冷脸呵斥她一句 转身对着梅老板 又是笑语盈盈 只要梅老板不嫌弃 回头我就把房契 方子和厨娘送过去 两人的声音不高不低 公堂内的人能听到 公堂外的人却是听不到 然而 公堂内 包括铁面无私的刘大人 都是一脸沉默 公堂外 听不到的百姓 虽然好奇 却没有人多问 嘿嘿 不嫌弃不嫌弃 谁不知道啊 经此一事 你拿铺子铁定要火了 以后这汴京的有钱人 哪家的贵族小姐 要吃点心 肯定是首选你的铺子 梅老板一脸满意 绿豆大的眼睛 此刻只剩下一条缝了 得到满意的答复 梅老板就不再与月宁安纠缠 而是上前两步 大大咧咧地 对坐在上手的刘大人道 刘大人啊 我是来给月姑娘作证的 月姑娘家的点心铺子 用的鲜花全是我梅记提供的 每天天未亮 就将那位长开的小姑娘去采摘 不沾他人的手 带着露水 就给送到月姑娘的铺子里 这家点心铺 马上就要落到梅老板手里 梅老板自是乐得多说好话 我老梅可以拍着胸脯保证 月姑娘家的铺子 用的材料绝对是顶顶的好 做出来的点心 绝不可能吃死人的 刘大人要是不信 可以派人去我的梅园查看 我保证我梅园的每一朵花 都是干净无尘的 梅老板说到这里 难掩得意之色 我们家的花田 圣上都称赞过 谁敢说不好啊 刘大人的脸 不自然地抽了抽 心里厌恶得不行 嘴上还是客气得到 梅园外 正刺洗好了 你请花鸭 花鸭 行行行 我花鸭 梅园外 看也不看 文书递上来的证词 随手就花鸭 门口保证道 这证词我花鸭了 但凡与月姑娘的 铺子有关的事情 刘大人尽管来找我 多谢梅园外配合 刘大人恶心地不行 却还要客气地 把人送走 月宁安 也朝梅园外 道了一声谢 谢谢梅园外 您真是好人 这次的事啊 给您添麻烦了 确实是麻烦 月姑娘 这也就是你 要是换做别人 便是八台大轿来请我 我老妹也绝不会来的 梅老板半点不懂客气 一脸傲慢地道 梅园外您一向照顾晚辈 晚辈是知道的 月宁安将姿态摆得极低 连连感谢 才把梅老板送走 梅老板一走 公堂内瞬间安静下来 众人齐刷刷地看着月宁安 眼中满是同情 只有陆藏锋除外 陆藏锋看着月宁安的眼神 很平静 平静到吓人 月宁安扫了陆藏锋一眼 很快就收回目光 随即一脸不解地看向众人 各位看着我干嘛 梅老板已经为我作证 下面是不是要请 陈济凉铺的老板 为我作证了 月室 本官 刘大人心生愧疚 我明明说好 要为民做主 要公正无私 可是 可是不公平的事 就发生在我眼前 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月宁安故作不知 一脸单纯地道 大人 这不过是正常的交易而已 您别多想 我可没有收买美元外 为我作证 本官明白 刘大人见月宁安吃了这么大的亏 还担心他多想 心里不由得更愧疚了 夫人 您为什么 陆十二看着月宁安 明明吃了这么大的亏 还要假装不在意 还要给众人赔笑脸 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可是 他一开口 就被月宁安凶了一句 你闭嘴 我 我 陆十二吓得打了一个阁 显然没想到 月宁安会这么凶 明明刚刚还笑得很好看的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陆十二顿时委屈了 月宁安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问向陆二 他平时也这么跳脱 陆二沉默不语 刘大人 虽然对月宁安心生愧疚 可案子该怎么审 还得怎么审 他绝不会因此 就偏向月宁安 当然 他也不认为 月宁安需要他偏帮 月宁安明显是有备而来 这案子 说句不好听的 虽是我在主审 但我也一直被月宁安牵着走 作为父母官 刘大人略感心塞 不过 刘大人很快就收拾好心情 打起精神 照下一个证人问话 第二个证人 是汴京有名的商量 陈记的老板 陈老板能在汴京站稳脚跟 自然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当然 背景也是有的 不过 陈记的老板 不像梅老板那么外露 他是一个精明内敛的人 被叫进来之后 只回答了几句话 并没有与月宁安多说 月宁安 也只是朝对方 道了一声谢 陈记老板就走了 陆十二健壮 脸色有些善善的 默默地站在一旁 没有说话 只用一双欠揪的毛子 看着月宁安 可怜巴巴的 月宁安被他看得没办法 只得朝他安抚一笑 并摇摇头 用眼神告诉他 没事 可陆十二仍旧愧疚得紧 双手不自在地 拧着衣摆 一副犯了大错的样子 月宁安见他这样 不由地感叹 有心想要安慰他一句 奈何场合不对 只能暂且按捺住 陈记的老板 做完证后 刘大人又将 余下几位证人 一一传诏上来 这些证人 有商骨 也有缘外 有给月宁安提供原料的商人 也有点心铺的老客人 刘大人叫他们上来 一一询问 并化压后 又把人送走了 最后叫上来的 是恩养堂的管事 第八十一集 恩养堂的管事 是一个中年老妇人 她身形消瘦 五官有些锋利 很是严肃 一看就知 极重规矩 不好打交道 她穿着一身 将洗的 干干净净的 蓝布旧衣 规规矩矩地走上前 落落大方地 给刘大人行礼 见过刘大人 那妇人一举一动 都套着一股自禁 只朝刘大人 行了一个扶身礼 并没有跪下 你是张相公 刘大人见到他 着实愣了一下 没想到大人 还记得奴婢 张相公虽自称奴婢 却没有一丝 奴仆该有的谦卑 面上一派严肃 矜持而端重 刘大人面露喜意 一脸激动地道 本官怎么能忘 您可是太后身边的老人 当年本官初次面上 心里紧张地 险些晕了过去 还是张相公 为本官求来一碗 结束的药 本官才没有在圣上面前 事宜 本官这些年 一直在找上公 没想到张上公 你竟是去了 恩养堂做管事啊 月宁安听到 刘大人的话 险些懵了 他诧异地看向张上公 眼中邪满疑惑 我与这位张娘子 打了五年的交道 先前只觉得 她气质出众 为人严谨 形势颇有章法 出身必然非凡 不想 她居然是 太后身边的人 我这是遇着贵人了 不过 转念一想 月宁安就将这荒谬的念头 给拍飞了 什么贵人不贵人的 我与这位张娘子也不熟 只在五年前聊过一回 后来 逢年过节 我得空就会去一趟恩养堂 给恩养堂的老人送些东西 再多 彼此就没有交集了 毕竟 我做梦也想不到 管着恩养堂的张娘子 居然是太后身边的人 这简直太叫人意外了 陆藏风意味深长地 看了月宁安一眼 见月宁安满脸疑惑 不知该赞月宁安运气好 还是说月宁安好算计 有了张上公这层关系 有了你连续五年 往恩养堂送点心的善举 你月宁安肯定在 太后娘娘面前挂了号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太后娘娘慈悲 自七年前 发生恩养堂的老人 被照看的人虐养一世 心里便一直不安 奴婢请命去恩养堂 不过是为太后娘娘分忧 张上公虽低垂着眉眼 言辞却透着一股 无惧任何人的自傲 当然 作为太后娘娘身边的宫女 作为身上带着品级的女官 张上公有自傲的本钱 太后慈悲 刘大人见状 忙起身 朝皇宫方向作医 行完这一礼 刘大人这才继续问话 张上公 本官召你上堂 是想与你合适 岳氏每日将铺子里余下的点心 送往恩养堂一事 是否属实 属实 张上公并没有看月宁安 神情淡漠 似与月宁安并不相熟 事实上 二人也确实没有怎么打交道 张上公身为太后眼前的人 轻易不会与人结交 哪怕看好谁 也不会表露出来 就怕有人借机攀上来 给太后娘娘添乱 月室这七日 送往点心铺的高点数量 种类 你可还记得 回大人的话 记得 张上公应了一声 不等刘大人再问 就将这七天收到的点心数量 与名称 一一报了出来 并道 大人 点心铺这七天送过去的点心空盒 还放在恩养堂 盒子上面 皆标明了日期和明目 大人随时可以派人前去核实 此事本官自会核实 张上公 如若没有疑问 请你在证词上画样 刘大人仔细核实了一遍 张上公所说的话 并与月宁安呈上来的证据 一一对应 发现没有一处疏漏 如若说 那些商户有可能 受利益驱使 为月宁安作证 甚至作伪证 张上公却绝无可能 也无人能让张上公 为月宁安作伪证 由此可见 月宁安所呈上来的证据 确实没有任何疑问 大人 奴婢告退 张上公画鸭之后 给刘大人扶了扶身 就目不斜视地离去了 全程没有看任何人一眼 月宁安 看着张上公离去的身影 一时间 竟觉得人生奇妙 颇有趣味 谁能想到 掌管恩养堂的张娘子 会有这么大的来头 看着是个小透明 谁知 却是个隐藏了身份的大魔王 月宁安可以想象 经此一世后 恩养堂会迎来多少 有眼光的商人捐助 而经此一世后 恩养堂也会彻底走进 那些贵人的视线 让那些贵人注意到 恩养堂的存在 日后 但凡想要在太后娘娘面前 留个好感 定会前仆后继地 往恩养堂 先刷张娘子的好感 月宁安开始怀疑 张娘子亲自前来 为她作证 又自报家门 就是打着 引人关注恩养堂 给恩养堂捐款的主意 不是她小心眼 也不是她以己度人 事实摆在眼前 她无法不多想 张娘子是月宁安 请来的最后一位证人 张娘子在证词上画完押 月宁安城上的证据 就完整了 不再是孤证 若是刘大人还有疑问 她可以暂停审案 等核实了证据 择日再开堂 或者 郭三时能提供新的证据 新的疑问 也可以要求择日再审 但是 刘大人看了一眼 趴在地上像赖皮狗一样 还在挣扎的郭三时 眼中闪过了一抹厌恶 她对这种 当堂说瞎话 诬陷人的人 着实没有好感 即使她看上去很可怜 刘大人 没有给郭三时机会 她朝陆藏锋 告了一声罪 说道 陆将军 还请您让人 将原告郭三时的下巴合上 下官有话要问她 刘大人对陆藏锋插手 他审案也是不满的 可他失察在先 也没有底气 与陆藏锋争执 便只能忍下来 陆二 陆藏锋 冷着脸 开口道 陆二 应了一声 随手在郭三时下巴 拍了一击 咳嗦一声 郭三时 发出了一声 痛哭哀嚎 杀人了 杀人了 军爷杀人了 宿将 刘大人不满地一拍惊慕 原告郭三时 你再无视公堂秩序 大喊大叫 本官就已扰乱公堂之罪 先赏你是班子 大人 草民冤枉啊 郭三时心里又悔又怕 他慌忙爬起来跪下 指着月宁安委屈地道 大人 是这个奸商他陷害草民 草民先前 真的是起不来 草民没有诬陷他 为了让刘大人取信 郭三时又到 大人你看到了 草民原是想要打他 可突然就跪下动不了 大人 是这奸商使得诡计 大人 你要为小人做主啊 郭三时 这里是公堂 不是你可以放肆的地方 你再咆哮公堂 休怪本官不客气 刘大人已经厌烦了 郭三时动不动 就哀嚎痛哭的样子 见他这般 便认定他是装模作样 借机陷害月宁安 本集播讲完咯 请进入我的主页 第八十二集 不怪刘大人如此想 郭三时有陷害月宁安的前科 不仅仅是刘大人这么想 就是在公堂外 看热闹的百姓 亦是对郭三时摇头叹息 这人不行 先前那个黑脸小哥说的没错 这人坏了良心 他娘的死因 我看真的是另有隐情 肯定不是吃点心中毒死的 那点心的原料你听到没 这采清晨带露珠的花 用的是北边的上等面粉 买草原的活羊 献挤羊乳 酥油也是塞外贵族用的 还有那杏仁花生什么的 说是仅次于贡品 全都是上等的原料 一般人啊 就算是有钱也买不到 却所有的点心 当天做当天卖 这么好的点心 怎么可能吃死人 不对 这么好的点心就是吃死人 我也愿意吃啊 没听说过吗 那铺子里的点心 最便宜的都要五两银子一盒 你想吃都没得吃 五两银子一盒怎么了 那点心值这个价 别说是五两银子一盒 就冲那个选料 我要是有钱啊 十两银子一盒我也买 案子还没审完 外面那些看热闹的百姓 就已经站在了月宁安那边 月宁安可以想到 案子结束之后 他那间点心铺 会有多火爆 虽然那间铺子 很快就不属于他了 可他仍旧很开心 他费了那么多心思 整理出那么多证据 又不辞辛苦地 请来这么多证人 可不仅仅是为了 宣扬一家铺子 他要做的 是潜移默化的 在众人心中 直下他月宁安 是个品性极好的 有德商人 德行天下 有德才会受世人尊敬 便是做个商骨 他月宁安 也要做最出色 最受人尊敬的那一个 月宁安已经初步达到了 自己想要的效果 对刘大人 怎么审过三十 就没有那么在意了 他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着刘大人 拿郭三十当犯人审 一遍遍地 问郭三十 那盒点心的来源 他母亲死前的细节 月宁安 将这七天卖出的点心 全部登记造册 每份点心都有迹可循 郭三十手上这份点心 明显来路不明 郭三十 本官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说 你的点心 是何年何月 在铺子里买的 七天前 大人 我七天前买的 郭三十很不想回答 可刘大人一再逼问 他根本没有不达的权利 郭三十 你确定 草民 草民 我状告月宁安的时候 说是三天前 在铺子里买的点心 哪里知道月宁安那么狠 居然把这七天所有 买了点心的买价 都给找了出来 那身边根本就没有我 我倒是想说 是富贵人家打赏的 可我先前一口咬定 点心是我买的 并且我现在 就是想要改口 也没有机会 我便是说人送的 也说不出人名来啊 郭三十 被刘大人问得快要哭了 而刘大人越问 就发现郭三十身上的疑点 越来越多 甚至有些回答 根本经不起推敲 存在明显漏洞 现在 已经不是郭三十 要不要告月宁安的问题 而是刘大人 肯不肯放过郭三十了 刘大人心中起疑 也不拿郭三十当原告 而是拿他当犯人审 用审讯的技巧 反复询问郭三十 他母亲死时的种种细节 先前 这些都是郭三十主动交代的 郭三十每每提起 他母亲死的惨状 都痛哭流涕 悲痛不已 旁人听着 只会为他愤怒 帮他一起去骂 无良的奸商 月宁安 根本不会多想 就是刘大人先前听着 也觉得 郭三十是个大孝子 攒了一年的辛苦钱 就为了给亲娘 买口好点心 不想遇到无良商家 受害者同情郭三十母亲惨死 才会被郭三十蒙骗 现在清醒过来 哪里还看不出郭三十有问题呢 这郭三十的每一句证词 都是事先背过的 每一句都是针对月宁安的 显然是有备而来 刘大人也不管 今天他审的案子 是郭三十状告月宁安 当堂就审起郭三十来 刘大人原是想 好好审一审郭三十 看看还有什么遗漏之处 不想这一审 竟审出了一起 影响极其恶劣的人命官司 刘大人审着审着 就发现郭三十很不对劲 郭三十先前一口咬定 他娘是吃了月宁安 铺子里的点心中毒而死 现在月宁安证明了 他家铺子点心 绝对不会有问题 且郭三十拿出来作证的点心 虽然从外表看来 确实是出自月宁安的铺子 但什么时候买的 从哪儿买来的 郭三十却说不清楚 甚至郭三十都无法证明 他买的那个点心 没有经过他人的手 而是一出了月宁安的铺子 就给他母亲吃了 吃食这种东西 要是过了很多道人手 许多事情就说不清了 而且郭三十交给顺天府的 那份点心虽然发了霉 但只有外皮的部分有毒 内线半点事都没有 郭三十手中点心 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 外皮上的毒到底是哪儿来的 这个真说不清楚 至少不能一口咬定 是月家铺子的问题 而且 月宁安提供的种种证据 足以证明 他名下那家点心铺子 别说卖发霉的点心 就是过夜的点心都不会卖 郭三十手中那包发霉的点心 就算是月家铺子买的 点心发霉 也与月家铺子无关 事已 郭三十的母亲 根本不是因为点心中毒而死 那么问题来了 郭三十的母亲 不是因点心中毒而死 那她到底是吃了什么 才中毒的 刘大人最初倒是没有多想 只当郭三十不知其母的死因 在其母死后生了坏心思 借母亲的尸体诬陷 敲诈月宁安 可是 她审着审着却发现 郭三十的说辞被她拆穿 没有办法 在她的面前 被事先准备好的说辞之后 提起她母亲的死因 郭三十就开始含糊其词 顾左右而言她 根本不肯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刘大人审案多年 哪里看不出郭三十有问题 当即又是一句逼问 郭三十 你母亲 到底是怎么死的 还不快从事招来 听了刘大人的话好 结结巴巴地道 郭三十被刘大人逼得满头大汗 哆哆嗦嗦嗦开口 根本不敢看刘大人 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审问她了 不是她告月家铺子吗 便是月家的铺子无事 顶多也就是乱告 顶多也就是误告 不该审问她呀 刘大人见郭三十死不悔改 顿时就怒了 郭三十你还要嘴硬 你母亲的尸首就在一桩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本官命人开棺查验即可 先前就有五座验过尸首 验出来的就是中毒而亡 再验也验不出其他来 刘大人这么说 不过是为了诈郭三十 这要是月宁安 肯定不会上当 可郭三十只是一个 没有什么见识的农家汉 听到刘大人的话 顿时就慌了连连磕头 大人 苍明不知 苍明不知啊 大人 小人不告 小人不告了 行不行 郭三十立刻就怂了 想要退缩 可现在已经不是 他想退就能退的 刘大人不容许 月宁安看了郭三十一眼 垂眸 眼去眼中的冷意 上前一步拱了拱手 刘大人 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证明 郭三十母亲的死 与我家铺子里的典型无关 郭三十是不是诬告 是 月宁安人正物争俱全 相反 郭三十除了一个死去的老娘 没有任何有用的证据 郭三十提供的证据 完全站不住脚 那现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向 郭三十索赔了 索赔 大人 郭三十带着人 将我家的铺子 打砸了一通 将店内所有的摆设 全砸了 还有当天做好的糕点 浸的原料 也全毁了 您知道我家铺子的浸料 有多贵的 我损失这么大 这些 他不该赔吗 月宁安 看着刘大人 一脸期盼 刘大人说不出拒绝的话 只能点头 嗯 该赔 这愚情愚脸 都该赔啊 刘大人听到 月宁安所赔 只当月宁安 是要郭三十赔银子 陆藏风 却直觉不对 他看了月宁安一眼 可惜的是 月宁安脸上 除了为损失痛惜外 再也没有别的表情 而且 月宁安不看他 月宁安 只看着刘大人 又道 另外 我家铺子因他诬告 连这七天没有做生意 可每天却要付租金 刘大人 这些钱 郭三十是不是也要赔偿给我 是 刘大人应了一声 面上难得地严肃起来 我看了月宁安 提交上来的账本 知道那家铺子 每天营收多少 如若按照月宁安 提出来的要求索赔 郭三十这一辈子 都赔不起啊 不想月宁安又开口了 至于 因他诬告 而带来的名声影响 这个 我就不跟他算了 真要跟他算 他这辈子都赔不起 月姑娘仁义啊 刘大人听到月宁安的话 竟是无法反驳 当不起大人夸赞 月宁安谦虚了一句 就问郭三十 郭三十 你诬告我 害我家铺子损失惨重 你是直接赔钱 还是要我告你 郭三十见月宁安松口 只要赔偿 不再提他母亲的死音 顿时大松了口气 连连磕头 大人 草民 草民愿意赔偿点心铺的损失 我 我不告了 不告了 不想 月宁安突然话锋一转道 就你一个农家汉子 一年攒不到一吊钱 要赔我家铺子的损失 攒十辈子也不够 算了 月宁安说到这里 顿了一下 众人还以为 他要大方地说 算了 我不要这赔偿 就听到他说 我好人做到底 你娘不是中毒而死的吗 我去找宋武作 为他验尸 帮你找出 害死你娘的真凶 好叫真凶伏法 顺便赔偿我的损失 不不不 我不告了 我不告了 郭三十听到月宁安的话 整个人都要疯了 连忙摇头 刘大人 却是一脸惊喜的道 月姑娘 你说的是 曾被先皇召见 说他手下无冤魂的 宋武作 对 就是宋老 宋武作 宋武作他年岁已大 早已不在掩饰 他 他会愿意吗 刘大人不确定地问道 月宁安淡淡一笑 刘大人 宋武作他最是见不得 有人死得不明不白 他知晓了此案 定然不会束手旁观 我与宋武作有几分交情 刘大人要是不方便 请宋武作出山 我可以代劳 做生意的人 与三教九流都有来往 月宁安与宋武作 还真有几分交情 如若是平时 他肯定不愿意浪费这个人情 可现在嘛 月宁安看了郭三十一眼 眼神冷得吓人 月宁安主动提出 要帮忙去请宋武作出山 刘大人哪里会拒绝 可不等刘大人开口 郭三十就急切大喊 大人 大人我不告了 我不告了 我娘 我娘不是中毒死的 是病死的 对 我娘是病死的 大人 我不告了 我这就走 不告了 不告了 郭三十说着说着 突然眼前一亮 猛地起身 转身就往外跑 快 把他拦住 刘大人脸色一变 指着郭三十 千万别让他跑了 卢二 陆藏风声音很冷 几乎是刘大人话刚落下 卢二就一跃上前 一脚踹向郭三十小腿 咔嚓一声 郭三十往前栽倒 下巴重重摔在 衙门的门槛上 郭三十惨叫一声 双手捂着下巴 如同负伤的野兽 发出悲痛的哀嚎 差役这才上前 反捡郭三十双手 将人压到刘大人面前 大人 饶命 郭三十满脸都是血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他一张嘴就是一口血 还有森白的牙齿 或者血掉落 他疼了眼泪鼻涕齐流 身体缩成一团 不断地颤抖 显然是吓到了 先把人压下去 关起来 郭三十心虚地反应 足够让刘大人把人收尖 大人 草 草民 郭三十身体颤抖 慌张地求饶 可惜刘大人 已经不想理会他了 大手一挥 就让人把他压下去 哼 有什么话 等送我做夜晚事再说吧 大人 郭三十不甘心 拼了命地 想要挣扎 可他的小腿 被陆二生生踩断 双手又被差异扣住 郭三十一走 公堂内就安静下来 而公堂外却正热闹 围观的百姓 见此变故 议论纷纷 他娘不会是他杀的吧 看他这反应 就算不是他下的手 也跟他脱不了干系 我看就是他 你看他先前诬陷月姑娘 说月姑娘害得起不了身 可实际上呢 就是故意地栽赃陷害 这郭三十太不是个东西了 先前那小哥说的没错 这人真是坏了良心 还丑 月姑娘真是倒霉 人家好好的开店 做的糕点虽然贵了些 可人家用料真实 乌有所值 天天都卖新鲜的 从来不卖过夜的点心 还就这样 也被人惦记上了 谁说不是呢 月姑娘为人心善 每天都给恩养堂的老人 送点心 你刚刚听到没有 月姑娘给恩养堂的老人 送了整整五年点心 五年呀 不是五天 不是五个月 那得多少银子呀 而且人家做了好事还不说 要不是郭三十 诬陷月姑娘 估计月姑娘 到现在也不会说呢 月姑娘这么好的人 却被郭三十诬陷了 店被砸了不说 还险些要吃人命官司 外面的百姓 纷纷为月宁安布执 刘大人也为月宁安布执 再想到月宁安 因此损失的铺子 刘大人又忍不住心生愧疚 刘大人起身 再次朝月宁安致歉 月姑娘 这桩案子是本官失查 给月姑娘添麻烦了 大人不过是公事公办 何来麻烦之说 月宁安同样避退 没有受刘大人这一礼 刘大人已经算是公正了 这桩案子 又不是刘大人设计的 比我卖铺子的 也不是刘大人 与刘大人何干呢 我虽不喜刘大人 但也不会因此就迁怒 把所有的错 都怪到刘大人头上 这点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月宁安还是有的 这事呢 终归是本官失查 先前没有发现 郭三十的可疑之处 才害得月姑娘你 这 刘大人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下去 哪里的话 是我得多谢刘大人 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得以证明清白 刘大人 你千万不要多想 月宁安知道 刘大人为何愧疚 可他就是不正面说 也不给刘大人 说清楚的机会 刘大人的愧疚 用得好了 可比一个点心铺子之前 便是以后没有机会用 能让刘大人记得我 记得亏欠我 那也是好事 刘大人苦笑一声 朝月宁安做了一依 总之 本官给姑娘添麻烦了 另外 宋武做的事 本官也在此谢过月姑娘 这件事算本官欠月姑娘 你一个人情 日后如有本官能帮忙的地方 月姑娘尽管开口 刘大人千万不要这么说 如若大人真要谢我 能否帮我一个忙 刘大人的愧疚可以留着 但人情就不用留着了 这么大一个官员 这个时候因为愧疚 对我许下一个人情 指不定一转身就后悔了 到时候我要求到刘大人头上 刘大人不高兴 觉得我这人没脸没皮 给点阳光就灿烂 我要是一直不用这个人情 刘大人心里又会惦记 怕我日后所求更大 被惦记得多了 指不定刘大人就会对我生厌 以为我拿着那个人情不放 时间久了 说不定把那点愧疚也磨平了 月姑娘 想要本官帮你做什么 刘大人听到月宁安的话 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事实上 在说完欠月宁安一个人情后 刘大人就后悔了 他怕月宁安用那个人情 让他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也怕日后旁人议论说 他与月宁安官商勾结 可是 他先前话赶话地 把话说出去了 也无法收回来 只能硬着头皮韧下 现在月宁安当堂提出 坦坦荡荡 谁也挑不出错来 月宁安笑着开口 我已被陆将军修离 月宁安一开口 陆藏风就知道 月宁安想要说什么 他看着月宁安 眼神冰冷 月宁安却丝毫无所觉 脸上笑容不变得道 刘大人 我与陆将军不再是夫妻关系 不该享受陆将军带来的阴风 那一品将军夫人的告命 按规矩也该收回 只是不知为何 礼部迟迟没有人来收回告命 我想请刘大人帮我催催 能否让礼部尽快把这个流程走完 这 刘大人不由自主地 看了陆藏风一眼 果然 他看到了陆藏风阴沉的脸 刘大人心中咯噔一声 有些不自在的道 月姑娘 这事 这事有些难办哪 月宁安像是看不到 刘大人脸上的为难一样 与沁满是期盼的道 刘大人 这事不麻烦吧 他完全不给刘大人拒绝的机会 又贴心地补了一句 要是麻烦的话 那我等会儿把赤丰告命的诏书 告命符送到刘大人您这里来 劳烦刘大人帮我直接交给他们 也省得给礼部的官员添麻烦 月姑娘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啊 哎呀 这 哎呦 这真不是给礼部的官员添麻烦的问题啊 我说月宁安哪 你明白吗 刘大人想哭 只感觉左侧身子如坠冰枯冷得吓人 他很想回头跟陆藏锋说一声 哎 陆将军 这天还没有热 你能不能别吓人哪 我就一无闻管 没上过战场 上不住你的杀气啊 可惜他不敢说 刘大人真的后悔了 为什么要说一句欠月宁安一个人情的事 这月宁安可是出了您的大商人 他会吃亏 刘大人起虎难下 却又不知该怎么说 只能用眼神暗示月宁安 哎呀 咱换一件事行不行啊 哪怕让他寻思 给月宁安一点好处 在刘大人看来 也比帮月宁安还告命诏书好 这陆将军真的是 他到底在想什么呀 人是他修的 现在人家月宁安 不等他提出 就主动上交告明诏书 与他陆大将军撇清关系 这陆大将军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刘大人有苦难言 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说 只能暗示月宁安 月宁安却像是看不到 刘大人暗示一般 只满心信任地看着刘大人 等刘大人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陆藏锋见刘大人 没有应下月宁安的请求 心下满意 目光一转 落到月宁安身上 等着月宁安改口 可是 本集播讲完 第八十五集 听了刘大人的话后 月宁安想都不想就到 我考虑得很清楚 陆藏锋脸色顿时黑了 眸光幽深莫测 宫堂内气氛为之一变 这下别说刘大人 就是粗线条数陆十二 也察觉到不对 小声唤了一句 夫人 闭嘴 月宁安瞪他一眼 陆十二吓得一哆嗦 不敢言语 月宁安转头 笑得极甜 在刘大人备受煎熬之际 月宁安已经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 刘大人 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 做出的决定 如若没有别的问题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回去后就把告命送给大人 劳烦大人了 月宁安说完 朝刘大人做了个一 时辰不早了 大人 我先回去 刘大人感受着身侧的寒意 都要哭了 月姑娘 此事 此事不及啊 我明白 此事已早不已迟 要是让陛下知道 我被陆将军休了 还在外面 打着一品将军夫人的名号 败坏陆将军的名声 肯定会治我的罪 说不定 还会牵连到陆将军 而且 月宁安顿了一下 看向陆藏风 眼中的情绪 有欢喜 有哀伤 有悲痛 有不舍 也有解脱 复杂到 无人能懂 他在笑 眼中也含着笑意 可只要他看一眼 就能看到 他周身散发的悲 与哀 喜与叛 那种情绪 无法言喻 而且 什么 陆藏风 见月宁安 终于肯拿正眼看他 哪怕 他的眼神复杂到 让人难以辨认 他仍然觉得 自己心跳加快了 我似乎在期待月宁看我 不 这个女人当着我的面 要请刘大人帮忙 把他身上 阴风的告命收回去 要跟我撇得干干净净 我干嘛还期待他看我 一定是我的错觉 陆藏风 放在一侧的手 不由自主地收紧 月宁安 轻轻一笑 眼眸微眨 将眼中 所有情绪敛尽 一脸轻松地调侃道 而且啊 我占着 一品将军夫人的名头 也不利于陆将军 您续取 对吧 月宁安 笑容诚恳 一脸真诚 一副 为圣上分忧 为陆藏风 分忧的体贴样 刘大人 也忍不住一叹 唉 这月宁安 真是一个好姑娘 除了出身差一点 旁的毫无瑕疵 她嫁给陆将军三年 为陆将军操持内外 把将军府打理得 井井有条 照顾她的家人 让她在前线 没有后苦之忧 现在 她被陆将军休憩 还一心为陆将军考虑 生怕自己身上的 告命不收回 会给陆将军添麻烦 会影响陆将军续曲 这么好的女人 上哪里去找啊 这陆将军 真是好福气啊 刘大人一脸羡慕 陆藏风 却是气炸了 他冷冷地看着月宁安 本将军要不要续曲 与你何干 月宁安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还有 你是不是失忆了 我说过 我夫人的位置 会永远为你月宁安保留 你莫不是以为 我陆从风说出去的话 一点分量都没有啊 当然跟我有关啊 我占着陆将军的 阴风的告命 碍了你新夫人的眼呢 月宁安一脸真诚 不过 陆将军 你也不用太感谢我 毕竟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本来 就没有资格占用你 阴风妻子的名额 这都是我该做的 陆将军 你贵人事忙 没空让礼部 收回告命 我来办就好 而且告命不收回 我也不好再嫁不是 我提出来了 就算刘大人不帮我办 赵启安 或者说是皇上 也会在第一时间 把我的告命收回 让我与陆藏风 断得干干净净 你说的没错 陆藏风冷冷地 看着月宁安 眼神冰冷 就像是在看陌生人 合着你月宁安 是想嫁人了 你想嫁给谁 月宁安也无所畏惧 大大方方地与他对视 两人视线相交 没有缠绵 没有眷恋 只有火花四射 只有一触即发的战火 我们将军的新夫人 是谁啊 陆十二一头雾水 他刚刚被月宁安凶了一句 不敢去问月宁安 只一脸茫然地 看向陆二 希望陆二能为他解答 见陆二不搭理他 等不及的陆十二 提高音量追问了一句 阿哥 咱们将军的新夫人是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呀 陆十二的声音不大 但也不算小 足够月宁安 与陆藏风听到了 前一秒 还在以眼神对质 谁也不肯退让的二人 这一秒却默契十足地 一开眼 同时看向陆十二 前者眼中带着赞许的笑 而后者则充满了杀气 宫堂上的气氛 顿时变得诡异无比 刘大人站在上手 看着这两人说变就变的脸 整个人都是懵的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吗 我这是错过了什么 刘大人看着月宁安 又看看陆藏风 最后与二人一同 看向陆十二 一脸茫然 哎呀 有谁能跟我说一声吗 同时被这么多人盯着 哪怕陆十二反应再迟钝 这个时候也发现了事情不对 他吓得双手抱胸 后退一步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我又没有说错话呀 说将军有心夫人的人 明明是月姑娘 我只是不懂 问一句啊 这也不成吗 陆二别过头 不忍再看 哎 陆十二要是死了 一定是蠢死的 我看你长得好看 月宁安见陆十二 一脸懵懂 忍不住笑出来 他自己心思复杂 却喜欢心思单纯的人 比如陆十二这样的 真的吗 我真的长得好看吗 陆十二欢喜地跳了起来 凑到月宁安面前 一脸卖乖地问 月姑娘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真长得好看 不黑 不丑 陆十二 五官端正 浓眉大眼 皮肤有黑 身材健壮 不难看 但确实不符合 时下 世人对美男子的要求 不过 在月宁安看来 旁人的看法 从来不重要 就像他 他也不纤细 不瘦弱 不单薄 不温柔 不体贴 不善良 更没有才艺 浑身上下 没有一点符合 世人对美人的要求 可是 他就是知道 自己很美 极美极美 事已 陆十二问起 月宁安并没有敷衍 而是很认真的 看着他点头 你长得很好看 尤其是眼睛 我很喜欢 陆十二的眼睛 炯炯有神 永远闪现着 炽热而单纯的光芒 闪烁着对生活的热爱 我真的很喜欢 月宁安知道 只有内心强大 生活简单 幸福满足的人 才能保有 这样单纯而炙热的眼睛 第八十六集 陆藏锋的目光 从陆十二身上 落到了月宁安身上 看着月宁安 羡慕地看向陆十二 不知为何 陆藏锋竟觉得心疼 他知道 月宁安很羡慕陆十二 羡慕活得简单 满足的陆十二 月姑娘 你要喜欢 我 陆十二的脸 刷得一下就红了 扭捏道 我也不能 挖出来给你 我 我谢谢您了 陆十二 怎么会有 这样的想法 月姑娘 你不用客气的 我虽然没有办法 挖出来给你 但是 你要是想看 随时跟我说 我给你看 陆十二 为了证明 他的真诚 睁大眼睛 凑到月宁安面前 月姑娘 你可以多看两眼 陆十二突然凑近 月宁安吓得后退两步 捂着心口 有些慌得道 行了行了 我看够了 我真要吓死了 陆藏风肯定客户 陆藏风欺负人不说 他手下的轻微 也差点把我吓着 月姑娘 你真的看够了 不再 多看两眼 陆十二 难掩奢望的道 陆二 默默别过脸 不忍再看 这蠢狗 结果 一扭头 就对上陆大将军 含着冷笑的眸子 陆二 一个哆嗦 身体比脑子反应更快 猛地窜了出去 一把将陆十二 拉回来 月姑娘 十二啊 星字跳脱 给你添麻烦了 十二 所有一天 会把你自己缩死呀 月宁安魂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没事 十二他挺好玩的 我要是有个弟弟 我想 我一定会把他保护得好好的 让他像十二一样 幸福单纯的生活 永远不知这世间的冷漠 与黑暗 他突然明白了 父母兄长 对他的期盼 他们那么拼命 那么努力地想要保护我 为的也许就是希望 我能像陆十二这样 永远像个孩子 单纯而美好 可惜 我做不到 月宁安的情绪 一瞬间低落下来 他没有心情 再与陆藏锋较劲 甚至连看陆藏锋 都提不起劲来 他轻叹了口气 压下心中 几乎抑制不住的伤怀 转身朝刘大人笑着说道 刘大人你看我 一说话就忘了时间 时间不早了 我这就回去 整理告命伏集诏书 接下来的事 就麻烦刘大人了 月姑娘 刘大人快要哭了 我没答应了 月宁安只当自己眼瞎 啥也没有看到 自顾自得道 大人 没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刘大人想了想 发现他虽然没有答应 可也找不到理由拒绝 月宁安说得没错 按规定 他的告命诏书 本来就该收回 月宁安不过是 按规矩办事啊 无奈之下 刘大人只能放月宁安离去 案子已经审完了 月姑娘 你是无辜的 自然可以离去 多谢刘大人 月宁安道了一声谢 招呼了一声 跪在地上的掌柜 就往外走 看也不看陆藏锋一眼 十六长裙 随着月宁安转身 在他的身后 样起了一道完美的圆弧 一百飞扬 干脆利落 毫不黏糊 一如他对陆藏锋 陆藏锋的脸 黑了黑 月 陆十二看到月宁安要走 张嘴就唤了一声 可刚开口 就被陆二给打断了 闭 闭嘴 这个时候 就算是要叫住月姑娘 也不该是你陆十二开口 十二 你这个蠢货 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大人 本将军也告辞了 月宁安还没有跨出门槛 陆藏锋也站起来 朝刘大人点点头 随后 不等刘大人说话 转身就往外走 月姑娘 你好样的 月姑娘 你是有良心的商人 公堂外 看热闹的百姓 看到月宁安出来 纷纷凑上钱 对他在语有加 月宁安面带微笑 这要道谢 就看见热闹的百姓 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纷纷散去 月宁安顿了一下 回头一看 没有意外 看到了陆藏锋 陆藏锋却不看他 大不留心地 从月宁安身边走过 就好像月宁安不存在一样 他身后 十二亲位 也是目不挟视 只有陆十二 从月宁安身边走过时 朝月宁安几眉弄眼 月宁安笑了笑 没有说话 他在原地等了一步 等到陆藏锋 和他的人全走了 才继续往前走 不想 一抬头就看到 就看到陆藏锋 朝他家马车 停放的位置走去 在他愣神间 陆藏锋已经站在了 他家的马车前 还把他家的车夫赶走了 陆藏锋这是什么意思 月宁安愣在原地 一时间竟是不知做何反应 那马车是我家的 陆藏锋你挡在马车前 我还能坐吗 月宁安站在原地愣了一秒 陆藏锋却这是要认识的事情 围观的百姓看到这一幕 碍于陆大将军的威严 没有人敢说话 却掩不住内心的好奇 一个个两眼放光地 看着月宁安 等着月宁安的反应 月宁安从来就没有 让人看热闹的想法 他往前走了两步 不远不近地 朝陆藏锋扶了扶身 陆大将军您放心 我答应了 日后见着您绕道走 就一定会绕道走 绝不会给您添麻烦 话落 月宁安转身就走 半点留恋也没有 陆藏锋站在马车旁 看着月宁安离去的身影 正了一下 姑娘 慢月宁安一步出来的掌柜 正好听到月宁安的话 快步跟了上去 陆藏锋的十二亲卫 也站在马车旁 看了一眼 说走就走的月宁安 又看了一眼 脸黑如炭的陆大将军 默默地低下头 假装自己不存在 月宁安这祸什么意思 是随口欲说 还是故意坑我们将军 围观的百姓 也傻眼了 一个个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完全不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半生 才有人反应过来 低声惊呼了一句 哦 原来陆将军站在马车旁 不是为了等月姑娘 是故意为难月姑娘 不让月姑娘坐马车 陆将军他 好了好了 案件已经审理完了 都散了都散了 差役事实出来 看到百姓 当众编排陆大将军 顿时没好气地道 快走快走快走 看热闹的百姓 也反应过来了 见自己居然 当着陆将军的面 说陆将军的闲话 一个个吓得不行 眨眼的功夫 就跑得没人了 陆藏锋的十二亲卫 默默无语 抬头 对上官差 好奇的视线 十二亲卫 正想笑一笑 表示友好 就见顺天府的官差 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 心虚的一笑 纷纷跑开 第八十七集 顺天府衙门前的街道 瞬间一空 只剩下陆藏锋一行人 陆藏锋站在马车旁 眼神冰冷 一动未动 十二亲卫 没有一人敢上来劝说 就是神经最粗的陆十二 也只是眨巴着眼睛 看着同伴 一副不解的样子 许久后 陆藏锋 终于有了动作 他放弃了自己的战马 转身 登上那辆 对他来说 又小又寒酸的马车 下令道 去月宅 是 将军 陆二忙不迭硬下 动作极快地 坐上车夫的位置 还未坐稳 就扬起马鞭 赶着马车前行 他怕晚一步 他们家将军就会后悔 也怕晚了一步 他们家将军 会把被月姑娘丢下 又被月姑娘 坑了一把的杖 算在他们身上 十二 你留下 把我们的马带回去 陆一虽然排在轻卫第一 他一向沉默 平时如同隐形人一般 混在十二轻卫当中 毫无存在感 可这并不表示 他在轻卫中 没有地位 事实上 他一直是轻卫第一人 平时不说话 可一旦开口 其他的轻卫 只能执行 不得有任何意义 陆十二性子疏冷 陆藏锋 又一向放任他 他在陆藏锋面前 都不怎么怕 可是 陆一一开口 陆十二就怂了 哪怕心里 很想跟着去 也不敢表现出来 只粘哒哒地 应了一声 任命地留下 月宁安这辆马车 用了许多年 外表有些旧 速度也不快 陆一带着 余下的九个亲卫 跟在马车后面 跑得也是轻松有余 月家的马车 不过是普通的 轻油布马车 在街上 遇到行人就要避让 遇到华丽的马车 也要避让 但这一次 这辆小破马车 行在大街上 行人却是 纷纷避让 载着贵人的马车 远远见到 这辆轻油布马车 也连忙将马车 赶到一边 好给这辆小破马车 让路 无他 只因跟在马车 后方的十个亲卫 太醒目了 让人无法忽视 而且他们十二人 在汴京的名气 也不小 如果 只有一两个人 同时出现 汴京的百姓 兴许认不出来 可他们十二亲卫中 十一人同时出现 身上还穿着 陆家嘉兵 标志性的衣服 有眼睛的人都知道 他们是谁 哎呀 这是陆家亲卫 天呦 天哪 这辆小破马车里 坐的是什么人 居然能让 陆将军的亲卫护送 汴京的百姓 看着从街上 驶过的小破马车 惊叫连连 像是在看什么 惊世奇观 而必退在一旁的 华丽马车 看到这辆小破马车 驶过 也是惊异不已 能劳动陆大将军 十二亲卫 马车里的人 得是什么身份啊 没有人想到 马车里坐的是陆藏锋 要知道 陆藏锋向来 都是骑马进出 汴京的百姓 从来没有见过 他坐马车 而此时 坐在马车里的陆藏锋 看着马车内 精巧的布置 却是冷笑连连 哼 小 旧 外面那些人 对这辆马车 知道得太少了 岳宁安 这辆马车里面的布置 丝毫不比 王公贵族们 出行用的马车差 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 旁的不说 就说小茶几上 那套玲珑白瓷的茶具 据陆藏锋所知 却不比御用的差 再看 用来胡车窗的云锦 云锦一年的产量 不到十匹 便是宫里娘娘 都是稀罕 岳宁安 却用来胡窗户 不过 岳宁安倒是小心 用的是纯色云锦 粗看与纱窗布无异 别说一般人 就是行家 也不一定能认出来 无他 纯色的云锦 便是市面上都没有 就是让人看到了 也认不出来 陆藏锋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他母亲曾说过 如果云锦 有唇色的就好了 他想尽办法 也才弄来一匹 岳宁安 却奢侈地 拿来胡窗户 果然是被财神爷 抱在怀里长大的 岳宁安呢 难怪皇上和赵王 怎么也舍不得放弃 陆藏锋把玩着 茶几上的杯子 看到纯白色的杯口 残留的红色口汁 陆藏锋用指腹 轻轻扫过 眼中含着淡淡的笑意 见到我要绕着我走 我倒要看看 你岳宁安等会儿 怎么绕着我走 岳宁安的马车 被陆藏锋抢了 岳宁安不乐意 跟陆藏锋争执 果断地走了 在车行 租了一辆马车回去 租的马车 自然没有自家的舒服 不过 岳宁安也不是矫情的人 他受得起 这世间最好的一切 也熬得住 这世间所有的苦难 岳宁安坐着车行 租来的马车 不紧不慢地回到家 一下马车 就看到他家的马车 停在大门外 而马车两侧 站着陆藏锋的 十二个轻位 岳宁安往前三步 看到坐在车夫位置上的 陆二顿时就明白了 陆藏锋这是追上门了 陆藏锋这是要干什么 逼我继续绕道吗 岳宁安站在原地 看着不远处的马车 心里莫名烦躁 还有一丝 说不出来的委屈 与酸涩 我都决定放手了 我都决定以后 再也不追逐你陆藏锋了 尽可能地远离你了 为什么陆藏锋 你却开始平凡地 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是为了铁矿吗 想到赵启安为了铁矿 拿他母亲的尸骨 来要挟他 岳宁安就想冲上去 告诉陆藏锋 我愿意把铁矿交出来 你们所有人都放过我好不好 不过这个念头刚浮现 岳宁安就知道不可能 首先他不会冲动 其次他交出铁矿后 不管是陆藏锋 还是赵启安 更不会放过他 他们会认为 他手中还有铁矿 有他们不知道的铁矿存在 最后他此刻 一点也不想见陆藏锋 他总觉得 他在公堂上耍的小心计 都被陆藏锋看明白了 陆藏锋不是什么好人 对他尤其不好 而他在陆藏锋面前 极少能占得上风 他害怕陆藏锋要挟他 可惜岳宁安想走 陆藏锋却不肯放过他 他刚转身 陆二就叫住了他 岳姑娘请留步 我们将军要见你 陆大将军找我有何事 岳宁安不得不留步 岳姑娘上前就知道了 陆二拱了拱手 一脸严肃地道 还请岳姑娘尽快 我们家将军等你很久了 你们家将军可以不等的 岳宁安笑得敷衍 岳姑娘 陆二有片刻错愕 这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处是元华见人三分笑 从不得罪人的 岳宁安越大伤人 我的意思是说 陆大将军可以不用等的 陆大将军想要召见我 让下人来说一声 我必立刻赶去叩见陆大将军 岳宁安这一番话 说得十分之理 话里话外 都透着对陆藏风的敬重 本集 第八十八集 岳宁安说得十分之理的话 陆二听到耳朵里 却总觉得哪里不对 偏偏岳宁安这话 半点错也没有 陆二便是觉得不对 也挑不出来 只能沉默一对 岳宁安也没有兴趣 为难陆藏风的亲卫 当然他也没那个资格 为难他们 陆藏风的亲卫 最差也是无品武将 不是他一介伤女 可以随意为难的 岳宁安收起心中的不愤 放下身段 陪着笑脸道 让陆大将军久等 是我的不对 陆二将军 我们现在过去可好 岳姑娘 请 陆二借岳宁安 态度转变 点点头 这要转身 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突然转身抱拳道 岳姑娘 先前十二给你添麻烦了 今天的事我们会负责的 你给梅园外的那间铺子 我们照价赔偿给你 不会让你吃亏的 你们想什么呢 我与梅园外 那是正常的商业往来 那铺子和点心方子 梅园外会照价买 梅园外 他不差那点银子 岳宁安好笑地道 但凡能成大商者 便是有靠山 便是再扣扣锁锁 也不至于强取豪夺 该讲的商业规则都会讲 至于那种不入流 不上不下的小商骨 才会强买强卖 仗着有靠山 就强取豪夺 比如靠着苏向的沈家 陆二默了一下 我在宫堂上 听到梅园外 逼迫月宁安卖铺子 卖方子 还以为是强药 现在看来啊 我还是不了解 汴京的商人 不过 陆二想到这出事 是由陆十二引起的 又道 月姑娘要是不愿意卖 我没有不愿意啊 月宁安打断了陆二的话 心情突然好起来 陆二这么说 是不是表示 陆藏锋没看透我的小算计 突然有点小期待 陆藏锋找我做什么了 月宁安不再拒绝 大步朝陆藏锋走去 大将军 站在马车外 月宁安朝陆藏锋行了一礼 弯腰的瞬间 月宁安脑海里 闪现出他那日 对陆藏锋说的话 陆藏锋你看 我那么厌恨你 那么讨厌你 可你要见我 我却不敢不来 你说我心思深 爱算计人心 可我能喜怒随心吗 能自由自在地表现喜悟吗 我不能 就像此刻 我不想见你 可我还得来 还得给你行礼 还得笑给你看 不敢在你面前 摆出一点脸色 月宁安 你可知错 陆藏锋没有下马 甚至 没有打开车窗 可即使隔着马车 月宁安 也能感觉到 陆藏锋的怒火 民女愚钝 不知错在哪 还请大将军示下 陆藏锋没有叫起 月宁安就无法起身 至少这个时候不可以 陆藏锋明显生气了 我不能叫陆藏锋 再挑到我的错 事已 月宁安 老老实实弯着腰 即使有些吃力 也不曾动弹 陆藏锋冷笑一声 威胁道 要不要本将军 去找梅园外谈一谈 让他放弃买你的铺子 陆藏锋他果然看明白了 月宁安竟不觉得意外 只觉得 先前自己拿陆二的话 来推断陆藏锋的心思 十分可笑 想来也是 陆藏锋今天 哪怕月宁安不肯承认 他也想要说一句 陆藏锋今天出现在公堂 明显是在帮他 要是陆藏锋没有看明白 当时在公堂上 就会站出来为他说话 阻止梅园外 抢买他的铺子 陆藏锋当时没有阻止 必然是知道 那个时候 他把铺子卖给梅园外 是对他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果然 对上陆藏锋 我能占上风的机会不多 月宁安心中苦笑 面上却仍是平静地道 大将军 我与梅园外之间的交易 不过是正常的商业往来 不劳大将军插手 正常的商业往来 所有人都认为 你受了委屈吃了亏 便是本将军的轻微 都因此对你心生愧疚 刘大人 更是当堂说出 欠你一个人情的话 月宁安 你告诉本将军 这是正常的商业往来吗 不过是卖掉一个 本就该卖掉的铺子 你却换了这么多好处 这笔买卖 哪里正常了 你这女人 明明奸诈得很 明明赚足了便宜 却让所有人 都以为你吃了亏 真是 正常吗 当然正常 一个愿卖 一个愿买的交易 月宁安就看不出来 哪里不正常了 月宁安 看着陆藏锋 得意傲慢的样子 真的很想把马车掀翻 一脚踩在她脸上 告诉她 正不正常 关你陆藏锋什么事 商场上的交易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你未免管得太快 可是 她抬眸看了一眼 外表破旧 实则结实耐用 防水防火 还能防刀剑的马车 月宁安 默默叹了口气 唉 我先不动啊 再看一眼 站在两旁 即使刻意收敛 也掩不住煞气的亲卫 月宁安那口气 又叹不出来了 我先得动 也没有机会先 我要敢动手 陆藏锋的亲卫 肯定能撕入我 月宁安暗自咬牙 将头埋得更低 闷声道 大将军 您想怎么样 或者 您要我如何认错 进去 我们好好谈一谈 大将军 民女与你身份悬殊 你说的民女都不懂 民女不认为 你与民女 有什么好谈的 铁矿是没有的 我就是死 也不会拿出铁矿 不管陆藏锋 你是想用硬的 软的 还是用美男计 都没有 我月宁安在这件事情上 绝不会动摇 如果本将军 现在去找梅园外聊一聊 为你撑腰 你觉得会如何 陆藏锋打开马车的门 从马车走了下来 看到月宁安 仍旧保持着弯腰 行李的姿态 也没有说话 眸中一片冷漠 敢当着我的面扬长而去 敢当街算起我 你月宁安 总该受点教训 月宁安知道 陆藏锋下了马车 往后退了一步 笑道 大将军说笑了 您是什么人 哪里会为了一个铺子打上门 叫人说 你仗势欺人 平白丢自己的脸面 陆藏锋真要这么干 梅园外 估计会恨死我 我前脚在公堂上 当着众人的面 答应了卖铺子 转身与陆藏锋见过面 陆藏锋 就去找梅园外为我撑腰 是个人都会认为 是我出尔反尔 求了陆藏锋去押梅园外 一个铺子而已 我要是不乐意买 在公堂上 拒绝梅园外就是 梅园外纵然不高兴 也只是不高兴 还不至于为这点小事 记恨我 可是 我要是答应卖了 转头又让陆藏锋去压人 逼得梅园外主动退让 这就是打梅园外的脸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过集 月宁安 双眸微眼 遮住思绪 我手上的产业 本来就要出手 这个糕点铺子 不卖给梅园外 也得卖给其他人 试想 到时候陆藏锋 去找梅园外 为我撑腰 梅园外心里 会怎么想我月宁安 陆藏锋这一招 真正是够恶心人的 这些 月宁安想得到 看明白了月宁安 小心思的陆藏锋 自然也能想得到 陆藏锋 见月宁安后退 气势破人地上前一步 冷笑一声道 本将军向来爱仗士欺人 月姑娘不知道吗 我陆藏锋此刻 就仗士欺人了 月宁安生生控制住 想要再退一步地冲动 笑得有些勉强 大将军说笑了 大将军处事公正 一向大公无私 怎么可能仗士欺人 但今天 本将军就仗士欺人了 你能耐本将军何 你月宁安不是说 明明恨我厌恶我 却不得不对我笑吗 那我就等着 你明明厌恶我恨我 却不得不低下头 请我进门 好茶相待 月宁安知道 陆藏锋这是明摆着刁难他 他咬了咬牙 驱下双膝 大将军 你说我错了 我现在 跪下来给你赔罪可好 月宁安双膝一弯 仍旧跪了下去 不过 就在他膝盖 即将与地面相处的刹那 陆藏锋却突然抬脚 抵在他膝盖上 得罪了本将军 跪下请个罪就可以了吗 大将军想要我怎么做 月宁安抬头 看着陆藏锋双眼透亮 眼中只有平静 没有泪意 没有委屈 也没有请求 月宁安不委屈吗 不 他委屈 他恨不得大哭一场 可是 月宁安他能怎么办呢 他能怎么办呀 陆藏锋要打压他 甚至都不需要说一句话 只需要摆出一个态度就行了 而他 就只能像此刻一般 哪怕再委屈 再不愤 他也只能受着 起来 陆藏锋收回脚 只由月宁安的双膝落地 而后从月宁安身边穿过 步入月宅 月宁安跪在地上 任由陆藏锋从他身边走过 久久没有动 直到陆藏锋的亲卫 一个个地从他身边走过 他才闭上眼睛 仰头对着天空 他双眸紧闭 嘴唇轻颤 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不过 他很快就低下了头 他双手附在脸上 用力抹了一把脸 只把脸颊抹得通红 这才站起来 转身 他的脸上又露出惯常的笑 他的步子又如常的轻快 他的衣摆又如常的飞扬 让人看不出一丝异样 他步入府内 吩咐下人给陆藏锋上茶 而后又脚步不停地走入花厅 看到陆藏锋坐在上手 月宁安毫不犹豫地跪下 请罪 大将军 民女知错了 还请大将军责罚 陆二等人 看到月宁安说贵就贵 说请罪就请罪 一点也不像在外面那般倔强 一个个吓了一跳 他们还真没有见过 像月宁安这般认错爽快的人 知错 你错在哪里了 陆藏锋没有叫月宁安起来 他左手放在桌上 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敲着桌面 民女不该自作聪明 以为大将军不想见民女 不等大将军发话就自行离去 更不应该因为害怕 就把错推给大将军 当众说大将军要民女见着你绕道走 民女知错了 请大将军责罚 月宁安说完就靠拜了下去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犯的错负责 我先前自作聪明 故意说了一句让人误会的话 陆藏锋不痛快 要给我难堪 我必须认 人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看不清自己的处境 最是可怕 也最是可悲 我在陆藏锋心中 没有那个地位 却还妄想在陆藏锋面前使性子 我不受罪 谁受罪了 我不跪下来请罪 谁跪下来请罪呢 真知道错了 陆藏锋说话间 手指在桌面上 重重地敲了一下 那一声很重 像是无声的警告 月宁安只觉得心口一致 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压在他头顶 压在他的心口 叫他不敢喘气 也无力抬头 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 可他只能再次 扶跪在地上 如陆藏锋所愿 卑约微的请罪 民女真的知错了 请大将军责罚 人 要认清本分 要认清自己的位置 我错了 我不该自以为聪明 任性地去试探陆藏锋 陆藏锋出现在宫堂上 也许并不是为了给我撑腰 便真是 那又如何 我就可以凭此 认为陆藏锋代我不一般 就可以在陆藏锋面前使性子吗 不可以 我没有那个资格 也没有那个地位 陆藏锋为我撑腰 那叫施舍 他乐意便为之 不乐意 谁也勉强不了他 我要以为陆藏锋对我有所愧疚 我可以使性子 那就大错特错 陆藏锋 不是我月宁安 可以使性子的对象 月宁安从来没有一刻 像现在这般清醒 清醒地认清人自己的处境 这三年 有陆家的招牌顶着 有皇上暗中护航 人人对我礼让三分 以至于让我忘了本分 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以至于让我有胆 在陆藏锋面前试探 要换作以前 我连一点念头都不敢有 我太清楚 在陆藏锋这样的 天之骄子面前 我们这种小人物 就如同蝼蚁 像陆藏锋这样的人 要捏死我 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 一样简单 就说我父兄横死 别说惩治凶手 我连一个说法都要不到 我父兄死了也是白死 没有任何一个人 需要为此负责 月宁安心中一片悲凉 却没有被悲凉冲昏头脑 此刻他很冷静 民女真的知错了 月宁安没有悲愤 没有不满 他跪在地上 匍匐在陆藏锋脚边 一句又一句地认着错 请大将军责罚 每说一句 他的脑子就清醒一分 清醒地明了 他的处境 明了自己的地位 每说一句 他的脑子就冷静一分 冷静地分析 自己犯的错 冷静地提醒自己 不能再有下一次 起来吧 陆藏锋见月宁安 伏贵在他脚下认错 心里却没有一丝喜悦 更没有一丝畅快 我确实气月宁安 明明看到了我 却在我面前使性子 说走就走 还耍心悸地坑了我一把 我也气这个女人 利用完我就丢了 我确实是想着 好好给她一个教训 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可是现在 看到她卑微地跪在脚边 一句又一句地认错 一句又一句地请求我责罚 急 陆藏锋 看着面前的月宁安 心道 月宁安这样的姑娘 就该像她身上的红裙一样 飞扬四溢 灿烂明媚 像阳光一样 光芒万丈 而不是像现在这般 暗淡无光 被人生生地磨去了棱角 只能卑微地扶地认错 哪怕 是跪在我面前 多谢大将军 月宁安站起来 默默地站在一旁 微低着头 一副谦卑的样子 陆藏锋 从来没有把我当个人看 从来没有平等地正视过我 在陆藏锋面前 我只是一个商民 一个毫无地位 可以任意摆布的商民 而我也没有与陆藏锋 平等对话的资格 陆藏锋刚刚用行动 告诉了我这个道理 我除了接受外 没有任何选择 我必须时刻记住这一点 才不会再犯错 月宁安的谦卑与拘谨 让陆藏锋莫名不快 他双眉微拧 月宁安 你坐下 这是在跟我支气吗 觉得我太过分了 谢大将军 月宁安朝陆藏锋 扶了扶身 这才坐下 只是这一次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 落落大方地落座 而是恭敬地 挨着椅子边落座 月宁安在陆藏锋面前 这般落座并没有错 别说月宁安 就是没缘外那种 在宫里有靠山的大商人 在陆藏锋面前 也没有一个座位 陆藏锋让他坐下 他也只敢轻轻碰着椅子 不敢大大咧咧坐下 别说商人 就是小官员 在陆藏锋面前坐下 也是这般姿态 陆藏锋 平日没少见这种坐姿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然而此刻 见到月宁安这般卑微地 坐在他面前 他只觉得暴躁 哼 月宁安是故意个应我 跟我置气 还是我真的把他吓到了 陆藏锋看着月宁安 想从月宁安脸上 看出一丝不满 哪怕只有一丝也行 至少可以证明 月宁安这是故意个应他 并没有被他吓到 然而 月宁安脸上 只有恰到好处的谦卑 月宁安这不是个应我 也不是在跟我置气 他这是 想到军中那些将领 面对他的怒火 也会吓得脸色发白 双腿发软 陆藏锋就再无法自欺欺人了 月宁安他 真的是被吓到了 月宁安 陆藏锋再次开口 放缓语调 尽量地让自己语气平和一些 民女在 月宁安低垂着头 恭敬地回话 你 陆藏锋的眉头 皱得更紧了 他现在看月宁安 哪里都不顺眼 可是 月宁安似乎也没有错 陆藏锋心中不快 语气也带着三分怒火 行了 本将军问你几句话 你如实回答便是 是 大将军 月宁安 仍旧是一副 没有脾气的样子 陆藏锋 看他这般模样 心中不喜 索性懒得在看 直到 昨夜 赵钱是不是来找过你 我回宫之后 一定得好好地 跟赵钱算算这笔账 要不是他惹了事 我至于被月宁安当众落脸 又至于在他面前 受这过脑气吗 回大将军的话 是的 见陆藏锋问的不是铁矿的事 月宁安暗暗松了口气 只要不提铁矿的事 陆藏锋说什么我都不怕 再怎么嚣张 以权压人 我也不怕 我月宁安 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商人 一不犯法 二不违规 陆藏锋要挑我的错 没有那么容易 昨夜 你与他说了什么 以至于让赵钱回宫之后 像是疯子一样闯进皇宫 把皇上寝宫里的摆设砸了一通 而后 将自己关进了密室 谁也不见 谁叫也不出来 那间密室 是赵起安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 密室里只有微弱的光 除了一张光秃秃的床 什么也没有 赵起安一出生 就被关在那间小小的密室里 赵起安在里面 足足待了六年 那六年对赵起安来说 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他从里面出来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都无法正常生活 甚至害怕见到阳光 见到人 后来 他慢慢适应了阳光 适应了人群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可也只是看着正常而已 从密室里出来后 赵起安就落下了一个毛病 他只要待在封闭空间 就会焦虑 紧张 害怕 浑身颤抖 全身无力 之后 他被上一任暗黄挑中 成为新的继承人 经过残酷的训练 才克服了这些不良反应 与常人无异 可是 陆藏锋 与皇上都知道 赵起安 只是表面上克服了 实则 他的病更严重了 除非必要 赵起安 绝不会让自己 置身于密闭空间 而每一次 从密闭空间出来 赵起安 就像是死了一回 那般煎熬 偏偏赵起安 与月宁安 见了面之后 把自己 关进了密室 还是带给他 童年噩梦的 那间密室 皇上整个人都吓坏了 慌得不行 可赵起安根本不听他的 他反锁了密室 不许任何人打开 也不肯出来 皇上没办法 只能急召陆藏锋回城 让他立刻去问月宁安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月宁安跟赵起安说了些什么 让赵起安失控到 把自己关进密室里 陆藏锋受皇命而来 没有得到答案 自是不可能离去 事已先前在顺天府外 月宁安明知 陆藏锋在等他 却扬长而去 才会叫陆藏锋生气 陆藏锋已经等了 月宁安很久了 等到他 快要失去耐心了 可是 月宁安什么都不知道 他听到陆藏锋 问他昨晚的事 抬眸看了陆藏锋一眼 眼中满是嘲讽 不过转瞬即逝 月宁安很快就低下头 将昨晚发生的事 一字不改地 说给陆藏锋听 昨晚 赵大人突然出现在 我的书房 他像是累狠了一样 让我给他被吃的 我当时没有硬 而是问了一句 赵大人说 他把我母亲的尸骨 带回来了 他要我拿自己去换 我问他是要我的心 还是要我的身体 赵大人让我脱衣服 先给他验货 月宁安说到这里 也是面色不改 倒是陆藏锋听到这里 脸色难看至极 他的亲位也默默低下头 一个个地假装自己聋了 什么也没有听到 月宁安面上仍旧平静 他淡默地陈述着 昨晚发生的事 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 而像是一个旁观者 不带任何情绪 之后我建议赵大人 去春怀楼 赵大人很不高兴 告诉我 此生都别想见到 我母亲的尸骨 就甩门离去 第九十一集 月宁安没有夸大 也没有简略 他如实重复 连一个字也没有改 昨晚的事 另一个当事人是赵启安 他不认为自己夸大 或者故意 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引导 能有什么用呢 此时 如实说才是最明智的 就这些 陆藏风的脸色很难看 语气也是又冷又硬 好似下一秒 就会杀人一样 月宁安却仍旧如常 面色不变 谨守尊卑之别 谦卑地半低着头 恭敬地道 回大将军的话 民女一字没有改 大将军要是不信 可以去问赵大人 本将军信你 陆藏风冷哼一声 充满了杀气 他很生气 但不是弃月宁安 而是弃赵启安 赵启安那个疯子 大晚上的跑来威胁 月宁安不说 威胁完了人 还把皇上的寝宫给砸了 把自己关进密室 把所有人都吓得不行 要不是皇上还要用月宁安 就凭赵启安回宫之后的 种种表现 就凭赵启安进宫之前 见到最后一个人是月宁安 他就死定了 皇上不是一个残暴的人 但事关赵启安 他一向小气 甚至皇上都不会问一句 就凭月宁安刺激到了赵启安 就可以杀他千百回 赵启安知不知道 他的任性 险些害死了月宁安 月宁安垂眸没有说话 端正地坐在那里 像是一个木偶 没有一丝情绪 陆藏风见他这般模样 刚压下去的火器 又要往上窜 想到月宁安 昨晚被赵启安欺负成那样 还要背上一个 刺激到了赵启安的锅 陆藏风就无法说一句重话 月宁安他何其无辜啊 想到还在宫里等他消息的皇上 陆藏风没有多待 他起身对月宁安说了一句 沈家的事 本将军已经处理好了 不出意外 月宁之前就会有结果 多谢大将军 月宁安也起身 朝陆藏风作医 不知大将军的两匹马 要送往何处 事办了 好处我也得送上 你先养着 不提马还好 一提到马 陆藏风就想到 你月宁安居然答应 送给陆十二一匹乌锥马 而陆十二那个 没眼色的蠢货 居然给那匹马 取名叫乌云踏月 踏月的名字 也是他能取的 哼 那两匹马 本将军已经取好了名字 一匹叫乌云 一匹叫踏月 是 大将军 月宁安头也不抬 轻声应道 陆藏风本以为 月宁安听到这两个名字 好歹会有所回应 不想他仍旧 如同木偶一般 没有一点生气 哼 无名的怒火 袭上心头 陆藏风一甩衣袖 愤愤离去 恭送大将军 陆藏风已跨出门槛 月宁安不忘行礼 不给陆藏风 半点挑错的机会 月宁安一直保持着 座衣弯腰的姿态 直到陆藏风走远 才缓缓直起腰 随着他动作 他的脸 一点点露了出来 他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眼中一片冷凝 黑亮的毛子 透着势骨的冷意 陆藏风 他红唇清男 念着陆藏风的名字 也没有以往的缠绵与不舍 只有冷漠与愤怒 他猛地转身 裙摆扬起又落下 碰 月宁安往主位上坐下 重重地一拍桌子 高声喊了一句 管家 管家 月宁安这一声 异常响亮 就如同出征的将士 气势如虹 带着让人心颤的杀气 管家吓得一战 忙不迭地跑出来 恭敬地弯下腰 姑娘 陆飞宇的舅舅朱茂 他好赌对不对 月宁安终于笑了 只是他此时的笑 带着一丝邪气 但凡是认识月宁安的人 都知道月宁安要搞事情了 或者说他要搞人 有人要倒霉了 啊 回姑娘的话 是的 这事 知道的人不算多 朱茂平时虽然好赌 但从不在赌场里赌 而是喜欢 私下与人组赌局 悄悄地赌 他们赌得很大 且不限银钱 什么都赌 吉祥赌方背后的老板 是庄郡王 我没有记错吧 月宁安 一手放在桌子上 姿态一点也不端庄 反倒透着一股 辟逆天下的霸气 他的眼神也不再平静待笑 而是带着肃杀之气 此时的他 才是那个在商场上 征战四方 所向披靡 少有对手的月宁安 姑娘没有记错 吉祥赌方背后的东家 就是庄郡王 我们家姑娘啊 就是商界百事通 这汴京商界 大大小小的事 都逃不过 我们家姑娘的法言 给吉祥赌方的管事 送五千两银子 让他不着痕迹地 引朱茂去吉祥赌方 赌钱 要是他能让朱茂 在赌方输一万里 我就给他一千里 要是他能让朱茂 输十万里 我就给他一万里 当然 十万两是上限 再多我就不出了 陆藏风 无父无母 甚至连亲的兄弟姐妹 也没有 他本人 除了打仗 也没有别的喜好 陆藏风 确实没有弱点 没有可以让人攻击的地方 但是 陆藏风 他不是从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 他没有父母兄妹 但有族人 他的族人 有可以让我攻击的弱点 陆家四房 除去陆藏风所在的大房 二房三房 只有孤儿寡母 而且二夫人 与三夫人对我不错 我不会对这两房下手 可对陆家四房 对陆飞羽下手 我就半点不客气 陆藏风不是有权吗 我月宁安虽没有权 可我有钱呢 我倒要看看 有权有势的陆大将军 要怎么还这一笔 又一笔的巨债 我倒要看看 有权有势的陆大将军 会不会为了钱而低头 是姑娘 管家听到月宁安的话 有心想要劝说月宁安 不要与陆家为敌 一抬头 对上月宁安 那双杀气腾腾的毛子 管家又怂了 哎呦 我们家姑娘啊 这是已经做了决定 不容任何人质疑 回头 记得去陆家催债 陆大将军不是答应了 要替他弟弟还债吗 你回头 找陆家的管事 何时此事 如若陆大将军 一时还不了 也没有关系 让陆家的管事 给我写张欠条 我们按市面上 最低利息算就行了 如若陆大将军赖账 不承认也无妨 你直接回来就是 陆藏风有权有势 可也得讲道理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陆藏风要是不还 没有关系 我可以去找陆飞宇 我奈何不了陆藏风 还奈何不了陆飞宇吗 陆藏风位高权重 我在他面前不得不跪 可是 没了可以威胁我的把柄 他除了让我跪下 还能让我做什么 本集播剿完喽 请进入我的主页 第九十二集 听到月宁安的吩咐 管家道 小得明白 听到月宁安的吩咐后 管家长长地松了口气 哎呀 我真怕呀 我们家姑娘 非要陆大将军还债不可 陆大将军的债 可不是那么好要的 你去一趟梅记 找梅园外 今天就把糕点铺的房契与方子 过户给他 再问他 要不要我名下那间脂粉铺 铺子我可以转给他 里面的师傅 也可以转给他 但方子不转 未免夜长梦多 月宁安决定 尽快地把一切落实 我就不信 我把铺子转给了梅园外 陆藏风还能找上门去仗势欺人 逼迫梅园外 把铺子吐出来 真要是那样 那铺子也不会落到我手里 而是落到陆藏风手里 我也不用背锅 陆藏风能威胁我的东西不多 我把梅园外这事处理好了 别的 我就不信这世间没有往返 就不信陆藏风能一手遮天 小的这就去办 管家虽然不知事情的严重性 但先前花厅里紧张不安的气氛 就是他们这些下人也感受到了 半点也不敢耽搁 嗯 动作快一些 月宁安点点头 朝管家摆了摆手 管家走后 月宁安突然想起 还有其他的铺子 没有交代管家一并处理了 可管家人都走了 他再把人叫回来也麻烦 而且管家也没有那个能力 能把外面的事情都处理好 唉 不知道常天什么时候回来 我身边还真不能少了他 常天才走了没有几天 月宁安就感觉到了不适应了 要是常天在 不需要我多说 就能主动把事情处理好 把买家找好 管家虽然能干 可惜脑子不够灵活 我交代一 管家就只能做到一 再多一点都不可能 常天就不一样 我说一 常天就会收集好更多的消息 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 还有秋水 秋水那丫头 虽然有些呆呆的 做事也不灵光 可她忠诚 无力之高 要是秋水在 昨晚赵启安就不可能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书房 没有昨晚那一处 想来 陆藏风也不会刻意来找我 然而 月宁安就是有再多的不习惯 也没有办法 铁矿的事 必须解决 我虽然早有防备 也做好了安排 可诚如陆藏风所言 如若真的要 顺着我送到前线的铁器 一点一点往回查 保不准 真会让陆藏风 查出一点东西来 铁矿的存在 绝不能曝光 我必须让秋水与常天走一趟 和转移陆藏风 皇上和赵启安的视线 让他们把目光放到北辽 放到荆国 放到苏相身上 总之 皇上 陆藏风 他们怎么猜测都好 拿谁当替死鬼都行 就是不能让他们找到铁矿 不能让他们找到证据 但愿一切顺利 想到铁矿的事 岳宁安就感觉一阵疲累 那座铁矿 就像是一把悬在我头顶上的利剑 我一日不能打消皇上 与陆藏风的怀疑 一日就得提心吊胆 不得安宁 为了永绝后患 哪怕再危险 我也要让常天和秋水跑一趟 转移皇上和陆藏风的视线 打消他们的怀疑 一旦皇上他们不再怀疑 我手上有铁矿 我就无所畏惧 皇宫里 陆藏风一进宫 就直接去暖阁找皇上 将岳宁安说的话 一一说给皇上听 当然 他不会像岳宁安那么实诚 全程不偏不倚 不做任何有力的引导 陆藏风向皇上陈述这件事实 一直都是偏向岳宁安 而且毫不掩饰 皇上听完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岳宁安他真是 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 他还有理了 赵王确实过分 便是要逼岳宁安交出铁矿 也不应该像他那样 把岳宁安当作妓子来羞辱 陆藏风这句话 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不给皇上打岔的机会 陆藏风冷着脸道 陛下 岳宁安他再不好 也曾嫁给我做了我三年的妻子 赵王这般羞辱岳宁安 与羞辱我何意 皇上见陆藏风发火了 顿时一个脑袋两个大 藏风 你知道的 启安就是爱玩 嘴上没个门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没有别的意思 哎呀 启安还没有安抚好 藏风又生气了 我真的是 累呀 有没有别的意思 皇上你说了不算 赵王说了才算 赵启安针对我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我不认为他是无心的 尤其是这两年 越发的过分 皇上 脾气越发的怪 也不知是怎么了 成天给人甩脸色 一点不顺就发火 害得我最近 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作为一个皇帝 做到他这个份上 皇上真心觉得憋屈 可有什么办法呢 我比启安早一刻中出生 因此启安长个童年 都只能活在 不能见光的密室里 长大后也不能见光 并说登基后 给启安封了王 朝野上下都指赵王存在 可真正见过赵王的人 却没有几个 要不是还有 书密院复始的职务 启安他就完全地 活在黑暗中 永远无法见光 我知道 我不欠启安什么 可是 我心疼自己的弟弟 是 只要不影响江山社稷 启安想闹就闹 想搓就搓不 所有我是皇上 就算启安闹得再大 我也兜得住 陆藏锋 与皇上赵启安 一同长大 很清楚皇上的心思 他平时也懒得 跟赵启安计较 赵启安的童年 不比我好到哪里去 我们两个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同病相连 只是最后我与他 选择了不同的路 但是这一次不同 这一次赵启安 做得太过分了 陆藏锋不打算再纵着他 正好皇上也开了口 陆藏锋就更不客气了 他站起来道 有陛下这话 我就不客气了 我这就去找赵王 好好地问问他 他借着羞辱月宁安 来羞辱我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要你能把启安叫出来 你就是揍他一顿 朕也同意 皇上也跟着站起来 陆藏锋冷笑 要让赵王出来 很容易 你要怎么做 我知道藏锋 曾陪着启安 在密室里待过一段时间 比我更清楚 那间密室的情况 我没有进入 那间密室的资格 本集播讲完毕 想关注主播的更多日常吗 第九十三集 听了皇上的话后 陆藏锋侧身 摆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陛下随臣走一趟就知道了 皇上确实想知道 与那间密室有关的一切 事已 他想都不想就往外走 皇上幼时住的宫殿很偏 登基后将此处宫殿空了出来 平日只留心腹打扫看守 此时皇上与陆藏锋过来 宫殿也只有两个看守的侍卫 和一个值守的太监在 三人见到皇上急忙上前行礼 皇上不等他们开口 就挥手道 都退下 不许任何人靠近 是 陛下 三人早就习惯 皇上来此 打发所有的下人 不许任何人靠近 三人躬身退下 留下皇上与陆藏锋二人 陆藏锋熟门熟路 来到了正殿的卧室 这原是皇上母妃的住处 这间卧室里面 有一间密室 正是赵启安 整个童年待的地方 皇上的母妃早已先世 但室内仍保持着原样 室内的摆设 也是皇上熟悉的样子 皇上步入室内 看着眼前熟悉的房间 轻轻叹了口气 以前 朕与母妃 和有启安三人 最高兴的时候 就是晚上把下人全赶出去 三人偷偷地 窝在床上说话 那时候 启安也很高兴 因为那是他一天 唯一能出来的时候 皇上的脸上露出怀念的笑 还有一丝难以释怀的黯然 朕那时候 不止一次再想 想跟启安换一天 让启安成为我 大大方方地 生活在阳光下 可是朕那时候 胆小 懦弱 怕换了一天 就变成真的了 以后也得像启安那样 永远活在那扇门后面 这些话 也只有在陆藏锋面前 皇上才能说得出口 在任何一个人面前 皇上都不会承认 他曾有这么卑鄙 懦弱的时候 陛下 都过去了 是啊 都过去了 可是朕的心里过不去 朕对不起启安 哪怕朕登基成帝了 哪怕朕富有四海 仍旧无法让启安 大大方方地走到阳光底下 承认他的身份 皇上走到那扇门前 手轻抚着石门 眼中含着泪光 我一直痛恨那个 胆小懦弱的自己 我连待在里面 一天都觉得害怕 可何况启安呢 启安在那间小小的密室里 待了整整六年 他该多么害怕 陆藏锋无奈地摇里摇头 陛下放心 臣等会儿下手的时候 会倾斜 这些话 皇上不是第一次说 陆藏锋哪里不知皇上的用意 皇上心里自责 愧疚是真 但借此 给赵启安说情 也是真 他们这位陛下 并不是说一不二的霸主 也不是冷酷无情的君王 许是幼年不受重视 当机时又太年幼 一直由太后掌权 皇上在朝臣面前 并不是一个强势的君王 而后 太后虽然还正 可朝中那些大臣 却不是吃素的 这些年来 陛下虽已执政 话语权也越来越重 可还没有到 独裁独断的地步 许多事还要与朝臣周旋 与朝臣互相妥协 他们这位陛下 在某些方面与越宁安很像 拿得起架子 也放得下身段 为达目的 卖惨卖苦也无所谓 旁人看来 只当皇上好妻 却不知 不知不觉中 许多事都是按照皇上的意志办的 而被皇上算计的人 还没有一丝不快 甚至还觉得 皇上尊重了他 就像此刻 他明知皇上是在故意卖惨 明知皇上是在为赵启安说情 也无法拒绝皇上 只能退让一步 好让皇上满意 只是皇上并不满意 就不能不打吗 陛下觉得 我的脸面可以随便踩吗 启安说的是越宁安 并不是说你 你别多想啊 藏风 都是自家兄弟 咱们就别算得那么轻了 陛下 还要不要我把赵王请出来 陛藏风特意加重了请字 提醒皇上 还别没有过河 就先拆桥 赵启安可还在里面没出来 没有他 就凭皇上 喊破喉咙 赵启安也不会给皇上面子 皇上闭上眼 重重地叹了口气 好吧 你下手的时候 轻一点 大不了我不看 不看就可以当做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会心疼了 陛下放心 我肯定会给赵前流两口气的 让皇上你看一眼 朕去外面等你 皇上想了想 还是选择离远一点 免得太近了 他舍不得 会忍不住上前劝驾 也怕赵启安从密室里出来 看到他在外面会不高兴 密室是赵启安的禁地 这个地方 除了他和陆藏锋 谁也不能进去 哪怕他是皇帝 是启安的双生哥哥 也不能踏入半点 是 陆藏锋应了一声 等到皇上走出去了 对着密室的门道 赵启安 我知道你能听到 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后 你要是没出来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陆藏锋小时候 曾陪赵启安 在密室里待过一段时间 他很清楚 在密室里面 能听到外面的声音 但外面的人 却听不到密室里的声音 他也清楚 这扇密室 从里面繁琐后 要怎么打开 他与赵启安 曾经无比亲密 无话不谈 彼此之间没有秘密 并是当年去北辽 也是两人一起去 曾经 他们之间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论起交情 甚至比赵启安跟皇上 还要亲一些 他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起 赵启安变了 或者说他变了 他们变得陌生了 变得有了秘密 不再跟对方说心事 不再无话不谈 甚至开始算计对方 但他知道 回不去了 他与赵启安都回不去了 一炷香的时间很长 也很短 对密室外的陆藏锋来说 一炷香的时间很短 他只是晃了一个神 一炷香的时间就到了 可对密室里的赵启安来说 一炷香的时间很长 长到他想了很多很多 仍旧做不了决定 他不想见陆藏锋 可又想揍陆藏锋一顿 就在赵启安 犹豫不决的时候 陆藏锋的声音 透过了密室的门 传了进来 赵启安 你很快就没有机会了 密室里的赵启安 终于做了决定 他打开了密室的门 走了出来 陆藏锋 你够了 你当我稀罕你给我的机会呢 真当这天下 就你陆藏锋一个人委屈了 我才委屈好不好 本集播讲 第九十四集 在赵启安出来的刹那 陆藏锋一脚踹向赵启安腹部 又把赵启安给踹了进去 砰的一声 赵启安重重摔在地上 还来不及骂陆藏锋 就见陆藏锋也跟了进来 并且将密室的门给关上了 密室的门关上 密室内一片漆黑 将所有的光都挡在了外面 赵启安身子一颤 怒道 陆藏锋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待在里面吗 我满足你 不待够 别想出去 陆藏锋知道 赵启安在封闭的空间 会害怕 会恐慌 也知道 他在封闭空间 每多待一刻 都是煎熬 可是 赵启安自己 都不心疼自己 又怎么能奢望 别人心疼他呢 陆藏锋 你疯了 赵启安捂着腹部 扶着身后的床 一点点爬了起来 皇兄叫你来 就是叫你来打我的 我还没有揍你陆藏锋呢 陆藏锋 你倒先是揍起我来了 赵启安 你就作吧 总有一天 会把皇上对你的愧疚 给折腾没了 陆藏锋知道 赵启安听到了 他和皇上 在外面说的话 哼 那是我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赵启安不以为意地冷哼 皇兄那样的性子 我要是不傲慢一些 过急一些 我得憋屈死 我只希望 真到那一天 你别后悔 陆藏锋真不明白 赵启安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明明他去边境的时候 赵启安还好好的 赵启安痴笑一声 嘲讽地道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你都没有后悔 不要我这个兄弟了 兄弟而已 跟女人比算什么东西 不要就不要了 是不是 你在胡说什么 陆藏锋听不懂赵启安的话 也不想懂 赵启安这两年 越发都不成样子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心里明白 陆藏锋 是你先不要兄弟的 现在反过来教训我 你有资格吗 先不顾我们兄弟情谊的人 又不是我 陆藏锋 你凭什么在我面前 摆出这一副高高在上 理直气壮的我 这世间谁都有资格指责我 唯独你陆藏锋没有 我怎么不要兄弟了 赵启安 你说清楚 你叫我说我就要说嘛 陆藏锋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是什么 人人都要匍匐在你脚下 任你摆布 赵启安 别逼我揍你 陆藏锋上前 一把扯住赵启安的领子 将人拽到了面前 打呀 往脸上打 往死里打 往死了就没人知道 你陆大将军言而无信了 打 赵启安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 叫陆藏锋 根本无法下手 陆藏锋松开赵启安道 赵启安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还有 我怎么言而无信不要兄弟了 你说清楚 我怎么就不明白 我答应了赵启安 什么却没有做到的 我也不记得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兄弟的话呀 你别告诉我 你忘了 黑暗中 并不影响赵启安事物 他看着陆藏锋 眼中满是嘲讽 黑暗中 同样不影响陆藏锋事物 他看着赵启安 眼中只有不解 我 我忘了什么 三年前你抵达边境的第三个月 怎么了 三年前我带着大军抵达边境 开始与北辽承达三年的战争 三年前我出道边境 每天睡不到两个时辰 睁开眼就是打仗 闭上眼则是想怎么赢 三年前 我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哪来的闲工夫 陪赵启安风 不要赵启安这个兄弟 对了 三年前 三年前赵启安还去了一趟边境 不过 只打了一个照面人就走了 我们也没有吵架 也没有闹翻 怎么好好的 赵启安就像是发了风一样 开始针对我了呢 赵启安看着陆藏锋 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无辜样 气得快要炸了 他猛地上前 一把扯住陆藏锋的衣领 陆藏锋 你别告诉我 你不记得耍我的事 我记得三年 怨恨了三年 陆藏锋 你要敢说不记得 我揍不过你陆藏锋 也要揍死你陆藏锋 我怎么耍你了 我不记得我三年前 有跟你闹翻 也不记得三年前 有跟你吵架才对啊 陆藏锋一头雾水 三年前我们是见过一面 可什么都没来得及说 你就走了呀 我那时候 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半 我那时候脑子里 除了打仗还是打仗 我那时压根就没有 闲情管汴京的事啊 你 你混蛋 赵启安抡起拳头 打向陆藏锋小腹 这一拳 我还你 陆藏锋没有躲 赵启安这一拳 实实地打在他的腹部 我稀罕你还我 赵启安怒了 再次挥拳打向陆藏锋 可拳头刚挥下 就被陆藏锋拦了下来 赵启安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我不是皇上 我不会无条件地纵容你 我给你机会把话说清楚 你要是不想说 就永远别说 皇兄无条件纵容我 你在扯什么鬼 皇兄真要是无条件纵容我 为什么不听我的 直接把月宁安母亲的尸骨还给 为什么要拿他母亲的尸骨 逼他交出铁矿呢 要逼月宁安交出铁矿 有铁不就行了吗 凭什么拿我辛苦带回来的尸骨 去逼月宁安呢 赵启安越说越悲愤 说到最后声音都带着哭强 陆藏锋磨了一下道 皇上有他的考虑 看样子 皇上并不相信我的调查 仍旧相信月宁安手里有铁矿 这就不好办了 什么考虑不考虑 他就是舍不得让你为难 就为难我 知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在月宁安面前 多没你 一次又一次的嘴上 说着纵容着我 纵容着我 可每次都要我来牺牲 为了他的江山牺牲 为了他的社稷牺牲 赵启安心里 说不出的委屈 偏偏所有人都觉得 是他太矫情了 太恃宠而骄 去他大爷的恃宠而骄 明明是我皇兄不讲信用 明明答应我 要把苏毛芳有私子的事 照告于众 结果一转身就卖了苏相一个好 把我给卖了 害得我在月宁安面前 狠狠丢了一次人物说 还让陆藏锋 趁机在月宁安面前 做了好人 好吧 这事皇兄跟我解释了 我也不跟皇兄生气 可是我辛辛苦苦 把月宁安母亲的尸骨 抢回来 皇兄凭什么来捡便宜 还不许我直接把尸骨 交还给月宁安 陆藏锋听到赵启安的指责 不怒返效 你还委屈上来 真正委屈的该哭的人不是月宁安才对吗 你跑到他面前拿他母亲的尸骨羞辱他 要他脱衣服给你验货 他不应该委屈吗 他不应该哭吗 我就不明白 赵启安你有什么好委屈的 月宁安都没有哭诉一句 没有委屈一声 你赵启安委屈什么 他哭什么苦 他叫我去招记 陆藏锋 你是没有见过月宁安牙尖嘴吏 他那张嘴能把人毒死 能把人气死 赵启安气得咬牙切齿 突然语气一变 得意地道 不过 他也就在我的面前 才会表露出真性情 在你们这些外人面前呢 他从来都是笑语盈盈 一副好脾气的样子 赵启安 你想挨揍吗 陆藏锋一想到 月宁安今天在他面前 规矩手里的样子 心里就堵得慌 月宁安在我面前 一直都戴着面具吗 陆藏锋 你承认吧 你在极度 无聊 我怎么可能会承认 我绝不会承认 被月宁安的牙尖嘴里 气得回宫 一个人躲在密室里偷哭 很有本事吗 我才没有哭 你是不是瞎了 哪只眼睛看到我哭了 我赵启安会哭 十岁以后我就不哭了 看样子你是没事了 走吧 皇上正在外面等着你呢 陆藏锋懒得与赵启安多说 转身就要往外走 刚走两步 就听到赵启安说 走什么走 陆藏锋 你别以为你说一句不计的 过往的一切就可以抹去 今天我们就好好地说一说 三年前 你耍我的事 三年前我到底耍你什么了 我怎么不知道 陆藏锋确实想知道 但他不能表现出想知道 不然 以赵启安的性子 他越是想知道 赵启安越是不会说 可然 陆藏锋不追问 赵启安却主动道 三年前我给你写了一封信 你没有回我 我亲自去边疆问你要一个答案 你当时明明答应了我 可等我回到汴京 一切都成了定局了 我记得 当时赶到边疆的时候 我正要出征 你拉着我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陆藏锋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陆藏锋仔细回忆 三年前那一幕 只记得那一幕太短暂 也太匆忙 短暂到 没有在他的脑子里 留下深刻的痕迹 匆忙到 要不是赵启安提起 他都记不起此事了 陆藏锋想了片刻才到 我当时赶着出征 就问你你要我答应什么 你说就是你信上写的 我再问 你信上写了什么 你就生气了 一再逼问我答不答应 我当时赶着出征 为了打发你 就随口说了一句答应 等我回来 想找你问清楚 你却已经走了 你别告诉我 你没看我的信 赵启安 气得脸都变形了 咬牙切齿道 我收到了你的信 但还来不及看 就跟北辽人 打了一场恶战 那封信 被血水浸坏了 我真不知道 你在信上写了什么 那一战 是陆藏风经历的最惨烈的一战 他至今还记得 他是怎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又是怎么爬回大营 那一战过后 他在床上躺了近七天 才能勉强坐起来 而后又休养了近十天 才能再次上战场 而当他再次上战场的时候 正好碰到赵启安来 可那个时候 他忙着出征 忙着应战 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 去关注赵启安为什么来 又为什么来了又走 赵启安听到陆藏风的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瞪大眼睛 震惊地看着陆藏风 你真的 你真的没有看过那封戏 这三年的戏 全白气了 没有 这种事没什么好撒谎的 也没有必要撒谎 你 赵启安看着陆藏风 心里憋屈得不行 可他也知道 这事不能怪陆藏风 只能自个儿生闷气 算了 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白白怪罪了陆藏风三年 结果陆藏风什么也不知道 我 我真是困有气死了 你信上 写了什么 陆藏风 隐约能猜到一二 没写什么 就只以前没用的吧 赵启安摆了摆手 明显不愿意多说 便是说了又如何 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已经过去了 这 这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赵启安不说 陆藏风也没那个好奇心多问 直到 既然把话说清楚了 气也消了 你也该出去了 皇上还在外面等你呢 我现在还不能出去 赵启安 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别跟皇上赌气 没有任何意义 陆藏风皱着眉道 我不是在赌气 我还没有蠢到 拿自己来赌气 你这不是在赌气 还能是什么 跟我皇兄学的 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 赵启安退了两步 在密室的墓床上坐下 自嘲得道 我想要知道 我皇兄对我的宠爱 能到哪一步 陆藏风顿了片刻道 为了要回 月年母亲的尸骨吗 赵启安并不意外 陆藏风能猜到 我知道皇兄也猜到 可是 皇兄宁愿我在密室受虐 也不肯松口 皇上 不会退让的 我知道他不会退让 可我还是想要试试 赵启安说到这里 突然摘下面具 他指着自己脸上的疤痕 笑得苦涩 你们所有人都说呀 说皇兄他宠着我 纵着我 我也一度以为 他会无条件地 宠着我 纵着我 事已呢 凡是我总是为他考虑 为他着想 不想他为难 他想当个盛世明君 那我就成为暗皇 为他扫清一切障碍 为了他的盛世明君 我甘愿做一个 见不得光的人 甘愿双手沾满鲜血 甘愿做所有 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甚至是我自己 都不愿意做的事 赵启安放下面具 效忠带着泪光 他是我皇兄 我甘愿为他做这些 我不求他回报我什么 我只想知道 和他的江山设计 和他的盛世明君相比 我在他心底的分量 到底有多重 我就想知道 他对我的宠爱与纵容 究竟能到什么地步 三年前 皇兄让我失望过一回 这一次 这一次 他还会让我失望 听了赵启安的话后 陆藏风不赞同地摇里摇头 唉 你想要拿回 月宁安母亲的尸骨 有很多办法 没必要自虐 皇上他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也不会那么小人 一直拿着月宁安母亲的尸骨 威胁他 只要确认他手中没有铁矿 皇上便会将尸骨还给月宁安 陆藏风看着赵启安 从一个内敛阴郁的孩童 一步步走到今天 陪着赵启安 从血海尸山中杀出来 他很清楚 赵启安为了做好暗皇 为了做好皇上手中的那把刀 付出了多少血汗 赵启安为皇上做了很多 皇上虽然看重江山设计 可对赵启安也是真的愧疚 也是真的疼爱 他不希望赵启安 为了月宁安的事 与皇上撕破脸 这对皇上 对他都不是一件好事 陆藏风啊 你是真蠢还是假蠢 拿月宁安母亲的尸骨 威胁月宁安的人是我 这种阴狠卑鄙的事 我皇上怎么会做呢 赵启安嘲讽了一声道 哼 而且你也不明白 那座铁矿对于皇兄意味着什么 你们凭什么认定 一定有这么一座铁矿的 而且还一定在月宁安的手上 陆藏风不解得道 我已经给了皇上最合理的依据 皇上为何还是不信 皇上手中明明没有证据 可以证明月宁安手中有铁矿 就凭十年前一条不能确定真假的消息 就定月年的罪 这也太荒谬了 那座铁矿应该是存在的 皇叔当年正是因为那座铁矿的消息 才失去了阴讯 赵启安一脸阴郁的冷嘲 皇兄手上握有什么你应该知道 因为他的突然失踪 并带走了暗黄的令牌 是我至今都无法完全地掌控暗部 那座铁矿关系的皇叔的消息 月宁安是唯一的线索 我皇兄绝不会放过他 三年前月宁安嫁给我 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赚钱的能力 是吧 陆藏风突然明白了 因为他喜欢你 他很喜欢你 喜欢到可以为你付出了一切 明知往前线送兵器风险很大 但得知你缺兵器 少战马 缺粮草的时候 他还是冒险向前线送兵器 战马与粮草 月宁安他蠢地露出了痕迹 你觉得我皇兄会放过他吗 赵启安说到这里 发出了一声怪笑 似喜又似悲 三年前我求过皇兄 求皇兄不要把月宁安嫁给陆藏风 我向皇兄保证 我一定会查清铁矿的位置 一定会尽快清理干净暗卫 挖出皇叔隐藏的人手 可是 可是没有用啊 一向纵着我宠若的皇兄 第一次没有退上 我写信给陆藏风 求陆藏风拒绝取月宁安 我在汴京久久没有等到陆藏风的回信 便日夜赶路跑死了树匹马 去前线找陆藏风要一个答案 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来 可是 可等我赶回汴京 月宁安呢 已经嫁入了陆藏 成了陆藏风的妻子 我就是想要阻止也来不及了 三年前我第一次替自己感到悲狠 第一次感受到无恋 最亲的皇兄不能理解我最好的哥们耍我 可我也没有办法怨我皇兄 我皇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设计安护 为了百姓安康 站在我皇兄的角度上 我皇兄没有做错 我只能怪陆藏风 怪陆藏风言而无信 出尔方案 可是现在 我也不能怪陆藏风 因为 陆藏风并没有应用下什么 陆藏风看着赵启安 沉默不语 陆藏风回京后 所有人都告诉他 月宁安很喜欢他 疯狂地喜欢他 为他做了很多 为他牺牲了很多 他回京后 身边也处处都是月宁安的影子 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 从来都不知道的人 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影响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回京后 他身边所有的人与世 全都与月宁安 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他身边的人 总是会提到月宁安 月宁安跟他 从来没有交集 可却时时刻刻 出现在他的周边 他说不上厌烦 但也不喜欢 而且 自从陆藏风回京后 与月宁安见过庶面 也打过几回交道 他能看出月宁安 确实喜欢他 可他真的感受不到 月宁安 像他身边的人说的那样 爱他有多深 对他有多痴迷 为他有多疯狂 月宁安那个女人 在他看来 月宁安那个女人 更爱他自己 至少 他看到的月宁安 对他的感情 远没有外界 说得那么深 他看到的月宁安 从来都没有为他疯狂过 就好比 他拿到了修书 被陆飞宇赶出来那天 如果月宁安 真的爱他至疯狂 又怎么会在那种情况下 还冷静地计算得失 当着全城百姓的面 与他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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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月宁安 月宁安真要喜欢他 爱他至深 不应该以欺不出为由 当着全城百姓的面 逼他收回修书 继续做他的陆夫人 继续与他纠缠吗 可是月宁安他没有 他很冷静 冷静地计算 他的得失 计算怎么做 对他们两个人都好 那种冷静 根本不像是 陷入了爱情中的女人 周边的人 都在告诉陆藏风 月宁安很喜欢她 为她付出了很多 为她牺牲了很多 可她眼睛里看到的 却是与她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是已 她一直觉得月宁安很违和 觉得月宁安很虚伪 月宁安明明就是一个 连婚姻都可以拿来 计算利益得失的女人 哪来的什么真情呢 此刻听到赵启安的话 陆藏风才真正相信了 月宁安是真的喜欢她 真的为她疯狂 为了她冒了那么大的险 着实不像是她看到的月宁安 冷静自持 理智冷酷 利益分明 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迅速地计较得失的月宁安 为了她冒这么大的险 着实不像她看到的月宁安 可却符合周边人告诉她的月宁安 这一刻 月宁安的形象 才真正地在她的面前立体起来 这一刻 她才觉得她真正地认识了月宁安 月宁安在我面前 果然从来没有表露出真性情 但是她在赵启安面前 却从来没有掩藏过真性情 想到这里 陆藏风看向赵启安的眼神 透着思思冷意 你干嘛 赵启安对危险 有着近乎野兽般敏感的直觉 几乎是陆藏风看向她的刹那 她就发现了 她警惕地看着陆藏风 陆藏风我告诉你啊 真要动手 我不会怕你 第九十七集 听了赵启安的话后 陆藏风给她一个冷刀子 你想什么呢 不是想要让皇上放手 把月宁安母亲的尸骨还给月宁安吗 你有办法 赵启安眼前一亮 跟我出去 我跟皇上去说 陆藏风给了赵启安一个眼色 你要跟皇兄说什么 赵启安心中隐有不安 总感觉要被陆藏风坑 可还是站起来 陆藏风打小 就是一个有主意的 他与陆藏风打小走得近 年少时两个人凑在一起 也没少干坏事 在旁人眼中 陆藏风一向是别人家的孩子 品性优良 小小年纪就沉稳冷静 每次干了坏事 最后倒霉的都是他 皇兄还怪他 带坏了陆藏风 天知道 每次干坏事 出主意的 都是陆藏风好不好 可是 哪怕他说出来 也没有人信 皇兄也不信 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陆藏风主动站出来 承认是他指使的 是他的错 也没有人信 而且每每陆藏风站出来 承认错误 皇兄都一副 藏风 你受委屈了的表情 他那个时候一度怀疑 他是捡来的 陆藏风 才是亲生的 是已 这会儿一听到陆藏风 说他有办法 他直觉就是 陆藏风 要坑他 出去你就知道了 陆藏风 转身就往外走 半点不担心 赵启安不跟出来 赵启安对了一步 最终还是跟了上去 我不可能一直把自己 关在密室 黄兄找陆藏风来找我 这就是一个台阶 我要不顺着这个台阶下去 最后吃苦的还是我自己 而且 陆藏风说有办法 就姑且相信陆藏风一回 赵启安跟在陆藏风身后 走出密室 一出密室 赵启安就将面具扣在脸上 不让人看到他的真容 皇上就在外面 听到屋内有脚步声响起 快步走了进来 看到赵启安的身影 皇上面露喜悦 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赵启安面前 拉起赵启安的手 启安 你没事吧 在皇宫我能有什么事 皇兄 你想多呢 赵启安冷漠地 甩开皇上的手 侧过身 给皇上留下了一个厚脑勺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我不高兴的气息 皇上叹气 好脾气地解释道 唉 启安 皇兄知道这件事 委屈你了 可你也知道 皇兄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你马上就要去青州 青州那些人 一个个目无法尽 朕这不是担心你 想要为你添一些仇码 免得你被人欺负了 哼 赵启安冷哼一声 仍旧不搭理皇上 哎呀 启安 皇上讨好地换了一句 赵启安仍旧不予理睬 皇上无奈 只得退一步 要不 朕这就下旨 让苏毛芳认回他的私生死 人都没了 去哪认呢 赵启安终于转过身 拿正脸对着皇上 眼中却是一片冷漠 你要补偿能不能真诚一点 拿出一点有用的东西啊 可赵启安就是冷着一张脸 皇上还是笑得很开心 那这样吧 苏毛芳的事 朕答应你 随你处理 朕不插手 这总行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岳宁安先一步 把人送走了 哼 赵启安哼了一声 语调却不自觉地上扬 明显有了软化的迹象 皇上见状 大大松了口气 陆藏风见赵启安 已顺着皇上给的台阶下 就知道该他开口了 他上前一步 拱了拱手道 陛下 愿你安派了他的左右手 悄悄前往北辽 陛下若是放心不下 不如派赵王去看一眼 那两个人的目的地 是北辽 你确定 为什么是我 我不去边境 皇上与赵启安 一前一后开口 前者疑惑 后者不满 陆藏风 连看都没有看赵启安 只对皇上道 那两人拐了不少的路 目的地不明 但是 臣从月宁安的 只字片语之中 推断出他们的目的地 应该是北辽无误 启安 辛苦你跑一趟吧 皇上略意沉吟 就对赵启安道 月宁安这个时候 把人派到北辽去 很有可能与铁矿有关 哪怕月宁安极力否认 哪怕藏风拿出来的证据 足以证明月宁安手中 没有铁矿 我也没有办法相信月宁安 月宁安太狡猾了 也太简视 我可以肯定 月宁安手中必然有铁矿 就算没有 他也肯定知道铁矿的存在 知道铁矿的线索 月宁安是线下唯一的线索 我宁可错伤 也不会放过 皇兄 你手上的人那么多 别什么事都让我去行不行 我掌管的暗部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的 赵启安 狠狠瞪了陆藏风一眼 才对皇上抱怨 我就知道陆藏风一定会坑我 赵启安 突然眼眸一转道 皇兄 要不你让藏风去吧 他正好闲着没事 陛下 臣可以前往 陆藏风硬得爽快 皇上却是摇头 不行 我们正与北辽一合 藏风这个时候再回边境 北辽人会认为 我们再挑衅 那你派别人去 反正我不去 赵启安一脸傲慢 携了陆藏风一眼 见陆藏风默不吭声 略一迟疑又倒 还有 岳宁安母亲的尸骨 我决定还给岳宁安 不跟他谈任何条件 这事不行 皇上想也不想 就拒绝了 赵启安差点就要发飙 他强压下怒火道 皇兄 你讲点道理啊 那尸骨是我带回来的 还有 岳宁安已经拒绝一回 你觉得他会改变主意 拿铁矿的消息来 换他母亲的尸骨 启安 朕这么做是为你好 岳宁安那人一向心思缜密 窥一见白 如若这次你什么条件都不提 就将他母亲的尸体还给他 以后你会被他啃得连骨头都不剩 皇上苦口婆心地劝说 赵启安双手环抱 傲慢地冷笑 月宁安不过一见女牛 我什么时候在他手中吃过亏了 皇兄 你太小看我了 昨晚 皇上坏心地道 昨晚是谁害的 要不是你 我 我至于被人羞辱 不提昨晚还好 一提赵启安就要炸了 朕以为 昨晚被羞辱的人 应该是月宁安 皇上众肯地道 赵启安心中懊恼 面上却是嚣张地道 那当然 我赵启安什么时候吃过亏啊 本集播讲完毕 经过九十八集 听了赵启安的话后 皇上忍不住笑了出来 是是是 你不吃亏 赵启安仍旧别扭 但终身的戾气已消 很显然 两兄弟都已经和好了 陆藏锋一点也不意外 他适时开口道 陛下 臣以为 这件事 陛下做得不对 这 皇上正要开口 赵启安就先一步道 皇兄你看 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 就连藏锋也认为你错了 陆藏锋 扫了赵启安一眼 臣声道 陛下 月宁安的母亲是苏相的济世 赵王胡闹 把人家济世的尸骨偷出来 陛下不该纵容 更不该让赵王 拿偷来的尸骨去跟月宁安谈判 这尸骨拿回来又如何 皇上要是处理不好 便是月宁安用高昂的代价赎了回去 最后还是会落到苏相手里 苏相 这就尸出有名了 朕也知道 朕也知道 启安这事做得不对 可他都做了 朕能怎么办 朕想着 要是能用月宁安母亲的尸骨 从月宁安手中 换来铁矿的消息 朕就豁出脸皮不要 去跟苏相谈 可你看 皇上瞪了赵启安一眼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就这么一点小事 启安也办砸了 朕就是想要找苏相书 也开不了口 偷人家济世的尸骨 这可不仅仅是打理 这是把苏相的脸面 放在屁股底下做 如若 这尸骨能换来大好处 我还好跟苏相说道说道 让苏相受这个委屈 偏偏启安一心想把尸骨 无条件送给月宁安 这要是让苏相知道 我怎么跟苏相交代 怎么劝说苏相 放弃于月宁安争尸骨啊 我 不是 这怎么就变成我的部队了 我本来没打算把事情闹大 是皇兄你把事情 弄得一发不可收拾 赵启安坚决不背这个锅 陆藏锋不带任何情绪的 携了赵启安一眼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待月宁安拿到尸骨 总要运回青州 与他父亲的尸骨合葬 赵王认为 苏相能永远不知道吗 一旦苏相知道 后患无穷 苏西那老家伙 还敢对我动手不成 他不敢对你动手 却敢对月宁安动手 赵王 月宁安他只是一介商女 苏相不敢动你 但他敢挖开月宁安父母的墓 把月宁安母亲的尸骨挖走 光明正大的 陆藏锋没想到 月宁安即使万般愤怒 也不得不卑微地 跪在他面前 微微叹了口气 这事儿 月宁安不战情也不战力 跟苏相对上 他没有胜算 赵启安没了片刻 阴沉着脸道 你有什么打算 咱们的战马一般 我想找月宁安牵线 买一批上好的种马 别的种马有没有不重要 重要的是 河区的乌锥马 得要有一批 至少我的轻卫 人人要有 皇上点了点头又道 苏相当离 臣来解决 陆藏锋将此事揽了下来 我不揽下来 还指望赵启安不成 那这事儿 就麻烦藏锋你了 见陆藏锋接了这烫手山芋 皇上暗暗松了口气 赵启安却是气笑了 我说啊 不是陆藏锋 你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我辛辛苦苦把月宁安母亲的尸骨偷来 结果好人被你给做了 我不用想都知道 要是陆藏锋解决了此事 月宁安会有多感激陆藏锋 那你去找苏相谭 算 我不跟你争 赵启安先前头脑一热 只想着把月宁安母亲的尸骨偷出来 好让月宁安高兴 现在冷静下来 一想 他哪里还不明白 把月宁安母亲的尸骨偷出来 是最简单的事 不需要他动手 月宁安想要办的话 撒出银子也能做到 如何摆平苏相 让苏相松手 这才是关键 他明面上的身份 只有一个书密副使 这个身份拿到苏相面前 苏相可不会给他面子 并是拿出赵王的身份 去跟苏相谈 苏相也不一定会给他面子 倒不是说苏相狂妄倒 敢不将他这个赵王放在眼里 而是苏相占礼 这事不论是从感情 还是从礼法上讲 赵启安都没有占到一星半点 甚至因他偷官出来的举动 让他一开始就占了下风 陆藏锋接手此事 明显是吃力不讨好 皇上生怕陆藏锋反悔 也怕赵启安搅局忙到 藏锋 月宁安母亲的光谷 就在广元寺 朕会交代下面的人 那句光谷 由你处理 天知道我收到消息 得知启安把月宁安母亲的光谷 偷了出来 又多烦躁 偷都偷出来了 再放回去 就打了启安的力 我这个皇上也要露面子 可不放回去 怎么处理也是一个麻烦 要是不能说服苏相放手 直接把光谷交给月宁安 苏相定然不会放过月宁安 届时就不是启安帮月宁安了 而是给月宁安添麻烦了 现在藏锋肯接受 那真是再好不过 陛下放心 陆藏锋点了点头 看了赵启安一眼 便向皇上道 此事已早不宜迟 臣这就出宫去苏相谈一谈 行 有了结果 您晚些进宫 告诉朕一声 您要是没有空 派人进宫说一声 也行 甩开了 这个烫手山芋 皇上心情大好 赵启安的心情 却很不美好 他阴沉着一张脸 站在一旁 一言不发 周身都不满着 阴郁之气 皇上把陆藏锋送走后 回头看到赵启安 又在那里跟自己较劲 不由地叹气 启安 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赵启安冷冷地 看着皇上 说了一句 皇兄 人均的名头带久 假的也会变成真的 话落 赵启安不给皇上 说话的机会 转身就走 我不好出面 逼苏相放手 皇兄你还做不到 皇兄你只是 爱惜自己的羽毛 不肯做恶人罢了 皇上站在原地 久久没有回神 陆藏锋出宫后 就直接去了苏相府 苏相得知 陆藏锋求见 愣了一下 才冷着脸道 告诉陆大将军 本相很忙 没空见他 帮月宁安长阳 吓我脸面 现在说要见我 我就要去见吗 陆藏锋他真以为 一个大将军 很了不起吗 陆大将军说 他来 是为了大小姐的事 吓人小声地说了一句 苏相哼了一声道 去 请陆大将军到外书房 哈喽 我是一刀苏苏 我又来给大家推荐我的新书了 民国言情多人剧 夫人 大帅又在作死了 今天已经上架咯 作者名要 演播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这本书呢 简直好听到爆炸 哈哈 那我们就先听一小段 偏花吧 你 放开我 沈燕山 你不要太过分 是 我就是过分 我想要你 永远在我身边 只负深情 既相思 看沈大帅 如何花式追妻 欢迎收听 民国言情多人剧 夫人 大帅又在作死了 作者 名要 演播 一刀苏苏 由三十克度制作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别忘了 先订阅哦 怎么样 心动了吗 这只是 偏花的一小部分哦 赶紧去订阅收听吧 夫人 大帅又在作死了 第九十九集 外书房 是苏向招待不相熟的人 或者 不重要的人的地方 一去外书房 就足以看出 苏向对陆藏锋的不满 下人也明白这一点 忙应了一声就出去了 陆藏锋 在下人带领下 来到了外书房 哭坐了一刻钟 不见苏向出来 陆藏锋冷笑一声 起身就往外走 守在外面的人 吓了一跳 忙上前拦住陆藏锋 大将军 我们家老爷 马上就到了 不必 让你们向爷有事 去书名院说 陆藏锋抬手 挥开下人 大步往外走 大将军 大将军 请您稍等一会儿 我们家老爷就来了 下人连忙跟了上去 同时 暗暗提醒 不远处的仆人 快去请苏向爷来 可惜 不管下人怎么喊 陆藏锋 都不曾缓下半步 不过眨眼 就到了外院 苏向爷 正在内书房写字 他有心 亮一亮陆藏锋 好给陆藏锋 一个下马威 不想一副字 还未写完 下人就积极来报 老爷 老爷 陆藏将军走了 还说 要您有事 去书密院说 他 一滴墨汁 落在纸上 生生毁了一副字 慌什么慌 不过是一个陆藏锋 也值得你们 大惊小怪 苏向脸色一沉 将手中的笔 重重放在了笔架上 舒密院 他陆藏锋 以为自己是谁啊 威胁我 可真当我怕吗 老爷 那 那还要拦下 陆大将军吗 下人不知所措 小声地道 拦下他 告诉他 本乡这就去见他 苏向 整了整衣冠说道 是 向爷 下人应声离去 脚步飞快地往外走 可惜 还是晚了一步 陆藏锋 已经走呢 下人前来禀报时 苏向爷 已经到了外书房 听到下人的禀报 苏向爷脸色 瞬间阴了下来 连个人都拦不住 要你们何用 老爷饶命 老爷饶命啊 下人忙不迭地 跪下请罪 苏向爷 却是毫不客气 给了对方一脚 远一刻终也不肯等 陆藏锋 以为自己是谁啊 苏向爷傲慢地 哼了一声 快不回到内书房 招来心腹 去 打听一下 陆藏锋今天做了什么 重点关注 书名院有什么动作 陆藏锋那人 将来不会无地放适 他提到淑秘院 事情必然与淑秘院有关 是 老爷 苏向的心腹领命退下 然而不等他回来复命 淑秘院的人就带着公文上门拿人 奉副使的命令 捉拿犯人苏寒烟 你们说什么 苏向刚坐下 又震惊地站起来 犯人 犯人苏寒烟 在边疆与北辽人来往密集 已有通敌之嫌 苏向爷 这是副使签发的文书 请您过目 书密院的人言语客气 面上却是严肃异常 完全不留一点情面 我的女儿怎么可能通敌 苏向没有看公文 书密院的人敢上门来拿人 这公文肯定没有问题 陆将军亲自来书密院 上报此事 并表明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 他都能提供 苏向请不要为难我们 书密院的人一板一眼 但言语中还是向苏向透露了原因 陆藏锋 苏向重重一拍桌面 气得险些吐血 陆藏锋那个小人 上门肯定是对我有所求 我亮的一刻钟怎么了 居然去书密院无告我女儿 简直是无耻 苏向 请您把苏小姐请出来 不然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书密院的人 才不管苏向与陆藏锋的恩怨 他们只知道 副使交代的事 他们必须办好 书密院要拿的人 是苏向的亲生女儿 苏家大小姐 苏向自是不允 可惜书密院的人 不会给苏向办点面子 见苏向不配合 苏密院的两位官员 不客气地道 苏向爷 下官这一次是挑了傍晚无人时悄悄来的 要是拿不到人 下官就不敢保证 下一次还会这么悄无声息 不行动任何人 你们 放肆 苏向气得急欲吐血 屈屈两个无凭小官 你敢威胁我 书密院的两位官员 也很无奈 两人相视一眼 苦笑道 相爷 这桩差事是陆大将军亲自上班 对啊 副使亲自都吧 还请相爷 不要为难我 书密院的两位官员 就差直白地告诉苏向 你要是有胆 就冲着陆大将军和他们副使吼去 别拿他们这种小人物出气 我们招谁惹谁了 苏向也知道 为难这两个小官员十分掉面子 可他这会儿心里着实不痛快 不管是上报的陆藏锋 还是前来拿人的两位官员 都是在踩他的脸 苏向深深地吸了口气 勉强压下心中的怒火道 此事老夫知晓了 两位先请回吧 明日老夫会亲自送小女去书密院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让这两个小官 把寒烟带去书密院 书密院是什么地方 好人家的女儿能去那种地方吗 便是无罪 进去走一走 名声也得毁了 我的女儿 可不是月宁安那种卑贱的玩意儿 这 书密院的两位官员一脸为难 老夫也不为难两位 老夫这就去跟陆大将军说 我就不信 陆藏锋会不卖我这个面子 陆藏锋真要不卖我的面子 下午就不会先到相府来找我 书密院的两位官员 也不敢得罪苏相 两人相视一眼道 那好吧 我们给相爷你一天的时间 明天 要是贵府的前妻没有到 我们再来 到那时候 可就不是我们两个人过来了 多谢了 苏相朝两人拱了拱手 让管家把二人送了出去 把书密院的两位官员送走后 苏相就沉着脸 吩咐下人 去 把大小姐找来 是 老爷 下人领命退下 苏相坐在花厅 头痛地按了按太阳穴 我不知道陆藏锋 会不会突然针对我的女儿 按我可以肯定 陆藏锋的目标 一定不是我女儿 我女儿真要是在边境犯了事 陆藏锋何至于到现在才出手 陆藏锋的目的是什么 他沉着脸 将最近发生的事 细细地想了一遍 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 陆藏锋 可能不想陆飞羽 娶寒烟 可据我所知 陆飞羽 非我女儿不娶 陆藏锋 根本阻止不了 而且陆藏锋 真要阻止 当初拦下圣旨就可以 完全没有必要 费这么多的精力 不是为了阻止 寒烟嫁给陆飞羽 那是为了什么 苏相越想越不明白 但他可以肯定 陆藏锋必有所图 这时下人来报 老爷 小姐来了 请小姐进来 苏相收敛心神 已将脸上阴郁收了起来 第一百集 苏寒烟连步轻移 娇娇弱弱地走进书房 精致地脸上露出些许不快 爹 你找女儿有事 寒烟 你在边境 可有与北辽人接触 苏相知道 女儿为何不快 要放在往日 她必会安抚劝姐几句 可她今天实在是没有心情 北辽人 没有呀 苏寒烟眼神微闪 飞快地摇头否定 我怎么会跟北辽人接触 苏相是何许人也 只一眼 她就看出了苏寒烟的眼视 苏相顿时沉下脸 严肃地道 寒烟 陆藏锋告你 与北辽人来往密切 你可知这是什么罪 大将军他 他怎么可能 苏寒烟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摇头 水眸盈满泪水 娇弱的身躯颤了一下 像是受不住 这沉重的打击一般 爹 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大将军他 他不会这么对我的 寒烟 以后不许再惦记陆藏锋 陆藏锋跟你不是一路人 记住 你的未婚夫是陆飞宇 苏相狠狠地瞪了苏寒烟一眼 警告他 记住他的身份 苏寒烟却是不一 他上前 扯着苏相的衣袖 撒娇道 爹 我不想嫁给陆飞宇 我一点也不喜欢陆飞宇 陆飞宇那么傻 我才不要嫁给他 我要嫁给陆大将军 你帮我跟大将军说说 让大将军娶我 好不好 陆藏锋不会娶你 你难道忘了他的话吗 他说哪怕修了月宁安 他的妻子的位置 仍旧会被月宁安保留 你要嫁给陆藏锋 是要做小吗 苏相看着眼前 娇娇翘翘的女儿 心中的火气也淡了几分 我的女儿怎么可能 与北辽人来往 陆藏锋简直是胡扯 爹呀 你跟大将军好好说说行不行 我跟大将军本来就有婚约 按婚约他也应该娶我呀 当时他娶月宁安 就是一个错误 你看大将军一回来 就休了月宁安 可见他也是不买月宁安的嘛 苏寒烟仍旧不死心 拉着苏相的衣袖撒娇 苏相叹了口气 你当爹不想你嫁给陆藏锋吗 可是他不会娶你的 苏相不想承认 在陆藏锋眼中 他这个女儿估计也是个傻子 哪怕他再怎么厌恶月宁安 也要说一句 他的女儿除了出身外 旁的都比不上月宁安 陆藏锋连月宁安都看不上 又怎么可能看上他 那女儿怎么办 爹 你真的要女儿嫁给陆飞宇 那个傻子吗 陆家私房穷成那样 连下品的银子都没有 爹 你不会真的要女儿 嫁给那样的人家吧 苏韩燕毫不掩饰对陆飞宇的嫌弃 苏相原先也看不上陆飞宇 但这会儿他却不敢嫌弃陆飞宇 苏相沉着脸道 韩燕 你告诉爹 你在边境 到底有没有跟北辽人来往 韩燕 这件事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瞒着爹 不然真要出了事 爹也保不住你 爹 女儿都说了没有 你还问 你这是不相信女儿 苏韩燕猛地甩开苏相的衣袖 双眸含泪 一副受了极大伤害的样子 韩燕 爹不是不相信 而是这事太严重了 爹必须要问清楚 才好去找陆藏风谈 苏相耐着性子 安抚苏韩燕 爹 我 苏韩燕身子一颤 眼中闪过了一抹挣扎 就在他犹豫 要怎么开口时 一挥衣仆人 突然出现在门口 急切地道 老爷 老爷 小人有要事禀报 很紧急 苏相抬眸看了一眼 心中隐忧不安 他顾不得逼问苏韩燕 随口打发道 韩燕 爹有事情要处理 你先退下 好的 爹 苏韩燕眼中一喜 驱了一下膝 就走了 苏韩燕一走 灰衣仆人 就快步走进来 普通一声 跪在苏相面前 急切地道 老爷 岳氏的棺果 昨夜被人偷走了 你说什么 岳氏的棺果 苏相脸色巨变 一拍桌子 猛地起身 你们是蠢货吗 怎么会让人把岳氏的棺果偷走 我是怎么交代你们的 你们 简直该死 清老爷恕罪 来人是高手 我等不是对方的对手 灰衣仆人 将头埋得滴滴的 辩解了一句 高手 是岳宁安找的人吗 不 他没有那么蠢 他要动手早就动手了 苏相的怒火稍减几分 他凝眉思索 突然道 陆藏风 对 一定是他 我就说他怎么突然对寒烟出手 原来是为了岳宁安 他对岳宁安倒是有情有义 苏相说到最后 不由得咬牙切齿 可见他气得不轻 灰衣仆人 狼狈地跪在苏相脚边 听到苏相的话 暗暗松了口气 老爷找到了动手的人 那我们就不用死了 苏相深吸了口气 压下怒火道 苏相不顾外面天色已黑 当即让人背了轿子 抬他去了陆府 到了陆府 苏相也不等人通报 推开下人就要往里闯 可惜苏相一连推了树下 挡在他面前的仆人 却是纹丝不动 苏相面子挂不住 张红着脸怒骂 你个狗奴才 还不让开 下人也不敢伤苏相 只恭敬地挡在他面前 请相爷稍后 我们家将军很快就会出来 苏相一张脸 红得能低血 他气得不行 陆苍锋 你给我出来 本相爷来了 书房内 陆藏锋听到下人来报 并没有像苏相晾塌一样 把苏相晾在花厅 而是让人去请苏相到书房 相爷 我们家将军 已在书房恭候 相爷请 前来请人的陆二 苏相也认识他 苏相看着陆二 没好气地冷哼 你们家将军 是不是早就料到 本相爷会找上门 早早地在书房等着 我还以为陆藏锋会以牙还牙 让我在外面等着 没想到 陆藏锋还算有点眼力劲 相爷说笑了 这个时辰是我们家将军的看书时间 你来得正巧罢了 陆二不卑不亢的道 这世间 能让我们家将军 特意提前等着的人 还没有出声呢 哼 我不跟武夫记者 又一次被落了脸 苏相面上有几分难堪 看到陆二 还有陆家的下人 一个个恐无有力 想到他先前 连个下人都推不动 又不得不将这份怒火压下 本集播讲完